蒋平吩咐改道前进 兵随将领草随风啊 这一千多人 离开正道 翻开大山了 哎呦这个道这个不好走啊 特别是军队 还有战马 开始的时候 骑着还行 后来干脆没有路 没法骑着马了 都牵着马而行 特别是军队里还带着不少东西 翻山越岭 倍加困难 走的大伙是通神是汉 那个叫知能的和尚 在前边掩着路 走几步回头跟大家打招呼 快了 来来来来随我来快了 再翻过一架小山梁 就是爹云风的里边了 走着走着白云瑞 脸上蒋平了 四大爷 我有点事问您 什么事 您认识这和尚吗 我啥哪认识 初次见面 四大爷 我发现您这人心太实了吧 此话怎讲 大爷您都想一想 您跟这和尚初次见面 怎么能轻易听他的话呢 有道是 画龙画虎 难画虎 知人知面 不知心 这人心颇测 什么样的都有 万一他要是山里拍来的奸细 咱们可就得上当啊 这个事您不能不防备 呦 对 白云瑞这几句话 把蒋平提醒了 蒋四爷把脑瓜一剥了 越琢磨 这玩意又有道理 平直前进 这队伍就站住了 来啊 把那个知能和尚 给我请过来 我要问话 哎 大师父 请留步 我们四爷找你有事 大师父 可这会儿再找那大师父啊 早已经踪迹不见 韩天井拎着大棍 跑到队伍的前面 一走和尚没咬了 就知道上当了 转回身往回就跑 四叔 坏了 那个屠驴 没了 哎呦 蒋平一跺脚 我终日打雁 叫雁把我眼牵来 蒋平这才往四外看看 他往前一瞅啊 悬崖绝壁 根本无路可行 慢说是走路 你就掌翅膀往上飞 也得飞点劲 脚下是一条山道 所谓的山道 根本就没有路 坎坷不平 往两边一开 像刀销子一样 石壁 溜光发滑 高油摆上 现在这三面都无路可通 只有往回退 怎么来的 还从哪儿回去 蒋四爷心说不好 吩咐一声 前队变后队 后队变前队 撤 这队伍一转歌 还没等走出半里地来 就听屁话后头 动 地动山摇 怎么着呢 把龟鹿给卡断了 弓箭齐发 灰瓶炮兹 滚木雷石 夹着火炮 把地都要阵炼了 蒋四爷分为一声 趴下 关键趴下 大伙呼拉朝全隐蔽起来 可怜宋朝的军兵 被这帮贼给打得是血肉横飞 尸横遍野 原来的龟鹿 整个让人给掐死了 大块的石头装在车上 把这车呀 从山头上吞起来 气得咔嚓这么一查 谁也出不去 再往前靠拢 人家开弓放箭 四爷没办法 分飞车车 又往里头退 刚退的石壁者 就听石壁上面一半鼓响 咕 开弓放箭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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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才消停一点 蒋四爷一跺脚 慢了 大伙倒霉倒到我身上 我这头是怎么当的 啪啪啪 蒋平急得撤自己嘴巴 被房属安过来给拦住了 爷爷爷 行了行了您了 您就抽死你 也没有用啊 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 我们上当了 带我仔细辨认辨认 方属安手打凉棚 往前后左右看了看 看完了 方属安把大脑地晃 我说孙爷爷 咱倒了血没了 我这才想起来 您知这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这叫棺材高 活棺材 从头至尾 长了下三里半地 宽了下不到半里 您看两边刀削的石壁 咽过八毛 咱是上不去 前后都给堵上了 咱还往哪跑啊 看来啊 咱这一千多人 算找着坟地了 完哩 哎哟 蒋平一看 我不活了 我这领兵带队的 我太饭桶了 蒋四爷一伸手 把峨眉四拽出来 双手捧着峨眉四尖子 对准自己的耿嗓 我自杀就得了 喂 白玉瑞手机 过来把他给拦住了 四大爷起了 您这是干什么 好啊 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 可惜我是个当头的 我把大伙领进棺材沟 走进绝路 犯了不赦之罪啊 我还活着干什么呢 你们别拦着我 大伙能看到他自杀吗 死劝火拉 算把他的兵人给躲下去了 蒋平一批 我坐在地上 云瑞 你们大伙不让我死 咱们怎么能出得了这个地方呢 白玉瑞说这样吧 留着三村气在 什么都能干 这气没了 那就彻底交代了 你老人家不必着急 咱们从长计计 白玉瑞站起来 手提宝刀金丝龙林闪电屁 背后背着亮影盘龙几 傻目留神往寺外观看 一看真出不去 这个地名起得多缺德 棺材沟 真是个大活棺材 这空吃的这个爆 白玉瑞心里说话 这要是我领队 我绝不上这个当 我认为我四大爷 这办事当中 净当头了 经验丰富 他是不能吃亏的 结果我想错了 我要早言语呢 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方 看来啊 该说的话就得说 一迟误了 就得误大事 云瑞心里这么想着 可正在这个时候 就听正面的山头顶声 鼓号齐鸣 云瑞掌面一看 就见彩旗飘扬 上头有人影晃动 云瑞登登登往后倒退几目 擦擦眼镜 仔细一看 认出来 起脚之下 有一行人 头一个 就是大寨主 半斤 王典 在王典的上吹手 是电光霞 火玉贵 下吹手 飞剑仙 朱亮 三十臣团 陈东波 紫面金刚 王顺 白莲花 燕风 还有给他们领路的 那个和尚 在后边还有不少人 看不太真切 白莲锐单手踢刀高声朗诵 要呆 山头上 你是王匾王金龙吗 姓王的 有种的你下来 咱们把战场排开 分上下 用高低 那才叫有种呢 案件商人 想这种损办法 这不算真功夫 你敢不敢下来 王点 手脸虚然 哈哈大笑 硬的山谷都硬挥声 哈哈哈哈 白玲瑞 蒋平 你们听着 你们已经上了我的当了 中了我的烟炮 鼓一吹一灯 我把你们困在棺材沟 一个也活不了 我听说你们开封府 都是人尖子 这人尖子 怎么还能吃亏上当呢 本寨料食小技 就把你们装进口袋 哎 看来你们还是不行啊 趁着你们没死以前 有什么话你留下 不然的话 本寨令箭一发 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这会儿蒋平也清醒过来了 四爷也豁出去了 把小脑瓜养起来 看口王点和火玉贵他们 嘿嘿嘿 王点啊 有两瞎子 姓蒋的算灾 我佩服你有两瞎 不过有件事 我得弄清楚 刚才给我们领录那和尚是谁 你让他跟我说两句话 王点点进头 把那和尚叫到眼前 就这和尚把身子往外一叹 诺弗米多佛 讲平 贫僧在此 哎呀 徒律 你可够损的啊 看在你是个出家人 张口念佛 闭口慈悲 我认为我认为你不能说谎话 这才上了你的当 我且问你你究竟是谁 刚才你说的那话是真还是假 嘿嘿嘿嘿 好 蒋平啊 贫僧让你死个明白 我刚才报的那个名 那个地点 都是骗你 实际上贫僧出家 在昆仑山小西天 卧佛寺 人诵出号 粉面切兰佛 我叫法冲 刚才那都是画名啊 我跟大寨主王点 我们有交情 只是贫僧晚来了一步 以前的事情 我都没有参与 听说你们要攻打爹云峰 贫僧料实小计 把你们骗进棺材沟 这主意是大寨主出的 是我亲自把你们骗来的 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服吗 好小子 你叫什么粉面切兰佛 咱这么办行不行 有种人你下来 咱们分上下众高地 蒋平战死死而无害 你敢不敢下来 这和尚一乐 晃晃脑袋 大寨如令 贫僧不能下去 呵呵呵呵呵呵 蒋四爷小眼珠一传 为今之一 就得叫他们下来开战 抓住他们一个主要的人 哎 或许我们当人质 还有一线的生路 不然的话 就得困死他这 你不管有多少人 你上不去 不吃不喝 不得困死吗 四爷这坏劲也上来 告诉韩天锦 哈 你没别的事 你嗓子还粗 声音还高 你就给我骂 什么难听 你骂什么 骂下一个来 我赏你五十两银子 骂下十个五百两 咱们万一回去之后 我必定是加倍给你赏钱 你看怎么样 师兄 我是说 别的能力我不会 骂人我骂的可花花了 那我骂的可难听啊 越难听越好 骂 用鸡浆法 把他们积下来 好了 你往后退去 这韩天锦 手戳的大棍子 杨七脸的 这对骂 一开始骂的 还有点道理 什么贼人实信了 当贼的没好结果了 上为贼父贼母 下为贼子贼孙 本身是贼 顶方臭八百里 国法天理都不容 你们不能得好结果 这骂的还挺文明 后来就带领孙的 祖宗奶奶七姑八的仪 简直难听的 合不上牙呀 韩天锦跳下来 这叫号 我那和尚你敢下来不 你叫粉面切来 你要不下来 我如何如何之合 这一骂 把粉面切来 可骂几眼了 米婆佛 这个孽障可恶 哪有这么骂人 你认为我怕你吗 想到这 他来到王典进前 大战主 让我下去吧 我把这小子舌头 我割下来 哪有这么羞丧人 王典说算了 他们现在是临死的人了 这叫垂死挣扎 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 他有种他就骂呗 难道说 他们能骂出棺材沟吗 是否不要理他 不 那显见着我们山里没人了 我们昆仑派 那也太丢人了 我可不是你山上的人 恕我不能遵命 我非下去教训 教训他不可 这大和尚非要下去 王典也不好说别的了 那人家说的对 你不是你山上的人 要是篇乎寨主 听你的令 人家是客人 王典点了点头 好吧 怎么能够下去的方法呢 有招 让楼楼兵 取过几盘大绳子 把它接在一块 然后拴到这大和尚的腰上 天鹅下蛋 把它系下来 临下来的时候 王典再三叮咛 大师傍 这绳子我们不撤 你要把事情办完 要想上来 抓住绳子头 我们把你拽上来 好了 就这样 把粉面切篮锅 细下山峰 当他双脚扎地 把绳子扣解开 晃双掌 直奔 韩天锦 韩天锦这个乐 一个 五十两银子到手了 这可就没我的事了 摸回身 他就奔蒋平跑来了 四叔 妈也一个来了 去击乘账 好孩子 没你在这闪退一旁 看我的 江四爷就想拼命了 晃动分水 我每次刚想过去 玉面达摩白云瑞过来 四伯父 不用您 只要他赶下来就行 交给我了 多加谨慎 您放心吧 白云瑞心说 今儿子杀死一个够本 杀死俩就赚一个 拼命算什么呢 想叫我们死 没那么便宜 云瑞想到这儿 飞神行 来到凶僧地进前 把宝刀一晃亮了个夜战八方 仓刀石 呆 凶僧 可知道白云瑞的厉害 和这和尚把这嘴撇得跟瓢死去 娃娃你是谁呀 胎毛未退 乳唇未干 你还敢说大话吗 叫什么名 白云瑞 白云瑞 没听说过 你也是开封府的官人 不错 我父就是锦毛鼠 白云堂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你是白云堂的儿子 哈哈哈哈 这锦毛鼠我都会过 想当年 在冲销楼 我见过他的面 嗯 有两下子 浑身都是胆 那人武艺也不错 但是 终于死到冲销楼通往镇 还真留下你这么个后代 白云瑞 你真糊涂 你爹生养你异常不容易 他那么大的能耐都白给 何况是你 你就应当好好读书 找个地方 过个安稳的日子 啊 你还子情父旨 给开封府销利当差 也要走你爹的老路 你爹死在冲销楼 你死在爹云峰的棺材沟 哎 老白姐岂不挖苗断了根了吗 贫僧有好生之德 我不跟你动手 你回去 你把刚才骂人的大个子 你给我叫回来 我非割他的舌头 敲他的牙 韩连宁在后子就骂 放屁 放嘟嘟屁 我就不过去 我专门骂人 动手是别人的事 和尚一听着火更大了 哦 还有专门骂人的 云瑞听完了 一阵冷笑 和尚 你别往下说 说这话没用 这是战场 分上下 弄高低的地方 你要把我赢了 就是我死了 也没说的 要赢不了 恐怕大和尚 你也难妥公道 弥陀佛 小娃娃岁数不大 敢口吐狂言 叫你知道知道 昆仑派 僧人的厉害 招掌 这一掌奔 白云瑞 面门遍击 云瑞往旁边一闪身 这一掌走空了 白云瑞的刀 日朝上 背朝下 一切他的手腕 大和尚不敢怠慢 撤 撤回右掌 现左掌 使了个担风贯耳 打白云瑞的耳门 白云瑞赶紧往下一哈身 这一掌走空 再看和尚 左脚一抬 右脚一立 啪 就是一腿 连白云瑞的心门 云瑞使了个盗毛的跟头 金刚铁板桥 他这一腿踢空 白云瑞的身子刚直起来 他往前一根部 啪啦啦啦啦啦 连着又是好几张 这昆瑞派呀 一勇自当先 专将就硬工 当场不让不举手 不留情 你看这和尚 长得像洗面佛似的 笑笑呵呵的 真身生手 那可是不留情啊 连着十几个照片 云瑞是左躲右闪 他没打着 白云瑞一看 哦 你就这两下子 行了 我心里有数了 现在该我进攻了 云瑞把刀往空中一举 高声喊吓 凶僧 而往哪里走 街道 丽皮花臣 啪就是一道 粉面齐兰 佛望旁边一闪身 刀走空了 但是云瑞手腕的一领个 刀刃朝左 刀背朝右 使得叫莫秋斩 抓这一刀 奔和尚的脖子 粉面齐兰 望旁一低头 刀从上面走空 他刚一抬脑袋 白云瑞的刀又回来了 老家伙 你给我再着急 这快劲就崩平了 粉面齐兰 一个没留神 这一刀正好 扫着脖子上 红光崩现实 人头落地 白云瑞 飞起了一脚 把和尚的尸体 蹬出去 蹭 跳出圈外 刀尖朝下 这么一顺 和尚的血 滴滴答答 滴的下来了 然后开靴的底 蹭蹭蹭 把宝刀的血迹擦干 抬起头来叫着 王典 你下来 今天小特爷 我在棺材沟这块包下来 赶下来的 都跟这和尚是走一条路 哪个敢跟我白云瑞动手 桑树安在后头一看 满梁 满梁 真是我老鼠啊 哎呀 看这两下子不顺我干老徐梁啊 这招是真快 老鼠 加油 要照这样 砍到明天这时候 山里这人也就都砍光了啊 大伙也不敢乐 但是没有不赞成白云瑞的 手底下真干净 再说王典 王典这个后悔呀 心里说话 大和尚 你要听我的话 何至于如此 明明咱打了胜仗了 在这摆着一桌酒席 连锤带打 咱在这一喝 多美啊 看看怎么把他们困死 可你非要下去 才得了这个结果 哎呀 王典就不打算再派人了 可是白云瑞 在里这一教阵 有几个人不爱听了 谁呀 就激怒了三世臣团 陈东坡 这老家伙一向目中无人 他对白云瑞就不服劲 大寨主 给我一支令箭 在贫僧下面 会斗与他 我赢不了白云瑞 我要不上来 我说免一看这怎么办 陈东坡也是客人 老罗汉 你可要多加谨慎 你放心吧 来呀 给我系绳子 陈东坡要大战 小达摩 三世臣团 陈东坡 从心眼望外 扑服白云瑞 他一看 你们现在是龙中之鸟 网中之鱼啊 还竟敢如此畅狂 把我们昆仑派 看得没人了 粉面切篮 死在他的刀下 将来我要回了昆仑山 见着我那些弟兄 我怎么交代 大伙指着鼻子问我 你亲自眼见 咱们的人被人家杀了 你连管理都不管 你叫什么三世臣团 他也怕受大伙的指责 故此 非要下去跟白云瑞比试 王典呢 认为他是客人 尽管多此一举 尽管多此一举 也不变深蓝 因此啊 这才命人把绳子准备好了 记得陈东坡腰上 这小子手踢金旗盘 天鹅下蛋 双脚落到平地上 先把绳子解开 晃着高大的身躯 登登登登登登登 铺奔小达摩 韩天鹅在后头一看 又下了一个 我四叔记住啊 一百两了 蒋平瞪了他一眼 心说这孩子别的出息没有 财还挺黑 你说他傻 这小账算得还挺精 好了 都记住 回去给你赏钱 好了 韩天鹅高兴咱不说 单表小大摩白云瑞 云瑞的眼眉都立起来了 反正他也豁出去了 今天呢 我也好不了 杀死一个 我就赚一个 云瑞把刀在掌中一提 在这等候陈东坡 时间不大 俩人凑在一起 陈东坡先把大棋盘呢 晃了几晃 甩了几水 呜呜呜 你说他这兵刃有多特殊 这棋盘呢 这兵铁铭钢打造的 一方面有扶手 另外还有一寸多高个边儿 后下 也能有三分呢 这玩意砸在人身上 就把人得拍扁了 上用金水走了十六遍 因此光滑多目 他身上挂着皮兜子 里边揣着三十二颗金棋子 那 弥陀佛 白云瑞 小畜生 我非打死你 给我们昆仑派的闻人 八五 愁血汗 揭其盘吧 呜 泰山家顶就拍下来了 白云瑞一看他这兵刃太特殊 还真不好架 因为自己这口刀 论分量来比 差点悬殊 没法往外磕呀 所以 云瑞上步歇身 他这一棋盘拍空了 由于用力过猛 正撒在地上 把地下有两个石块 撒成碎粉 陈同国就像疯了似的 一看这下没拍着 横着 奔白云瑞腰部变扫 这家打在腰上 骨断筋舌 本来白云瑞 往下一哈腰 这就过去了 这小伙子真狂 没使那招 相反的 汉地拔葱 他往膏里头送 这就想露一招 他也送起来了 棋盘在他鞋底下擦空 再看白云瑞 身子在空中 双手举起金丝龙鳞 闪电屁 人跟刀一块儿落下来 奔陈同国这脑袋 利劈华山 唰这一刀就到了 陈同国一看不好 脚尖点地往前一纵 云瑞这一刀看空 唰 两个人转回来 就站在一处 两方面的人呢 都在这滚站 咱单说王点和电光侠 火玉贵等人 这王点一边看着 一边心中暗响 这个白云瑞 是第二号的徐良 非把他整死不可 不然的话 早晚是个大祸 他现在年纪这么轻 就这么猖狂 再过几年 再有了经验 能力再往上一掌 这是我们陆离人的死地 他盼着陈同国 能把他拍死 但是电光侠 火玉贵 有不同的想法 火玉贵呢 跟林空和尚不错 咱们前文书讲了 林空和尚 是他的救命恩人 前者 林空领着白云瑞 又到他的住宅去 拜吧 他们还背着王点 不知道 提供徐良人头的地点 后来听说 人头果然被盗走了 王点大发雷霆啊 言语之间 就说我们山上 有了间隙了 肯定有人泄密 不然他怎么知道 但是王点 无论如何 没怀疑的火玉贵神 电光侠心里的清楚 看着没 就即使把开封府的人 全消灭了 早晚我跟王点 也免不了有一场争斗 他要知道这个信 非得跟我算账不可 我这八宝地云峰 轻松狼牙剑 也就呆不了了 围巾之计呢 先下手的围墙 后下手遭殃 我得什么时候下手合适 我不为开封府 我得为我自己 要么我就把王点给干掉 要么我就出走 除此之外 别无选择呀 因此这火玉贵的心里 是七上八下 他从心里望外的 盼着开封府赢 开封府真要把山打破了 也没关系 白玉瑞可以作证 我帮了忙了 他们要谁的命 也不能要我的命 就即使把我抓住 到开封府 也能从轻法办 火玉贵的心呢 竟想这些事 可朱亮 有朱亮的想法 他是后来的 阎王寨一破 他跟陈东波流落到此 王点对他可不错呀 尽管如此 是外来人 吃人家喝人家 总觉得不那么理智气壮 他也想露一手 取得王点的信任 在跌云峰混把椅子 哪怕三寨主四寨主 有我个位置 那就扎实了 但是从多日来跟王点打交道 他发现这个半赤风比较吝啬 始终没吐这个口 拿自己当客人 好像这椅子没自己的份 因此他心也不太痛快 主量是两种打算 一 露一手 阵阵三威 抬高自己的威信 让王点对自己引起重视 那样呢 将来就有可能在这扎根 另一方面呢 也抱抱当初阎王寨被迫之仇 所以他这心情啊 比较复杂 他跟陈东波交情最好 陈东波下去 他没拦着 他也希望 自己的好朋友能把白云队给消灭 让你们山上的人看看 我们俩不吃闲饭 所以他观阵 就比较认真 虽然他没伸手 但是飞剑仙 恶脚似也冒着汗 咬着牙 攥着拳头 全身都使劲 替陈东波带着着急 其他的人 也有不同的想法 拿那紫面金刚王顺来说 他心情是比较复杂的 他知道 开封府所走过的地方 平山灭岛 没有不成功的 因为他有强大的后盾 有军队 实在不行把军队调来 吊炮弓山 什么山能挡得住 看来这个跌云风 狼牙剑也不会长久 假如这个山破了 我怎么办 我跟谁都不能比 我是属于国家的要贩 虽然说徐良死了 开封府的爪牙还存在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抓我 除非我不在这世界上 但是那自己还不甘心 如果跌云风破了 我下一步上哪投奔去 哎呀 这玩意难呢 上赶着不是买卖 到谁那块 吃口饭也不易 想着自己要换一座山寨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他这个心里头 比较害怕 他是盼着山上营 能把开封府的人 整死的是越多越好 白莲花 燕丰比他胆还小 前些日子 燕丰把徐良给杀了 喝 人头拎回来 这大伙把他捧上了天哪 七月十五要召开人头大会 无疑的 要把他摆在前边 王莲已经许可了 人头大会开过之后 我就是山舍的四寨主 人前险胜奥里多尊 有多好 但是看现在的形势 又冒出个白云瑞来 取代了徐良 迟早要找自己算账 因此他连觉都睡不好 连日来是心惊肉跳 今天可盼着大寨主 这办法有效了 把他们困在棺材沟 最好一个也被活着回去 全把他们消灭 那才称义的 这小子是这么个心情 至于被请了的这些人 那什么心情都有了 有的呢 是专门来看热闹的 站在高山看虎斗 趴在桥头看水流 你们两方面谁胜谁败 跟我都没关系 我乐意呆呆呆 不乐意呆 把嘴一抹 尘土不沾 我走了 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 所以说这个人心 他不齐 就难以取胜 要不说这都算 破旧在养钱呢 厄运离着他们已经不远了 先言少叙 再说战场上的时候 陈东坡那不是好惹他 人中的剑客 创当江湖五十余年 能说一会儿就败在 白云锐的手中吗 当然不能 两个人一照面 就打到八十多个回合 没回来出迎 哎呦 陈东坡把眼睛瞪得 跟鸭子似的 不住的摇牙切齿 谁说这玩意可真没订了奖礼去 你看看白云锐 小毛孩子 充其量也就练过十年武艺 那唱死了 说句粗了话 你就是在你娘肚子里就练功 你也不超过二十年 这小子能力怎么这么大 他是什么根基 就拿我来说 我是人中的剑客 室外的高人 从来没打过败荡 我怎么就赢不了他呢 他想到这儿心里有点急躁 鼻挖并脚就见了汗 他本来是个脱头僧 散发披肩 月牙金箍雷头 由于出汗太多 这头发也打烂柳了 再说白云锐 鼻挖并脚 额头也冒了汗 这是云锐出世以来 头一个硬仗 心中暗想 这个陈东坡不简单 也就是我白云锐 要换个旁人 早就败了 我怎么能赢得了他呢 看来这么大是不行 对 有办法了 我何不如此 这么办 用败中取胜的招数 就这么办 白云锐人小啊 忠意可多了 打来打去 云锐假意这个刀 没注意 碰到他金棋盘上 可没拿刀刃 拿的是刀背 他往下一砍 陈东坡拿棋盘往上一撩 云锐手一转个 刃朝里 背朝外 这一刀背的正剁棋盘上 借着这个劲 云锐一撒手 就见金丝隆林闪电 皮 高高的飞向天空 被绷起了十几张道 云锐一抖的时候 转身就跑 嘴里还捣鼓了一句 哎呀 我命休息 往前一蹿 他是有目标的 地下呢 有块石头 云锐假意蹬这石头上 一发花呲啪 正好趴在地上 陈东坡这一下子 把云锐刀给崩飞了 哎 他眼前就一亮啊 心说你没家伙 我就好对付你了 再看云锐哭通摔到地上了 哎呦 陈东坡乐的 就崩堤了 小娃娃 刚才你还那么猖狂 眨眼之间你不行了 心中大喜 他肉就蹦过来 举起棋盘 望下就拍 打算把白云锐拍死的 他哪成想 云锐是假招 白云趴在地上 跟一般的趴着可不一样 他一只胳膊 拖着自己的腮 一条腿圈着 一条腿伸着 侧着脸 盯着陈东坡 这招叫 我看巧云士 一般人没看出来 陈东坡的棋盘眼看要落下来 就见玉面小大摩 胳膊肘一招这遍 身子悬起来 胳膊肘当肘 两条腿轮开 踹陈东坡的小肚子 这一招就顺风扯起 说时迟 那时可快啊 陈东坡再想躲来不及了 他往上一举这棋盘 俩胳膊都在空中 正好来个大开门 把前心胸口小肚子小腿当 全给了人家了 让白玉瑞随便提 这小肚子上哪躲去 耳中就听见 把陈东坡蹬出三丈多远去 站立不稳 苦痛水倒 喷喷喷喷 棋盘落地 就这一下不要紧 陈东坡就叫他眼前发黑 头重脚星 起不来了 再说白玉瑞 与此同时一个鲤鱼大挺从地下站起来 伸手把地下刀捡起来 仓往前一纵 就到了陈东坡的面前 把金与你不是想给粉面切篮所报仇吗 我让你们哥俩一块去找到呗 陈东坡迷迷糊糊的 用眼角的余光一看 一刀汗光奔自己来了 这家就知道不好了 这一刀是邪奸产辈 把他披为两半 山头上的裙子一口 就乱了套了 飞剑仙朱亮 哎呦一声身子一晃 好学妹在山头上摔下来 师弟 好朋友 你师弟太惨了 就这一笑不要紧 白云瑞士一举成名 这段书叫玉面小大摩 刀扫狼牙剑 被人们传为美谈 一提起这件事来 没有不挑大拇指的 这个拜中取胜这招多漂亮 就拿开封府的众人来说 知的白云瑞有能耐 但郑总战场谁也没看见过 这才佩服白云瑞 确实比一般人高的多的多 咱们再说玉面小大摩 一刀斩的陈东波 撑 跳出圈外 把鲜血擦净 高声断贺 王莲 你们哪个还来 谁下来 王莲把令字奇异化 各位 谁也不行下去 哪个威令不听者斩 王莲 你想这都是多余的 你说死这二位倒霉不 你们下去干什么 我原本打算活活把他们困死到这儿 你们叫这不含糊 受不了侮辱 结果死了一顿 这要再下去 人再死了 岂不大大挫伤 山上的锐气 明明我们上了 还能够打败仗 这何苦来的 所以王莲吩咐一声 收兵撤队 山头上 派人值班在这守候 他们要上山上来 给我开军放箭 再离着近了 挥瓶炮子 滚不雷石 给我往下砸 我看他们还有什么能力 你白云瑞 你这么横那么横 不吃不喝横不行 把你干起来 人家收兵撤队走了 单说云瑞 寒了半天 一看人家走了 这才手提宝刀 转回身来 见蒋平和各别老少英雄 江四爷挑起大拇指啊 孩子 我扶了你了 真咬两下子 这功夫真够高的 水萝卜就酒 嘎嘣脆 不过呢 孩子 咱怎么办呢 人家不下来 咱是干没辙呀 你得想个办法 咱怎么上去去才行 哎呀 云瑞也皱了眉了 这事我也没办法 等咱们从长计议吧 大家找个地方做些休息 因为这个观测沟 宽了下半里 要说一点掩蔽的地方都没有 不是那么回事 可以掩蔽 但是长了谁也受不了 大家正在这困了一天呢 也不知道那几路打得如何了 但盼着 贺瑶湖志华 贺瑟是红文女剑客他们 要知道我们被困到这儿 好派兵来营救啊 但是这么大的跌云风 个人有个人的事 他们怎么能知道 我们困到这儿来呢 只好来这儿等着吧 光阴四溅 一眨眼一天过去了 大伙水米没沾唇 一直到了满天星斗 人们又等一会儿 到定更天了 经过一天的祭祷 人们有点发泪了 东倒西歪 找地上躺下休息 白云瑞两手抱着后脑勺 眼睛望着天 在想主意 蒋平也不例外 他比任何人都苦恼 这个事就打他身上言起来的 骑走一步错 满盘就是空啊 四爷到现在还后悔呢 其实假如啊 有一天我活着出去 到了开封府 我一定必辞成 老了老了 不中用了 脑袋也不好使了 这全是自己指挥的错误啊 四爷心里到七上八下 正在难过 寒天锦呢 在那算账 寒天锦一想 就下来俩 一个五十两 俩一百两 太少点了 怎么不打了呢 要下来个十个八个的 我这银子挣的不就更多了吗 回去没事买大碗肉吃 那多过瘾呢 想在这 他往山石喇子上一看 什么呀 他就发现 石喇子上的黑影 你就晃 紧跟着有一件东西 落下来 寒天锦用手 一推旁边的讲评 四叔你看 有什么 把讲词也吓一跳 旁边的人也都听见了 大伙翻身坐起来 一看 靠着左面的石壁 上他信下一条绳子里 你不注意看不着 哎呦 蒋平原这好 谁谢谢的是 心中纳闷 这是谁干的呢 莫非 是我们自己的人 那他为什么不说话 不打个招呼呢 啊 明白了 夜深人静 他在山头上一喊一吵吵 让贼就听见了 不能打招呼 可能他知道我们在这 不然的话 这绳子怎么离我们最近呢 他跟云瑞大伙一商议 众人一想 不然咱也得死在这 不如抓绳子上去看看究竟 十城站着九城 是咱自己的人 蒋平说我偷一个 我上去看看 蒋四爷奔绳子来了 用手抓住 往怀里 顿了顿 上面的人可能发现了 往上一倒就见蒋平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一会儿不见面的 可能拽到山顶上去了 时间不大 那绳子又回来呢 韩天景一看 哎呦 我的老正我的事儿了 哎呦 这谁呢这是 快点上去 把我离开这倒霉的地方 他用手抓住绳子 时间不大 也拽上去了 第三是南辖 也是同样的方法拽上去 爱胡大伙 全都拍着号 最后是白云瑞 云瑞一看 真要是自己的人 这可得救了 咱们上去多准备几条绳子 利用同样的方法 把这些当兵的 也都得拽上去 受伤的伤害 也得救上去 因此云瑞 剔刀在后的断后 把这几人都拽上去之后 他跟当兵的头 交代明白 说我上去之后 我就救你们 军兵点头 云瑞一手踢到 一手拽着绳子 上面一动 把他拽上去了 云瑞心里还想呢 对不住是龙天彪他们 不然的话 就是红文女剑客他们 但判快到山顶 我非要看个究竟 小达摩白云瑞 一手抓绳子 一手踢刀 被山牙上面的人 把他给拽上去了 云瑞心里就想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要救我们 我非得见识见识不可 等到了山牙上 他骗腿刚站起来 就大吃了一惊 什么原因呢 他发现先杀了这几位 蒋平 展胸飞 方淑安 玉面砖珠 白云生 小义是爱虎 披了鬼 韩天锦 焚子都 卢真 这些人 在地下是横躺 树卧 简直的 就跟死了似的 山头上站着个人 这人长得相貌 十分古怪 叫人看了是不寒而栗 这组个儿不高 充其量 也就是身高四尺半 就像个活猴 打秃脑蚊子 挖口脸 肉杆子眉毛 深眼窝 镶嵌的一对 金色的眼珠 闪闪放光 大阴公鼻子 灵脚口 满嘴锯齿形的小白牙 下巴壳 有一缕山羊虎 往前撅撅着 这人是周身上下 一身虎 外面披着大半截 红绸子斗方 腰里头围着虎皮 赤手空圈 再看他手伸出来 跟鹰爪子差不多 看年纪 最少也得有七十多了 在面前一站 叫人瞅着发肾 究竟这人是谁 白云瑞不认识 可云瑞刚站起来 这个主像闪恋一般 蹭 就跳到云瑞的面前 哎 伸出右手的三个手指 把云瑞的胳膊给抓住 还没等白云瑞反应过来 就见这人黑黑一阵奸笑 撒手指都往里一抠 抠哪啊 白云瑞的卖门 就是寸观尺 玉面小达摩 顿时就感到这半身麻木 从脑袋顶上 麻到脚趾尖上 收 就在这一刹那 云瑞明白了 坏了 我们上了大路 此人 居心不良啊 怪不得那些人都躺在地下 他是拽上了一个 手是一个 现在轮到我头上了 不管怎么说 我可不能跟我蒋四大爷 他们那样 小达摩射箭一顶上牙塘 一脚单天一粒混圆器 使用达摩老祖一斤斤的功夫 气关于单天 单天关于良辟 再看白云瑞那个胳膊 比正常情况下 能粗了一倍 不但粗了 而且 帮硬帮硬着 尽管那位使劲掐 但是没掐动 这就得说 白云瑞 功底太扎实了 他不是受过白云剑客的真传 哪会这种功夫 这下可把他救了 云瑞不但说攒利 与此同时还使了个老龙斗甲 朗木钉一晃脑袋两倍一摇 就这一晃力大千斤 把那个人的胳膊给甩开了 啪就离下 那个主 登登登登登 倒退了有四五步 云瑞身子也没站稳 往后退了几步 幸亏用刀一阻地 他没趴下 尽管如此 白云瑞这个胳膊 腿脑袋 仍然在发麻呀 啊 什么人 白云瑞是力声断鹤 就见对面那个主 先是一愣 而后发出一阵奸笑 哈哈哈哈哈哈 小猴崽子 你他娘的还真会几手 破了我这一招 啊 真不含糊 难道说 你就是白云瑞 不错 正是小达摩 你是谁 嗯 好吧 既然问我是谁 就叫你做个明白鬼 我是云南东海 毕霞宫来的 我们一共亲弟兄二人 我大哥 叫三尺 毕灵魔 陆坤 在下 人诵 绰号 分天神魔 陆青 誓言 云瑞这一听着脑袋 无闻力一声 好像没趴下 说不是白云瑞胆小 听着人的名声 真是轰雷贯耳 你别看没见过 早就听说过 那还是在四川学艺的时候 白云建克下火人 除了教他练武之外 就给他讲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 都有什么高人 这些人都有什么能耐 得向云瑞灌输知识 白云建克曾经不止一次讲过 云南东海闭霞宫的二魔 这俩小的是最不好惹 亲弟兄 特别是他大哥 三尺地零魔路昆 这小的横的邪火 连八十一门总门长 普渡都拒他三分 眼前站这小子 是陆坤的亲兄的 叫陆青 人送绰号飞天神魔 陆功夫 仅此于他大哥 在武林之中横行霸道 就是成林的剑侠 也畏惧他们几成 这两个人有个共同的毛病 就是不怕死 连孙心狠 熟毒 落到他们手里的人 多数都活不了 白云建克曾经告诉云瑞 你在创当江湖的时候 一旦要遇上这哥俩 千万多家精神 他们两个人 善打金连掌 而且掌上有毒啊 打到你的身上 毒气 归心 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 而且他们打 还得他们治 外人得不着这种解药 因此是非死不可 像这种事 白云建克告诉小达摩 数十次之多 因此云瑞的印象相当深 他觉得 我离云南太远了 万水千山 不定哪年哪月 许能遇上这俩人 结果想错了 没想到在八宝 跌云峰 青松狼牙剑 在这碰上了 云瑞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书中代言 这个老家伙 怎么上这儿来了 原来半只封网点 准备召开人头盛会 很多日子以前 就撒了不少的请帖 其中有一份请帖 就送到东海陛下宫 他准知的 有几个人他请不来 头一个 金灯剑客下随梁 身份太高 他知道这搬不动 第二位 九头神雕 继承达 身份也太高 也搬不动 唯独能请来的 就是陆氏弟兄 这哥俩又好斗 又好斗 不好斥 只要把这哥俩 请来一个 我这八宝跌云峰 谁也不怕 陆氏弟兄要一出头 那小武艺算个屁 能夹得住他一划了吗 一队金连掌 劈着扒扒 球也拍扒去了 他就这么想的 因此派了一个 寻山的寨主 拿请帖 赶奔东海陛下宫 走到广西桂林 结果遇上了 正赶上飞天神魔路青 到桂林呢 看了一个好朋友 这好朋友 姓李 叫李成独 人送混号 叫大刀镇江南 他俩的关系不错 这李成竹呢 也是被约当中的一个 下书之人 先到老李去 正好巧遇陆青在这 顺便把这请帖 乘上 这个陆青看完了请帖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又问这个寻山寨主 说你们总下寨主 请我们弟兄 为什么呢 什么叫人头盛会 这寨主乐了 老建客 你还不知道 因为您那远在云南 您您对胡广这方面发生的事 您不清楚 这个人头啊 是徐良的人头 这个徐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开封府的忠师爪牙 专门跟咱们陆林人为仇作对 特别是 中三门 下五门 左八门 右八门 莲华门 莲华派 昆仑派的人 他是恨之勿苦 见一个杀一个 见俩杀一顿 如今呢 恶贯满盈 死在葵花岗 被一个叫白莲花艳峰的 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 我们总下大寨主呢 为了祝贺这次盛会 让天下的陆林人 开开心 结结闷 故此呢 才举行一个人头盛会 给死难者也报不仇 让大伙也高个性 因此呢 请您老人家参加 没想到在这儿遇上您了 和陆青们的嘴撇得跟瓢一样 哪儿冒出个徐良啊 小毛孩蛋子 死后还这么大的威风 为他还得开个人头会 恐怕 小题大做了 不不不 老建高 在您的眼目之中 是这样 但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可并非如此 您是不知道 这徐良这小子真厉害 他是死了 不幸要活着那会儿 就是您让人家跟他动手 也未必 怎么 我跟他动手 也未必赢得了他吗 不不 下次我不敢那么说 就是您那也得费点劲 哈哈哈哈 好吧 恭敬 不如从命 既然你家总侠寨主 有此盛情 老朽 我就溜达一趟 他就跟姓李的起一声赶奔爹晕风 因为呢 他在路上啊 朋友多 这耽误三天 那儿耽误五天 故此到今天 才来到爹晕风 他一进大厅的时候 正赶上网点他们 从山崖回来 把白玉瑞他们困到棺材沟 搅着心里头比较舒畅 回来休息休息 没想这事 路青到了 把王点乐他 隆重接待 设酒席款待的 一问路青从哪来 这飞天神魔 把经过讲说一遍 话题一转 就问到正题上了 总教寨主 你那个人头盛会准备什么时候开 嘿 王点苦笑了一下 老健哥 事情变化太大了 人头会开不成了 为什么 人头啊 让人给偷回去了 啊啊 谁偷的 太跌天了 您别看 还开个什么劲 故此我改变了主意 这才把他们困在棺材沟 王点把经过说了一遍 哦 路青就问 这帮人还活着没 活着呢 我准备把他们活活困死 让他们不吃不喝 把他们干不死 饿死 渴死 哼 路青不太赞成 把脑瓜画得跟不能骨一样 大大主 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 这是无能为的做法 有能力 讲究一刀一枪一拳一腿 都得是真武艺 用指摸的办法把人困在里头 这是喜好人之见 王点也不敢抬杠 连连点头 是是是 可是我手下没有什么高人 也只好如此 另外路青说 这白云月现在在哪呢 也在那困着呢 哎呀 他有那么高的能耐 能困得多 烟七扬八呀 这个男人的话 得七天才能饿死 女的八天才能饿死 白云月有功夫 恐怕七天呢 俩七天也死不了 那你得等到什么时候 那 那你说打又打不过 抓又抓不着 那怎么办呢 我倒有个主意 一会我歇会 啊 我到那块看看地形 料实小技 把他们升旗活拿 就这样 王点陪着他 在棺材沟就石崖上转了一圈 飞天神魔路 情况下 一看啊 是这么个情况 他就想了个办法 跟王点商议 你给我准备一条绳子 我晚上到那把绳子系下去 他们在沟底 不知道山上的变化 也猜不透我是谁 我用金沟钓鱼之法 一个一个给他们吊上来 吊上一个抓一个 吊上俩抓一对 连白云瑞他也跑不了 到时候把他们全拿到中平大厅 任凭债主 傻瓜存留 你看这多好 你讲话了 这个白云瑞不赐于徐良 那就不如 还召开这英雄会 让大伙丑丑活的 吃酒中间 一刀一刀把他们拉了 不比那人头会 更有兴趣吗 哎对 王点大喜 不过他挠了挠挠的 老建哥 您有把握 这这都吊上来 要补了不住 咱就强功尽弃了 哈哈哈哈 哎呀大战主啊 可笑可怜哪 你被他们吓破大哥 也慢说白云瑞 你就把他老师 把他师爷给哺了来 你问我怕不怕 我这对金连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 我这一巴掌 我让他毒气归心耳王 您还怕什么呢 要跑了 从我说 这家口气真大呀 有很多人不爱听 但是不敢抬杠 王点也怕得罪他 也就点头答应了 故此 非天神魔路青 才使用这一招 绳子吸下去 谁先上来谁倒霉 上了一个他一抓 这位半身不随 顿时昏迷不醒 整掐的你穴道上 他要不给你破了 你就明对不过来呀 最后轮到白云锐 这个路青啊 一高人坦大 把形势估计错了 他认为白云锐 你又没注意 我这一掐 你不是跟他们一样吗 哪料想去 有功夫 你能掐得动吗 这一下没掐动 还把他好学 没甩个跟头 这路青也乐了 心中暗想 难怪王点 被白云锐吓破胆 难怪山上 几百个英雄 一提到开封府的人 脑袋都疼 威敌如虎 也别说 还真有两下子 你看这小孩 长得溜光水滑 好像念书的学生 眼角没烧 比大姑娘都好看 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 路青又恨 还有佩服 顾此的狂笑 听云锐 报完了名字 这老家伙往前紧走了几步 白云锐 我问问你 你师父是谁 云锐一想 这不能不说 顶着步往他面前去站 胸脯一拔 我有三位老师 头一位 少林拔的名僧第三位 封僧最普提 林空张老 哦 封和尚 是你师父 还有谁 威震西方老鸢鸦 公也受缠 那是我第二位老师 和 公也这老家伙也插手了 还有谁 我的正式老师 就是四川峨眉山白云罐的罐主 白云剑客 下后人 嗯 怪不得 老白头是你正式老师 行 要说我不服老白头 那我是疯子 那是峨眉寺的剑侠 头一位 确实有点下子 难怪你小的这么厉害 不过白云瑞啊 你再厉害 你跟我比 你差的太多了 可不是差一点万点 你说你怎么办吧 是让我费事伸手呢 还是你自己自被欺负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 拿手把你捆上 你跟那帮人待遇不同 我绝不叫你遭受凌辱 该吃吃 该喝喝 嗯 让你痛痛快快的死 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话 要叫我费事 看见没 你比那帮人还惨着 我一刀一刀 我把你剐了 怎么得大叼 快点给我个答复 云瑞一瓶 这小子跟疯子似的 口吐狂言 白云瑞火往上撞 呸 姓陆他 你弱大年纪 真是恬不知耻 你没打听打听 白云瑞是好惹的 叫我扶你 行 你得给我露出两手 就凭上嘴唇就碰下嘴唇 大参把我吓住 门都没有 哎呦 哈哈哈哈 小兔崽子 真有点骨气啊 好 该的老爷子 我费点事 哪里都算 就见的眼珠一转 放出两道金光的右脑身 就到云瑞进前了 白云瑞 没等他身手呢 双手捧金色龙鳞 闪电劈 往下就剁 唰就一刀 陆青往旁边一闪身 刀走空了 再看陆青手机 发个 哎 啪 撒手指的把刀背给掐住了 您别看拿手指的掐 比铁钳子夹的还结实 云瑞本想抽刀换招 没想到刷一眨眼 刀将人抓住了 小达摸双手抓着刀把 痕迹往怀里一拽 温丝没动 再看陆青 抓住之后 手一撒往下一拍 撒手 一巴掌打到刀背上 云瑞脚着胳膊一麻 宝刀落地 呦 白铁汉坏了 这小的不光是吹牛 这招真够绝的 这两只手比锤的分量都大 刚然一愣就见陆青往前一根部 探三个手指的掐白铁的耿嗓 云瑞往下一鼻头 赤手空拳 跟他站在一处 这阵小达摩也豁出去了 把三个老师的真传全抖了出来 头一招 少林神圈 翻天三十六路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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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一招挨着一招 等三十六路 少林神圈练完了 啥啦招数一遍 又使用冤阳杠 这是公眼瘦肠的真传 陆青一边打着 一边难笑 笑什么 巴了 人们常说 长江水后浪催前浪 尘世上一对新人 替旧人 又倒是后生可畏 这话一点都不假 可真没想到 这个小娃娃岁数不大 有如此的决意 我还真使上劲 这么老半天 没把他捕得到 这不是笑话吗 要这件事传到东海 陛下公 岂不让我那师兄弟们 耻笑啊 好了 我该得下毒手的时候了 本来想抓个活的 现在看来活就是不行了 他也不让抓 干脆 我一斤连掌 我把你打死就算了 再看陆青 身在外下 一踏踹踹踹 一换招使出决意来 云瑞就盯不住了 白云瑞就叫这眼花聊了 前面也是陆青 后面也是陆青 左面也是右面也是 四面八方全是了 也不知道哪是真的 哪个是影子 到了现在 云瑞把气望下 一沉 尽量拿绝招 看官定士 封住门户 这就叫 不情有功 但求无过 平安即是福 这招就是白云健克教的 告诉过云瑞 如果你亲临大敌 欲成硬手 你脚的不行了 你就把这套章话使用出来 能拖延时间 保你不死 但是这是被动的 只能在这挨打 不能还招啊 能坚持多长 这玩意很难说 白云瑞的汉毒的滴滴打打下来 陆青啊 鼻子尖一见了汉了 他干什么呢 他恨他自己 我怎么就打不着呢 就凭我陆青练不过练六七十年 我怎么就打不死他呢 正在着急的时候 旁边有棵树 树上坐着个竹 这竹来的时间可不短了 首分之夜 往下看着 底下动手的情况 他看得清清楚楚 你看呢 我得下去了 再不下去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这条小命要交代 想到这里的首分之夜 蹭 跳到平地 高声喊河 那个娃娃力 瞧瞧 小子不要猖狂 白云瑞 白云瑞 大战露卫大战露青 两个人打得是难解难分 仰看着云瑞 看着云瑞就要不行了 树上 窗跳起来的 说话的声音不高 但这味太特殊了 嗯 嗯 那个娃娃力 瞧瞧 那个露青 不要发为仨也 仨是仨来了 这味儿这一出来 就好像炸雷一样 啊 飞天神魔虚晃一掌 跳出圈外 扎着地盲是回头关销 白云瑞 利用这机会一哈腰 把自己的宝刀捡起来 跳出圈外 压刀光阔 什么人 再看树下 站定一人 周身穿青 遍体挂躁 头上 六愣抽口 软摊的壮帽 顶梁门 倒拉三间瓷壶叶 并插青龙球 寸排骨头扭 狮子派 大带沙腰 蹲当滚裤 抓地虎的靴子 狮子沙花的镖囊 大衣在后边背着 身边背后是空刀鞘 在手中 请着明慌慌冷森森 大昏金丝薄刀 这两道白眼眉 这是格外的鲜眼 白铭的眼睛一亮 三个徐良 别看没见过 那太熟了 白眼眉微记 前者他倒回人头 众人鉴定 那不是徐良的 有一点可以断定 徐良没死 杀哪气了 谁不知道 因此徐良出现在面前 这事不奇怪 来的真是徐良吗 一点都不假 你想这白眉大侠的书胆 就是徐良 他要死了 还能有书吗 那么这么些天了 徐良干什么起来 这回徐良 遇上点特殊的事情 这能为啊 比当初又强的多的多了 在前文书咱们说 徐良追赶紫面金刚王顺 非要把这个假徐良抓住 给爹爹报仇血恨 那徐良就像疯了 孙哉后的脸 这个假徐良 也不是省路灯啊 论能呢 是不如徐良 但是在一般讲起来 那也是人间子 徐良抓他还真费劲 离开东京变梁 奔南部就下来了 一开始呢 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后来这个假徐良 村庄过阵 他不定藏在哪 这儿这徐良就费了劲了 有时候能看见他 有时候看不见 看不见徐良还得反他 真好像大海摸针相似 等到了南省江夏县 断了仙 徐良再找着王顺 踪迹不见 他就在江夏县 逗留了五六天 也没找到他的影子 山西岩一跺脚 哦 用拳头狠狠吹自己的脑袋 你个绿球球 你个发筒 你当这样就叫他跑了 把徐良后悔就不得了 但是他这个人呢 心比较困 徐良找个没人的地方 坐下 自己劝自己 着急没有用 该报不报 时辰也到 迟早有一天 我得把他抓住 还得要活的 拎到三老的零钱 给我爹 给我两位伯父 活祭林啊 这一点要做不到 我就抹脖子 非得叫你洗刷 我的名誉不可 徐良先下这么颗决心 这个火呢 他就往下销了一半 公司先找这饭馆吃的饭 然后注意访茶 他一琢磨 这个王顺 不敢到周城府县 他很可能到毕竟的之处 徐良一想 附近有没有什么山 有什么岛 有没有费窝子 他去的这可能性大 这一天他找来找去 找的一座山叫小孤峰 他听说这块有一伙强人 但是这伙强到啊 还不像一般的那样 不骚扰老百姓 山上有个寨主 叫立地金刚 叫无报 无寨主 听说这人武艺挺高 也不抢男霸女 但是杀赃官除恶霸 老心一想 要不就我到小孤峰看看 没必要超山灭岛 咱们以私人的身份 我去拜会拜会 如果王顺在这 那当然更好 不在 我就等于溜达一趟 因此他赶问小孤峰 离着小孤峰的山口八里地 到边有片树林 徐良打算方便方便 用手解裤腰带 他就进树林了 哎呀没想到 正好遇上的老头 在这要抹脖子 旁边还跪着不少人 正劝这老头 您别死 您别死 哎呀 您千万不可寻辞短见 这老者是老泪中横啊 手里提着把刀 搁到脖子上还没下手呢 就见这老者是连晃脑子在跺脚 天哪 天哪 砸锅卖铁我也赔不起 我暮死怎么办呢 你们都给我闪开 别劝我 徐良这么一看 一着急 连屎再尿都没了 这主要是精神作用 徐良赶紧把裤腰带系好 卖不来的人钱 想瞅瞅 你们这是这么回事 老头一回头啊 认识徐良 啊 您不是开封府三品带刀 御前护卫 徐三将军 不说是我 你是哪一位 哎呦 三将军救命 三将军 这老者把刀扔了 跪到徐良的脚下 一个劲的磕头 徐良瞅着他 也有点眼熟 但究竟是谁 实在想不起来了 老仙用双手相颤 老仙家亲戚亲戚 你 你是哪一位 咱们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见过 您是贵人多忘事啊 我不是东京西门外的吗 我住在沿街滩 我姓蔡叫蔡丽 人诵戳号 金刀蔡丽啊 我经常到开封府去办事 咱们见过 哦 对对对 哎呀 在一乡 遇上熟人了 徐良一看这蔡丽 老得不像话 八十来岁了 这老头子灵活人 这是干什么去 老仙说你别着急 咱找进去唠吃唠吃 有什么事你跟我讲讲 我咱是能办到的 一定尽力而为 就要这么在树林 洗地儿而坐 旁边那些人也不着急了 用羡慕的眼光 盯着徐良 拿他就当救星了 蔡丽把眼泪擦干净 长叹一声 徐三将军 我要说就是老了 不省心嘛 因为啊 我立场的教徒的 这大半辈子 咱俩糟钱 朋友们大伙就劝我 说这钱是有数的 你早晚了花光怎么办呢 应当制点房子 制点地 这跟徐三将军 您提 我对那个毫无兴趣 什么房产地业的 都是身外物 我这一死俩腿一灯 什么也带不去 因此我不同意 后来老朋友们 又给我出个主意 在开封府 降福县呢 领个许可 干脆在风球门外 开个标局子 大标咱保不了 小标嘛 数目不太大的 还行 凭着我这个老人员 凭着我这些徒弟们 要说开这个标局 还是不错的 因此我就同意了 您忘了 三年以前 我到开封府去 办理这手续 您就见过我 是蒋四爷 给我乘到包厢爷 台前的 没费劲 把许可就领下来了 标局子也开张了 我那小标局 开张的时候 爱武爷爱武 还参加来的呢 挺热闹 我开的是 风球门外的 镇远标局 这三年来啊 还真挣了俩钱 我带着我这徒弟们 东走西逛的 对我这深圳骨 也有好处 哪知道 大祸临头啊 两个月以前 我接了一波买卖 就是咱们东京里面 著名的大财主 吴半城他们家的 他想叫我呀 到镇江取他 送十八万两白银 然后在镇江 有批绸缎 拉回东京 答应给我 两万银子的报酬 这个数目 虽然不算太大 但是作为 我们小小的标局 相当可观了 就要怎么样 我领着弟子们 保这支标 赶本镇将 这不吗 刚走的小孤峰这 就前面不远 出了一伙 山大王 这帮人是吃生米的 我怎么说好话 也不开明 不但不开明 把十八万两银子 都给截去了 三将军 你想想 我就砸锅 卖铁 把骨头扎得碾碎了 我又包赔不起 我回去 我如何交代呀 故此要寻辞短见 正好遇上 三将军您了 三将军 您救命啊 您是第一的高人啊 您要说句话 比千军万马都强 三将军 您可不能不管啊 哎呀 徐良一听 他说的挺智诚 这蔡丽 一行迷的 两行眼泪 也怪可怜的 老星心中暗想 你哪知道 我这这也有事 我比你还着急呢 我爹死了 大仇未冒 杀父的仇人 逍遥于法外 我还不能 一下把他抓住 我哪有功夫 管闲事 可有心不管 又是老熟人 求得眼前了 这个不字 说不出口来 再者一说呢 徐良是开封府的官人 专管抓拆办案的 人家蔡丽跟徐良说 就等于报案 你吃的是这碗饭 你说不管 这话说得出吗 也说不出 徐良只好把自己的事 暂时放在一边 好吧 老周家 你不要难过 我替你办一办 你说 那个山大王 叫什么名字 都说了 我想想 想 想出来了 是小孤风的大寨主 叫什么 立地金刚 无报 对对对 叫无报 那些伙计们也说 这小子可厉害了 掌中一条冰铁大棍 把我们都打坏了 不然的话 能叫他把东西抢去吗 好了 好了 我说 蔡丽啊 你也不要难过 咱们试试看 能把影子给你要回来 当然最好 要要不回来 你也不要怪我 无能 山将军 您太客气了 您出头办的事 还有办不成的 那也不一定 我现在正走倒霉字 孙爸爸 你们把东西收拾收拾 领着我去 好嘞 哎哟 蔡丽也不死了 把东西归着归着 俩手往嘴里的一身 再搂搂搂一大胡哨 闹了半天 四面八方 还有不少徒弟跟火去呢 都将人打散套了 哪里都有 这一大胡哨 人住见龟龙 一共五十多人 徐良一看这惨劲 咬得胳膊舌了 咬得腿断了 还在边儿抬着 咬得鼻青眼肿 狼狈不堪 蔡丽一查点人数 索性的没死人 徐良说怎么办 受伤的在这儿等着 不用动 不受伤的 跟我去十个人就行 就起个带路的作用就可以 蔡丽经过商议 让两个徒弟在这儿守着 挑了十二个人 都是精明强干的 包括蔡丽在内 领着徐良赶奔小孤风 徐良也没必要探善 就以自己的名义 到这儿来拜善 但能和平了结 最好是和平了结 不多时到了山口了 这是个大甩弯的道 正好在景观街要的地方 就是山寨的寨门 你要想在日后 是燕过八毛 蔡丽用手望 坡上一指 三脚军看 那就是寨门 我们就在这儿出的事 哦 好了 徐良登登登登 奔寨门来了 白天呐 离这寨门还挺远呐 被楼楼兵发现了 嗯 不是谁这是 哎呀 丢标的老家伙又回来了 搬来救兵了吧 这楼楼兵把弓箭就准备好了 站住 再往前来 开空房间 站住 不争前进 徐良挺听话就站住了 冲着这些楼楼兵去抱拳 弟兄啊 不要误会 我们不是攻上灭倒的 我要求见你家总下大寨主 发老你们给通报一声 你是谁啊 在下姓徐啊 我叫徐良啊 仁宋绰号 三首将军 我是开封府的 你是个 哎 徐良 没有不知道的 有的眼界梦的 要真的 白眼眉 可了不得 这蔡立人的白眉毛 快给债主爷送信去 撒脚如飞 到底不送信 立帝金刚无报啊 真高兴呢 这银子都在院摆着呢 有几个先生在这过树 他笑呵呵背手看着 这无报心里说 这点银子足够我养老的了 哎 今后金盘洗手不干了 前三弟兄 我远走塞外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买一所庄宅 一度晚年 再不冒这个风险了 他心里他正美了八字的时候 楼兵进来 包 包大人住 可不得了了 丢标的那个蔡立 今天老家伙又回来了 他回来想干什么 他把那个白眉虚凉 给搬来了 搬谁能 谁 白眉虚凉 就开封府那位白眉大侠 厉弊金刚当时就挫了把劲 你们看准了吗 他不是吓唬人 一点都没错 我们都看见了 白眼眉为记 说话还那个味的 哎呀 吴抱心说 这事真乖 徐良在开封府 怎么能来到我这呢 不行我得去看看 吩咐一声把骆驼舵子 全赶到后院 他点起了一百精兵 手提兵铁棍赶奔寨门 灯高望下一看了 一点不假 正是徐良 他虽然跟徐良没见过 但是徐良这个名望特大 不管什么地方人提起徐良来 面如紫阳杆 两道白眼眉大片 黑牙根一走道三道 玩什么模样什么模样 他这脑海之中有深刻的印象 就好像见过多十四次的 哎呀 立地金刚一瞅 撒胡就飞了俩呀 心说这徐良难道说 领着开封府的人 来评我的小孤芳 不好 大火临头啊 他一看 不对 徐良就一个人 身后跟着一伙 那不是蔡立的伙计吗 不像公山的 我可多加点防备 想到这儿他就喊他呢 大 我说对面那人 你是徐良吗 徐三将军吗 他不错是我 徐良一瞅一个大个 这脸蛋的跟烟熏的似的 长得十分魁梧 手中提着一条大棍 不用问 他就是山上的大寨主了 不错是山西人 你姓吴 叫吴豹吗 哦 是我 大寨主 老家把寨门开开 我要登山拜望 有几句话说 你放心 我没有别的意思 诶 等我想想啊 这吴豹 把几个当兵的头目叫过来了 一商议 还非得叫徐良进来不可 拦你也拦不住 这是人家说好的 要一瞪眼杀进来 那么弄个自讨无趣吗 吴豹一想叫你进来 我听听你说什么 徐三将军 料等天客 准备 准备 几个头目跑进去了 在两郎之下 埋伏了一百名刀斧手 看颜色号令行事 他也怕有别的事情 都埋伏好了 吴豹这才命人开门 等开个门之后 他夹好夹后的 亲自接出来 来到徐良进前一看 嗯 真跟川说的一点都不差 徐三将军 大驾光临 三生有幸 没想到哪阵风 把您老人家吹来了 欢迎 欢迎 徐良 你看这家长得挺黑 说话还挺会说 老心没必要得罪他 因此也冲着他一抱拳 大寨主 多有打搅 欲心不忍 哎呀 你哪儿的话呢 您是贵族 不太见地 既然来了 那就是往我们脸上贴金了 李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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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等 我说大寨主 这个老头姓蔡 叫蔡丽 是我的好朋友 大宋跟着我一同进去 不知大寨主 允许否 没说的没说的 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我请都请不来 欢迎欢迎 到汪里请 蔡丽一看罢了 人的名书点 你拿房财来说 我领着飙车 带着一过 哎呦 你瞅这无报 这个横劲 比同一步狗 还横着八成呢 横眉立目的 这么不行 那么不答应的 你看 人家徐良这一来 一报名 他当时就搓了半截 看来我这十八万两银子 有希望要回来 简短接说 到了中平大厅 大厅房里头分兵主落座 这无报啊 满脸都是笑 把茶水捧过去就问 西三将军 你来了 有什么吩咐 吴寨主 你请坐 咱们一笔啊 写不出两个陆林来 我可不是平山灭岛的 话又说回来 假如 你办了什么坏事 我领了飞枪火票 那我就得伤手办案 现在不是这么回事 我办我点私人的事情 在此路过 是方才遇上蔡立 在林中要抹脖子 我一望怎么回事情 才闹清楚 闹了半天 他的银子 全叫你接来了 我看大寨主啊 这么办 你呢 就把这个脸杀给我 把这十八万两银子 入宿给了他 不然的话 他砸锅卖铁 也包裴不起 假如大寨主 手头有点发紧 好吧 我可以给你一部分精英 你看怎么样 徐良答应给他钱 这五报一听 迟愣了一会儿 这个 哎呀 我徐三将军 您说这话呀 我太感谢了 不过 他 他这事我做不了主 你还做不了主 你不是大寨主吗 不错 是大寨主 您没到过小孤风 您不了解详细的内情 这山不是我的 是一个高人的 我替人家管这座山 比如说吧 今天我做些这买卖了 多少钱 如数寄成账 我得交账 到时候我给了您了 人家向我追问下来 我不好交代 当然 我没有不给您的意思啊 我是说 您先等会儿 我请示过那位之后 再给您答复 呦 那个倒是谁 您别笑话 那位就是我师父 人性戳号 寻山手 叫杜坤 我得问我师父 好吧 那我也不强人所难 我就在这坐一会儿 你去找着你老师 最好把他说通了 以免着咱们两家发生争执 哎哎 我这就去 吴豹转身 刚要走 就见连龙爬一起 我也不记那个人 谁啊 谁口气这么大 跑到这儿药镖来了 你长几个脑袋 一声音还挺高 徐良甩脸一瞅 进来干巴巴一个老头 这老头身高能有七尺卦力 大徒脑门子 奔着头翘下巴 一对圆眼睛 花白胡 往前掘掘着 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衣服 打着半截鱼鳞锅腿 蹬着一双 半截翘尾巴 千层底的洒鞋 老者往这秀面 干净利落 光头没戴着帽子 后脑勺 往这小嘎嘎揪 再后的跟这四个 飙行大汉 来者非别 正是小姑峰的老寨主 总陶 熏山搜杜坤 吴豹一看 错了半截 十号 我刚想找您去 您来了 咱这有客人 注意啊 说着话 这吴豹往眉毛上 比划那么一下 那意思您注意 可是白眉毛 他师父根本没理这根胡子 来到徐良面前 把手一背 上一眼下一眼看了 七十二眼 您就是山西大宴 三手将 多被人熊 徐良 是哪阵风 八室划到这儿来了 刚才我在外边听说 张口要标 闭口要银子 这话是出自您的口中吗 徐良一看 这小子找茬来的 你看那吴豹 长得傻得黑素 还挺好说话 这家伙是个牙子 徐良经的事太多了 老徐良一乐 一点儿不假 我是那要影子的 那么老英雄你说说 是给啊 还是不给呢 徐良把眼一瞪 就叮了他的脸上 杜悟空搬到他一步了 这话可难说 想给又不想给 说想给 我得看看徐三将军 何许这也 九文大名红 那管耳 老朽打算见识见识 徐良一听这不来了吗 好啊 要想见识见识太好了 你说吧 是屋里边 是院里边 院里都宽照 强 杜昆才要大战 徐良 徐山走杜昆 非要跟徐良比武 这就叫自不量力啊 这老头怎么想的呢 他认为我徐山手 在江南也有这么一号 谁不知道 这小顾风啊 我也创当江湖四十多年了 你说叫个徐良来了 几句话 把银子就要走了 将来的 将来被人们 比刘映了 比刘映了 我见识见识这白眼眉 究竟有什么能味啊 杜昆出于这种想法 所以才坚持要跟徐良比武 他来到院里头 短一斤小打扮 把腰里的带子 连紧了几颗 把小嘎嘎揪 重新盘了盘 把架子就拉好了 他徒弟立的金刚无报 和手下那些头目 当然得向着他了 一个个舔胸蝶肚 暗地之中替老师使劲 那蔡丽啊 有点害怕 蔡丽一想 这些山大王啊 都不是东西 有时候笑里仓刀 有时候说翻脸就翻脸啊 不管怎么说 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 强龙和南亚地头蛇呀 光指望一个徐良 能不能行啊 万一徐良要吃了亏 我这银子就完了 银子要不回来 我还得接着茬死了 哎呀 但愿苍天睁眼 保佑徐三将军 大获全胜啊 这是他的想法 其实徐良呢 根本没拿这当回事 谈笑风声 笑笑呵呵来到天津当院 插着腿 哈着腰望着一站 我说杜空啊 收手吧 那里走 江湖长 先使了个单撞长 奔徐良的花盖穴 老心一补了脑袋 啪 躲开了 紧跟着杜坤 又使了个双撞长 俩手一合 奔徐良的心口 徐良一转身 又躲开了 杜坤收掌 线腿啪 又使了个顺风扯旗 当徐良的阴面骨 徐良使了个张飞骗马 一个跟头 又躲开了 连着躲了七招 没还手 这杜坤打着就没意思了 哎 我徐良 这叫什么比武啊 你怎么不还招啊 徐良愣了 我说不哭啊 我这人就有这么个毛病 跟谁伸手 得相让三招 尤其是我这次到你这来了 咱们两人初次相逢 我应当多让你几招 顾此没有还手 哎 徐良 用不着 咱两个人比的是武 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你让我 我也不领情啊 好吧 我知道你不领情 不过咱们两个要打的 打出个名堂来 不能无缘无故的在这费这个力气 那你说吧 什么名堂 我这次来主要是要影子 替你们两家和解这件事情 能和解了是最好 假如和解不了 我想蔡莉也不能沙巴甘休 可你这个地方又不是在世界外边 你是大宋朝寡侠呀 有庄 有瓦 有王法的 你这张杀抢人家的东西 本身就发了发了 到那时候 我也许帮着蔡莉到官府报案 那官府来了军队 我看你恐怕招架不住 假如要听了我的话呢 和平了结 也不凭你的伤 也不灭你的债 把鹰子给了我们 嗨嗨嗨一笑咱就算拉倒 可是呢 看你这个意思 这一点做不到 非比武不可 那比不能白比 假如你要不是我的对手 你打算怎么办 行 徐三将军 你说的太对了 我要不是你的对手 十八万银子 我双手 我双手奉送 我不要了 行不行 这可是你说的 你今天多大年纪 六十有七 不小了 将近古希之年了 我希望你说话 算数 假如说我不是你的对手 咱这么把得 鹰子我不要了 官司也不打 也不禀报官府 这十八万鹰子 我去包赔 你看怎么样 好 徐阳 咱俩可没跟我事 咱们可说准了 大家可以作证 那你放心吧 我从来三个人不说瞎话 我再跟你声明一点 什么事 咱们两人打 时间不能太长了 因为我还有事情 我准备就跟你打五招 五招 杜昆一听这玩意真新鲜 打着还限定招数的 徐三将军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很好懂啊 我就告诉你 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五个照面 我就算数 哎呦 我杜昆起了一步的脑袋 我杜昆啊 在你的面前连五个照面都过不去 也太狂点了 简直吹的没边了 三将军 一言为定 我要过来五个照面 那算你赢了 我输了 赢子我给 你看怎么样 一言为定 财力在旁边一听 可他要了我的病 我这徐三将军这个人挺随和的 从来没看到吹过牛啊 今儿怎么了 怎么是大话都说绝了 万一五个照面赢不了人家怎么办 哎呀呀呀呀呀 我这银子不就完了吗 我能叫你包培吗 彩丽急着汗珠子下来 是徐良狂吗 不是 徐良这人一点都不狂 他心里都有数 五中十三派八十一门 有什么样的高人 有什么能耐 他心里清清楚楚的 根本就没听说这么 寻山走渡坤 陆路之辈 徐良创当江湖多少年了 什么人没见过 他心里都有底 你又不是什么 成了名的剑侠 我跟你伸手 你也就几个照面 徐良把大话扔出去了 结果两个人一伸手 说话呀 不光说呀 你得做到 徐良一伸手 先打杜坤的面门 老人家 招掌 这一招叫乌龙探招 杜坤一看 水了 瓦唧的就过来了 这手跟棉花瓜一样 打上都不太疼的 往旁边一闪身 徐良掌走空了 杜坤使了个金龙双胶剪 狮子插花往上举胳膊 一摞徐良的腕子 再看徐良软绵绵的 把胳膊撤回 左背轮开 一点劲都没有 使了个单风挂耳 他还怕这杜坤不明白呢 第二招 单风挂耳 软啪啪就来了 杜坤往下一低头 徐良一掌走空 两个人一转个 还没等杜坤晃掌呢 徐良这招可够损的 后背冲着杜坤 朗不真使得个倒踢紫金官 这一招太快 出乎杜坤意料之外啊 谁能想到他脸朝内面 腿往后提 啪就这一有 正登到杜坤腿跟上 把老头登出一丈五尺多远 哭腿来了个钉堂 徐良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了 这下我没注意 老头再快请起请起 活动活动 踢坏没有 杜坤就脚这条腿都没了 活动了万年啊 瞪着俩眼瞅着徐良 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给踢上去 这位是不是不服啊 从来 这不算啊 从来 多次你服了 多次拉倒 这杜坤厚的脸皮 蹦起六十一拳 徐良闪身躲过 他第二掌被徐良前行一打 老心使得黄龙倒转身 正好转到杜坤身后 不能杜坤变招 徐良伸出一掌的 正推着肩头上 老人家 躺下 使了三成劲 杜坤哭通一声 来个高吭屎 徐良过去把他扶起来了 算不算 不算还来 这杜坤把脑袋一拨 算了吧 我这两下子干脆什么上手 怎么败的不知道 哎呀 我找徐良插的太多了 这人说话不能不算数 杜坤脸一红 冲徐良抱拳 三将军 恕我自不量力 惭愧惭愧 我服了 说话间 把徐良菜力 以及其他众人 让进大厅 徐良抱拳兵手 老人家 话夫掐压 把银子傻给我们吧 一定一定 我怎么说的 我就怎么办 不过您别着急 银子在后院 我还得过过书 看看缺不缺 少不少 你看人家说这话 也在情理之中啊 徐良蔡丽 再怎么着急 也得叫人 过过数 杜坤 告诉 无报 陪着三将军 跟蔡老英雄 我到后院 点银子去 说点银子 等到了后院 这老头脑 脚的心里 都不是滋味 这跟他栽 得太爆了 我就纳闷 我创造江湖 四十多年了 怎么在他眼前 就跟小孩走路似的 都走不稳 那都 哎呀 真窝囊 这银子还得给人家 他往后院 一丑 骆驼舵的 白滑滑的银子 十八万两啊 这玩意真心疼啊 哎 他围着骆驼舵子 转了几圈 先没过数 回了他那屋 回屋干什么 他这有个客人 为什么无报下山 他没露面呢 他陪客人说话呢 这客人可不是个手游灯 这位啊 走长途有点乏了 头朝里脚朝外 正在这休息 寻山走 杜坤进了屋了 往椅子上一坐 是长须短探 哎 哎 霸凉了 这客人听见了 一翻身坐起来 怎么了 老哥哥 出什么事了 哎我这跟他栽的 太爆了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我丢了人了 什么事了 哎 刚才咱孩子 不做了波买卖吗 啊 不是结了一支标 你还挺高兴 十八万两银子吗 对啊 结果出事了 丢一标那老头 蔡丽 请了冤兵了 人家到山上要标 你说你不答应怎么办 哈哈哈哈 哎呀我老哥哥 你怎么了 你这么大能力还怕这个吗 他不要标 就把他收拾了呗 你说傻话 我收拾得了吗 我栽了跟头了 到那一伸手 我就趴下了 是吗 这人是谁这么大能力 哎 我一提你也知道 山西艳白眼 没虚量 来的这客人 就站起来了 徐良 不是那个白梅大侠吗 可不是他谁 那醋老心 一说话是那个味儿的 叫人牙根都冒酸水 也不知道蔡丽 跟他怎么个关系 哎 到山下就把他给搬来了 你说咱倒霉不倒霉 我还得画幅前沿 这不 我来拿银子来了 如数得给人家 这说话能不算数吗 再说回来了 不给人家 人家能答应吗 你看这是乐呵呵的 到时候一变脸 那就不好收拾了 哎呀老公 我听起来真是笑话一样 这徐良在哪呢 在前厅 嗯 怎么办吧 一两银子也不给他 从我这说就不给 兄弟 我看你少管闲事 哎 谁让咱哥俩有交情 没交情这么远 我能来看你吗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讲的太窝囊了 我替你找这俩去 走走走 你领我见见这徐良 拉倒吧 你长途而来 还没缓过法来 哎呀 老哥哥 这我跟你说 你可别挑我的理啊 我就是一宿没睡觉 徐良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这只胳膊闲着 我一只胳膊 我也把它打趴下了 我能像你那么没用吗 徐良 我知道你有能的 但是大话可不是吹的 这徐良你想的真厉害呀 原来我跟你的想法相似 这一伸手 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你没把大话说绝了 再跟我似的 咱哥俩一堆趴在那儿 就没人替咱找脸了 哎呀 其由此理 哥哥 要冲你凤说 我非得跟他比一比不可 偷钱带路 好吧 杜昏想也行 我这朋友可有能的 真把脸找回来 这银子就不给他了 就即使给他 我起码也不丢人啊 就这样他把这个朋友 领的钱听了 杜昏先进来的 见着徐良 一抱拳 三将军 钱 都给您准备好了 一点也没丢啊 一会儿如数奉还 不过呢 我这来个朋友 听说您来了 挺羡慕 打算跟您见上一面 朋友请进来 啪打一打铃 这时候进来的 徐良一看吓一跳 你说连徐良都吓一跳 这人的什么模样 活脱是个大鬼头一样 此人平顶身高 一丈一尺挂领 肩膀宽得下 有三尺五寸 往脸上一瞅 黑灿灿的面皮 奔的头 大下巴 整个一张大驴脸 别人这脸要有七寸 他这脸都得有一尺五 在当劲拉开 能变成别人俩脸 长得一个难看劲 就甭提了 两道九转狮子 猪沙眉 非同两地 一对眼珠子 往外鼓鼓着 就好像扒了皮的鸭子一样 大鹰勾鼻子 粘于嘴 连臂乐塞带卷的胡子 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灰袍子 腰里挤着根麻烧 一裤腿高 一裤腿短 拱着大脚丫子 还带着脚环 再往头上一看 他也不梳头啊 满脑袋带卷的头发 笼巴笼巴 用根皮条子在脑袋上一咕 就跟个野人相似 但是徐良看见他想起一个人的 就想起了在阎王寨 遇上那位老朋友 海外野手王源 在这儿跟这王源有相似之处 老秦就动感觉到不妙 他在哪儿长得个怪人 徐良正然发愣 就见这个人大不流星 到了徐良进前 把腰一刹胸腹一舔嘴一撇 顾外言冤 我说 你叫徐良吗 哦 不错 正是撒心 你是哪一位 嘿嘿 甭呗 徐良啊 你活腻歪了吗 你没打尽打尽 小孤丰这地方是好惹的吗 你有多大的胆子 敢跑到这儿要银子来 你凭什么 我老朋友说话算数 答应给你钱 从我这儿说可通不过 方才他跟我一伤的交给拦住了 咱俩伸手 你要把我给赢了 这钱就给你 赢不了我呀 徐良 你连这小孤丰你都下不去 连你带的这帮人 我全叫你们做了平顶侯 平顶侯就是要脑袋的 彩力一挺 下泥缩脖子 躲着徐良身后去了 这三将军 不要怕 不要怕 徐良先说 这老头胆太小了 你说就你这模样 保什么标啊你 不如回家呀 把买卖关张 去卖豆腐去得了你 徐良心中暗笑 老心点点点头 可以 我就爱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 好吧 既然在你这通不过 我就得想发通过 那这一定咱得比划比划了 那是自然 好了 是院里头 是院里头 是屋里头 院里情 这位说着还真不客气 登登登 到徐良进家 闯去吧 把徐良左手腕子给抓住了 拉着徐良 往外就走 表面上是拉着 食指上没怀好意 他这手一抓住徐良的手腕子 单臂叫利 就食生功夫了 谁说咱俩还用比呀 我这一使劲你就叫娘了 你一叫娘你就栽了 这家想到这 把徐良的手腕子抓住 这招可厉害 撒手之的叫鹰找利 使的这种功夫 叫天花宝盖 碧气功 一般人受不了 老星刚被他抓上 是受不了 但是徐良 赶紧丹天一叫力量 使的是昆仑碧气法 这股气在身上一转个 换得又胳膊上 徐良的功夫不次于白云瑞 再看老星那胳膊揉一声 比原来粗了有两倍半 这主意掐没掐住 徐良心中安笑 心说山西人从来没吃过这魁 你少给我来这套 相反的老星手腕的一转个 把这主胳膊给抓住了 你这个人太客气了 刚见面就要拉着我走 我说何必这样客气呢 你偷钱带路 说个偷钱带路 老星单位一路 把这个主揉一下子 在屋里甩院去了 这位身子斜着 好去没倒下 徐良再扔出去他 紧跟着他也到了院了 老星过去一伸手 把他腰给扶住了 我说这位你怎么了 晃晃悠悠的 大概喝酒喝多了吧 给他来个下台阶 这位呢也挺会演戏 听徐良这么一说 把他晃开脑袋 确实没少喝 说个瞎话 把自己这个丢人的事 就掩盖过去了 其实谁不明白 他们众人二次来到院里 徐良站在下垂手 冲这位一抱拳 我说非要比划 那你就伸手吧 嗯 徐良啊 你可真有两下子 今天我跟你比个不比长法 叫你长成我 不应认的厉害 说着话 把他这肥大的袍子一留 从里边拽出一条特殊的家伙 哇 徐良一看 这才明白 闹了半天 在腰里头 围的是十八节 葫芦鞭 在腰里头 缠着 他把宝鞭拽到掌中 使了个二郎 单山式 哎 徐良 晾你个家伙 徐良没办法 把金丝大魂刀晾出来了 蔡丽一看 坏了 这比武带升格的 刚才比的是拳脚 这回又比家伙 谁给谁撂上 也够像 还没等到两个人伸手呢 从门外那来个人 这人手脸虚然哈哈大笑 我兄弟 你怎么欺负小孩啊 哎 快点拉拔拉拔拉拔 看在我的身上 别逼了别逼了 徐良一听这谁 抬头往门那一看 这人长得可挺好 八尺多高的身材 面如冠玉 花白胡须 高往牛心法转 金簪别顶 穿着土黄布的袍子 是又肥又大 妖记思涛 背背双剑 看年纪 也能有六十八九岁 这主笑着迈步进了院了 跟徐良要比武 这个野人一看 师兄 你来得正好 赶快助我一臂之力 这小子就是白眼眉 拉拔拉拔吧 咱请都请不来 还能得罪呢 后来这老者挺和气 到了徐良的近前 看了几眼 我说这位 你叫徐良 不错 真是三十人 你师父是不是 金金好豆 没良祖 一点都不假 哎呀 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 真不认一家人了 我跟你师父的交情最好啊 我的元寂 也是陕北人 不怕你笑话 我跟你老师 还是光屁股的弟兄呢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就听说了 你师父收了个有出息的徒弟 就是阁下 你的名望 把我耳朵都摸出样子来了 徐良一听 赶紧抱拳 老上下 你别捧我了 你再捧我 我连背都找不着了 请问老上下 尊姓大名 徐良在小孤峰 管了一件闲事 遇上了两个怪人 一个长得心恶 一个长得善良 徐良啊 不认识他们二位是谁 赶紧一抱拳 嗯了恰呗 请问宗姓大名 你跟我老师是怎么认识的 哈哈哈哈 三将军 你哪知道啊 我们两个人都属于无名之辈 可能你老师对你也说过 江湖上给我们送个小小的绰号 老朽 叫天龙仙师赵普 说着话 他用手一指 长得好像野人似的那位 这是我亲师弟 绰号地牙仙师 叫魏白宝 哎呦 徐良心里就一惊啊 早就听说过他们二位的大名 江湖上谁不知道 天龙地牙 两位高人呢 听老师跟自己说 五十年前 最后 经白云剑客给结合 两个人成为挚友 还结为亲师兄弟 打难以后 这两位创当江湖 替天行道 除暴安良 三十年前 突然这二位销声匿迹 不到哪去了 有人突然说 两位不在人世 有人认为不可能 他们两个人都有决意在身 功底最好 怎么能不在呢 没想到今天在小姑峰 遇上来 这简直像神话相似 用倍数而论 他们跟梅梁祖是同分 徐良那就是完美了 你看徐良呢 就这时候好 多攒不忘本 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 对长者一向是尊重的 徐良本听此言 赶紧倒身下拜 闹了半天 这是二位老强辈 树弟子有眼不识泰山 罪该忘死 我这跟老强辈磕头了 请起请起请起 赵仆把他搀扶起来 一点手 把地雅仙师魏白宝 叫过来了 师弟啊 弄了一场误会 这不是徐良吗 老梅头的徒弟 跟咱的孩子有什么区别 哈哈哈哈 师兄 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我是有意的跟他开个玩笑 我听说这小子名誉太大了 也有一定的本领 我打算跟他比划比划 瞅着他究竟有什么武艺 老梅头都教了他哪些 您那不要误会 徐良这才明白 骂了半天 这是试验 众人都乐了 杜坤一看 都是一家人 这没什么可说的 赶紧往大厅里相让 众人说说笑笑 到房中分宾主落座 老镖头蔡丽一看 大概有门 我这十八万两银子能要的回来 他心里这也非常高兴 徐良作业之后 赵普就问他 孩子 你这是从哪来 听说你在开封府当差 干的挺红坏 难道说上这补盗抓贼来呢 徐良闻听此言长叹一声 那怎么讲 真是一牙拿尽啊 山西艳徐良也没隐瞒 把怎样扫平阎王寨 胜利还朝 怎样又出那个贾徐良 紫面金刚王室 又怎样三亿宾天 等等的事情讲说一遍 最后说到自己 捉拿王室追来追去 勿走此地 徐良把金刚说完了 在座的众人文庭也不住的点头叹息呀 叹息什么呢 你还要不知道内情的 赵仆就问 孩子 那你追到这儿来 可知道王顺落到什么地方 他哪里知道 我要知道就到不了这个地方了 换望全老强备给指点 嗯 我看这样吧 徐良啊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着急上火也没用 咱们放长线钓大鱼 我实不相瞒 我们师兄弟二人 跟杜坤关系不错 经常到小姑峰来做客 因为我们是贤散之人 无拘无束啊 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 也没人管我们 这杜坤这人是公道大王 你别看他占了山了 不抢不多 不骚扰百姓 人家小姑峰 山上这五六百楼 自重自吃 不信 你问附近的老百姓 没有不说这山带王好的 甚至有些地方比官府还强着几位 我们两个人挺赞成的 故此交了朋友 有时候就到小姑峰这住些日子 你看这回多巧 碰上你了 这么办吧 我们哥俩一半会也不走 连杜坤在乌报 大伙想个办法 帮着你打探王顺的去向 要到是众人捧柴火焰高 就胜死你一个人了 哎呀 徐良一听可乐了 五六百人给帮忙 那比自己不强的多的多呢 山县赶紧站起来 重新谢过 这时候杜坤让吴报 吩咐厨房的准备丰盛酒宴 大家要好好喝几重 这蔡丽就问 三将军 我那事儿呢 啊对了 徐良一乐呀 各位老前辈 还有债主 咱们话归前沿吧 我这次到小姑峰来 是管了件闲事 主要为蔡丽这十八万两 标营的事情 你看看 能不能赏给我个脸 把标营如数给退回 徐人山走 杜坤一听脸红了 我说徐三将军 您别说了 要早知道 您认识赵普 赵老建客 和魏老建客 咱们就不至于翻脸了 卖说十八万两标营 就一百八十万 那又算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山上 还不在乎这个 武报 再 去 把标营如数退回 是 时间不大 把骆驼舵子 标车全赶出来了 众人都到了院里 陪着蔡丽 叫他过过树木 蔡丽一查 一点都没少 原封银子都没动 把老头子感动的 眼泪掉下来 趴到地下 转圈可想透 我谢谢中尉 我谢谢中尉 宁可救了我 不然的话 我是活不了 当然 他更感谢徐良 把标营 送出小谷山 徐良 杜坤 吴报 也送出来了 老仙儿就告诉蔡丽 老人家 算了 这一次的标营 保完了 把鹰子抓的手 就回家养老吧 八十多岁的人了 这是何苦 这是余生我了 这要遇不上的话 你怎么办 对 对呀 人心无拘舌吞相 我这是老了老了 老不知足 通过这回的教训 我真不干了 回到家就听您的 筋盆洗手 抱腿就忍了 蔡丽跟徐良撒了一分别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办的 这老头啊 把标保完了 平平安安回到园纪 盐级摊 真就洗手不干了 说替他干什么 有用啊 你别看这老头 八十多岁了 到了夏文书 莲花冠 设立八王类 开封府 与穷贼 展开 殊死搏斗 这蔡丽还有用呢 他要不是报答徐良的恩情 要不给开封府通装报信 恐怕连徐良 白云瑞 蒋平等人 全都活不了 这是后文书 咱暂时先不提 再说徐良 送走了蔡丽 跟杜坤无报 回到中平大厅 这杜坤吩咐吩咐手下人 快准备房子 让三江京都得 这两位见客没说吗 一半会儿您别走 您也别跑他了 我派人打探消息 就这样徐良就住的小孤峰 杜坤派了十几个能干的 奔向四面八方 打探紫面金刚王顺的下落 日子不多 把消息打听出来了 什么消息 紫面金刚王顺 落到八宝爹云峰 轻松狼牙剑 另外还告诉徐良 一件新鲜事 外面传说你死了 也不知道是谁 跟你长得差不多 让白莲花雁峰 把脑袋给剁下去了 人们都认为你死了呢 开封府的人 齐聚葵花岗 准备的棺材 为你举哀哭得死去活来 山上的人还要准备祝贺人头大会 撒请贴传请箭 要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人全请来 特别是跟你有仇的 全约来 要好好看看你这颗脑袋 徐良听完了是啼笑皆非 老秀一想这怎么回事 大前世界无奇不有啊 这哪一位长得又跟我差不多 倒了没了 脑袋见人家不如了下去了 不行 我都马上回去 徐良去想走 魏白宝和赵普 还有点舍不得 两个人是这么说的 徐良啊 你别着急 他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是真假不了 是假真不了 这不你也听明白了吗 王顺现在落得爹云风 轻松栏牙剑 你去 你想干什么 那无疑问 你要抓王顺 我们哥俩可不是吓唬你 也不是长他人的威风 灭你自己的锐气 就是你 到跌云风啊 白给 当然不是你的能力不行 是跌云风 肥人太多 势力太大 你一个人鼓掌难平 据探视的人说 那块不但有半日风王点 电光霞火玉柜 紫面金刚王顺 同时还有个三十臣团 陈东波 飞剑仙朱亮 以及他们约请来 很多很多高人 恐怕凭你现在的能耐 到那不但抓不住王顺 把命就去搭上 既然我们哥俩跟你师父不错 就不能不关心你 为了呢 将你长点能耐 我们两个人攀个大说吧 咱留个见面礼 把我们哥俩身上所惠的 传授于你 一多姑娘身 你长点能耐 不更有把握吗 所以说你别着急 就安心住在小谷峰 把能耐学到身上 然后再去也不晚 徐良很受感动 一口赵普和魏百宝 这两个人 心肠特别热 一见面就想交给自己能耐 花多钱也买不来的 江湖上有那么一句话 宁舍十定金 不舍一句春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命运 给你一定金子 不交给你一招武术 不告诉你一句明白话 我会了 我不交给别人 交给你我怎么办 江湖上一般的人都是这样 说像赵普和魏百宝这样的 太罕见了 不管人家能力什么样 见面 愿意吞男儿子 所以徐良深受感度 徐良这么一分析 八宝爹云风 青松狼牙剑是个大善 一半会也拿不下来 他们想动开封府 也不容易 看来时间是短不了 我抓紧机会在这学点能耐 也不是不可以的事 反正大家已经着急了 就多着急些日子 这个谜早晚能解开 无理如何 我不能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 过此徐良也没声张 安心住的小孤峰 开始跟两位老建客学武 到了第二天 连杜空无报都参加了 人们想开黑眼 魏百宝先交给徐良 七十二趟地躺拳 你看这拳新鲜不 在地下打滚打 徐良还真没看去吗 广知道七十二路地躺刀 还没见个这样的拳脚 就见魏百宝 身子往地下一躺 哪是人呢 简直就是个囚死他 使人眼花缭乱目不瞎接 两掌呼呼挂风啊 在下三盘方面 这是最好实地招了 把徐良看着眼都发直了 连声叫好 魏白宝练完了 一个李渔达挺站起来 首领虚然乐了 徐良 你见笑了 你看我鼓的这几圈如之河 好实在是好 老张家 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凭你这么聪明 一点就会 来来来 我告诉你秘诀 魏白宝 把七十二度地躺权 怎么样使用 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 他就诀窍在什么地方 毫无保留 告诉徐良 那徐良都聪明了 你说一句话 就磕了板了 没个忘 而且 徐良是一点就透 这些人最聪明的地方 跟白宝络他俩相似 举一反三 你交给我一招 我从这一招里能画出三招 甚至五招的 我看一遍 比你原来还精 没有五天的时间 徐良把七十二路地躺权 学到身上 当然了 将来有机会 还好好的复习呀 说学了就现用 恐怕不那么精 魏白宝教完了 赵普开始教 赵普的拳脚更精 他教给徐良 二十八路天龙岗 不然的话 他怎么叫天龙仙师呢 练的是云龙九县 神鬼莫测呀 徐良在旁边一边看着 一边心里想 看出来没有 能人背后有能人 好汉背后还有好汉 当初我想的时候 跟我两位老师学艺 我就认为 除了我老师之外 别人都白给 可后来创当江湖 所经所见的 跟自己的想法 截然不同 别人的能力咱们不说 就是说天龙仙师 和地亚仙师这二位 就这能耐 有的地方 比老师就高着一筹 确实是好 哎呦 盘踞这半个多月 徐良缴着自己的能耐 又涨了一大块 可因为耽误十几天来 天龙仙师他们也替徐良着急 认为着交个不得理了 徐良是官身子 不得自由 不能老让他在这儿学 干脆一半天就放他走 所以这两天就比较紧张 会什么 交给他什么 白天练不完 晚上练 这天晚上就这么办的 院里头点着明灯蜡烛 气死风灯 怕不够亮 又点了三堆够火 楼楼兵也没事 都来看热闹 院里围的都是人 这两位剑客 亲手传授徐良武艺 有说有笑 正在这儿练着 房坡上来四个人 这四位跟佛似的 手拈须地往院看着 一边看着一边乐 等徐良也练完了 其中有一个老头说话了 哈哈哈哈 我说晚上放觉不睡 在院里折腾什么呢 要真练得好还行 就这种挨打的招数 还不如不练 真叫我等 可发一笑 哈哈哈哈 什么呀 院里的大伙一听 就是一句 仰面往上广看 就见房坡上并盘 站着四位老者 天龙先师用手一指 哪路的朋友 你别说风凉话 有种的下来 哎呦 赵普 别急眼哪 怎么说你好 你就高兴 说你不好 你就不愿意听了 稍后片刻 我等到 聊 四个人全跳下来了 就这四位望院里头并排这么一站 在场的人无不惊奇 什么原因 这四位老者这好看劲就崩皮了 个头都那么高 体型都那么标准 年纪也相差无几 头一个穿一身白 月白段压为金 鱼白色短靠 英雄场甩掉 卷成麻花形 在身上斜背着 手里拎着根拐杖 面似银盆 三尺多长的白虎 这老者长得慈眉善目 总是带着一团和气 但是两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 一丑就是个武林高手 第二个是黑帘的 就见这位跟大煤块变得似 青断色鸭背金 青断色短靠 寸排骨头鸟 大衣背在背后 手中拿着五金的拐杖 往脸上一看 面如妙漆 黑中透亮 亮中透明 两道麻刷的 没一对大火眼 是咽口的胡须 白的多 黑的少 瞳孔放光 太阳穴鼓鼓着 是精力充沛 第三个 是红色的 红断色鸭背金 红断色短靠 大衣 后边斜背着 手中拎着拐杖 往脸上一看 好像火烧云那个颜色 没分八彩 木若朗星 准头端正 大嘴叉 花白的虚然 第四个 穿一身黄 那脸也是黄的 这位长得是 慈眉善目 看年纪 比那三位 稍微小 那么个三五岁 徐良不认识 天龙仙师 赵普 地雅仙师 魏百宝一看 哎哟 四位 你们怎么留得到这来了 可谓英雄 大聚会 实惊实惊 方才没看清 是你们几位 多有得罪 这想陪你了 两人过去把腿一曲 那意思要行大礼 这四位老者过来 把赵普 魏百宝给扶住 免礼 免礼 我说你们哥俩 怎么还问我们四个 你们怎么到这来 哎 别疲了 我们跟小姑峰的寨主 杜昆是朋友 每一年都得到这 溜达两回 住些日子 你们四位 这从哪来 哎 人老了 不重用了 我们老哥四个是 桑于完景之人了 趁着有声之年 游历各地 散散心 烟见小姑峰 风光秀丽 故此我们才呆了两天 晚上睡不着觉 出来夜游 听这又超之又喊 人们唱大戏呢 这才登高一望 没想到 是你们二位 在这传授别人武艺 故此 才开了几句玩笑 徐良啊 就静静地在旁边听着 哎 赵普忽然想起来了 四位啊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介绍 徐良你先过来 赶紧给四位老前辈 失礼 这都是你老师的好朋友 这位 他一直那白脸的 这位老者 就是春秋四老的头一位 大爷 春月 春光好 这位一直那黑脸的 这是第二老 夏至夏天长 他一直那红脸的 这是第三老 秋霜 秋霜 秋凤 最后一直那黄脸的 这是春秋四老的 第四老 冬至 冬静 波 还不过去见礼 又起来一天 这名好啊 春夏秋冬 哎 这是真名啊 还是画名啊 当然 初次见面 不便深温 但是春秋四老的 大名 他早就听说过 老师也不止 一次地讲过 他们住到寒山 号称寒山的春秋四老 没想到 在小孤风相遇 徐良心里高兴 赶紧跪倒 给四老磕头 这四个老头把他扶起来 就问赵普 这 这孩子是谁 哎哟 你们还不知道呢 你往他脸上瞅瞅 有什么记号 四老仔细一看 哦 白眼眉 原来 你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徐良 徐良在小孤风 巧遇春秋四老 这真是没想到的事 像这四位高人 那在江湖上大有名气 另外呢 他们属于清高的人物 跟谁也不远 跟谁也不近 要瞅着投缘的人 多说几句话 不投缘的人 干脆就一扬脸 连理也不理 据徐良所知 这四位在寒山 吊着膀子在一块练武 名声大振 所以人们都知道 有春秋四老 人家的武艺 向来不忘外传 外人也不知道 他们四个人竟鼓的什么 当年徐良学艺的时候 梅良祖就告诉过他 说如果你见着春秋四老 你要能从他们身上学点能耐 那可真不易 就为师跟他们这么熟悉 究竟他们会什么 始终我都不得了 但是人家是四个成了名的剑客 谁都承认人家是了不起的人物 今儿个在这遇上了 而且徐良一听 春月春光好 这大爷说了 日思夜想的徐良 这是对我有印象 不然怎么能说这话呢 究竟他的含义是什么 徐良不太明白 大爷把徐良拉过来 仔细给向了向面 点手把三位师弟叫过来 四个老头把他围在当中 就像看怪物似的 一边看一边乐 春都也说话了 徐良 岁数不大 冥望可真不小 你有点空前绝后了 大大超过我们这些老一方的 你练练能的我们看看 让我们老哥四个开开眼怎么样 如果你能练到好处 我们长整见识 也不须此行 徐良一听一摆手 我不敢 我怎么敢在圣人的面前 卖字画 赵浩书布和卫外娃 网嫂说叫你练就练 啊是 许梁一平也是这么个理 真是 我在这几个高人面前练一练 就是我献丑了 我也不算栽跟头 求人家给指点指点 这个机会是不能错过 老师越想越有理 厚着脸皮 开始练武 先练拳脚 后练刀 最后又练的暗器 等练完了 不得满他们喝彩 春秋四老 顿时这模样就变了 一个个喜上眉梢 连声称赞 好 好 不错 真不错 春的也说 徐梁啊 你现在啊 就是肚子里的祸还不多 当然 跟你的年岁也有关系 随着日月的消磨 你不断的学 将来你这肚子这祸呀 也就多了 这么办吧 谁让跟你师父不错呢 我们来个破格 传授你点武艺 这可不是潘哥大叔 我们这能耐 从来不往外传 也就是你小子有福气 带人缘 我们这才交给你 赵普跟魏白宝一听 这是实话 用手吐徐梁 还不谢嫩 还不谢 快 徐梁跪倒谢过 这四个老头啊 心有什么也说什么 徐梁啊 一晚上交不了什么 你安歇心来 啊 咱们好好在一起 盘踞些日子 我们也不走 多顿交你会了 多顿拉倒 结果又把徐梁给留住了 这一回时间可不短 这四老在这眨眼之间住了四十多天 一个人交十天 这就四十天 通过这四十天的学习 徐梁脚着自己的能耐 嗚嗚嗚一下 又长了两大街 每一天 他们九个人掉到一起 春秋四老 天龙仙师 地雅仙师 这就六位 加上徐梁是七个 徐十三首 杜空八个 还有那立地金刚 无报 他在旁边也开开眼 沾点光 这九个人是形影不离 吃完饭 就谈论武艺 当然了 有时候徐梁也谈谈自己的经过 四老说你放心 孩子 你就安心学能耐 有了充分的把握 你才能报仇 不然的话 你也白送死 你就好好练着吧 眨眼之间又过去二十天 这徐梁就跟春秋四老学了俩月了 心里头有点着急了 老学一想 快七月了 我离开开封府将近三个月挂灵 你说大伙不定的多担心啊 再这一说 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啊 我怎么能安心在这练武呢 但徐梁心里这么想 嘴还没说 他就不说 这几个人也看出来了 这天早餐 徐梁吃完了饭 刚想要跟着练武 四老一白手 徐梁啊 今儿不练了 咱爷们好好唠嗦唠嗦 啊 我已经告诉杜坤了 摆一桌丰盛酒席 咱们谈谈 徐梁不知道怎么回事 等一会儿酒宴摆下九个人团团围坐 杜坤这才说 三将军 您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这老几位都商量好了 今天给你践行 明天就打发你走了 哦 徐梁才明白 是这么回事 正趁自己的心意 老秀是非常高兴 在九夕宴前 春秋四老就告诉徐梁 孩子 你此一番赶奔葵花岗 见你那些弟兄 这是好事 下一步 你肯定要攻打 憋风轻松狼牙剑 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战 我们最替你担心的 就是对付这朱亮和陈东坡 你可要加倍的小心 另外这个火玉贵王脸 也并非等闲之辈 假如说 蝶云风不来别的人 就这些个人 看你现在的能耐也对付得了 可退一步说 假如人家再有高人来了 这事就两说着了 谁来都好 最好这云南东海 陈霞宫的双魔 可别来 一个是三尺地灵魔陆昆 一个叫飞天神魔陆青 这俩小子气性好斗 他们要不来 事好办 但是据封闻 好像爹云风的人 请过他们 要来一个 就够你难缠的 孩子 这临别赠言 你要牢牢记住 不管何时何地 要见着这俩魔头 你要加倍小心 他们不但无意高强 而且不同情理 心黑守都 徐良牢牢地嫉妒了 杜坤给徐良满了杯酒 手脸着徐良 一边乐一边说 徐三将军 再给你报个喜信 我何喜之友 这两天呢 我派手下探视的 到爹云风探评情况 报市的回来跟我说 你们开封府 又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你知道是谁吗 哦 不知道 此人姓白 叫白云瑞 人诵混号 欲恋小达摩 听说这孩子 根基可太深了 他老师 是白云建客 夏侯仁 俄为四的 剪辖的头一位 上三门的 总门长 他还有两个 不是正式的老师 威震西方 老鸳鸯 功也寿长 少林拔的名僧 第三位 风僧最菩提 凌空合照 据说他受过这三位高人的 真传 那武艺是很了不起呀 又听说 他早晚 就是上三门的继承人 未来的祖门长 现在你们小武艺之外 又增加了一员虎将 这不是喜事吗 啊 徐良一平真高兴 老心就有这么好处 向来不嫉妒 别人比自己高才好呢 尤其是开封府的人 多来几位高人 自己倒省了心了 他恨不得内生双事 摔到公馆 当时就见着白云瑞 瞅着这个兄弟 究竟什么模样 这本领究竟有多高 日后弟兄 吊着膀子捕盗抓贼 那有多好呢 要不说徐良没起身 什么事他都知道 简短接说 酒宴吃完了 这玩意第二天就要告辞了 徐良难免这心里 就热乎乎的 怎么报答人家 从此见面 跟人学了不少的能耐 说花俩钱 那是笑话 等于骂人一样 不然的话怎么办呢 徐良有点犯愁 但是他把这心里话 跟赵普 魏外罗也就提了 赵普乐了 孩子 你这想在哪儿去了 过去有这么句话 宁舍一定金 不舍一句春 这你明白吧 这武艺是无价之宝 这个人情你还有发补报吗 用不着 只要你走的正行的端正大光明 多多的抓贼 为国家出力 你露了脸 这就是对我们的报答 再者一说 将来我们要有个马高邓短之时 难道你就看着不管吗 还得有求于你呢 孩子 你就不用往心里去了 徐良这才得到安慰 一夜晚景不提 次日天光见亮 杜坤又准备着酒席 欢送徐良 老心 把医生都收拾好了 冰着暗器都带上 吊着眼泪 下了小孤风 众人在后边相送啊 可这几个人默默无言 也搅着难舍难离 春月春光好 大爷拉着徐良 边走边谈 孩子 告诉你的话 你要牢记在心啊 往后 不管遇上什么择扣 在动手之时 首先要稳 心不要乱 凭你现在的能耐 只要你能稳住心神 你就有取胜的把握 另外还得快 无数风高低论上下 快者战先啊 你现在手就不慢 但是还得快 懂吗 快就是先发之人 弟子牢记在心 好了 见着蒋平 展兄费 志华等人 给我们老哥几个问好 咱们将来 还有见面的机会 把徐良送出小孤风 无六里地了 还舍不得分离呢 最后徐良站住了 冲大伙一抱拳 各位 宋军千里终有一别 大家就留步吧 我欢迎你们 赶帮开封府做客 迟早 我徐良一定要报恩 说着徐良趴地下 给大伙磕了一顿头 一狠心 他走了 走出一里多地 徐良回头一看 这几位老人 包括杜坤和吴豹 还站在山口那儿 频频招手呢 徐良擦擦眼泪 拐了玩意 打着他们分手 说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 快了 到了后文书 百寇闹东京 学习开封府 那场乱得那个大 徐良聘请高人之士 春秋四楼 天龙仙师 地雅仙师 包括这杜坤 全请去了 到那时候 大家重逢 这才大闹 八王类 现在 咱暂时先不说 表徐良 离开小孤峰 取路赶奔 奎华港 尖程前进 其实这道不算远 但也不算太近 四百多里地 所幸的呢 路过都是一些山路 这村庄阵殿也不密集 所以徐良一想 干脆我就施展陆地 飞腾法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 老兄往下一塌腰 把两腿插开 磕膝盖撞前胸 脚后跟打屁股当 俩胳膊望后一背 这可快劲就崩提了 实在累了 坐下歇一会儿 吃饱了喝足了 接茶还往前走 这赶得黑天 到了爹云峰狼牙见 来早了不如来巧了 徐良赶上这十会儿 正好是蒋平众人 失误了 被控棺材沟 老兄本意想探探探山 看看这帮泽扣干什么 有什么打算 坐在心里有数 然后再跟蒋平见面 哪知道正走得挨头这 见飞天神魔路青 在这儿行凶撒野 徐良就躲到树上 揉着眼一看 这怪的俩眼背亮 跟灯一样 鬼鬼祟祟 干什么呢 他用条绳子往上拽人 徐良眼多尖 一个那个蒋平蒋四叔 呦 斩的叔 也上来了 紧跟着 小武艺的弟兄也有 但是杀了一个 这位抓一个 杀了一个 派一个 用英搞力的赌掌 把众人全打翻在地 最后拽出个小伙来 自爆叫白云瑞 徐良这才明白 哦 这就是我兄的白云瑞 如等一伸手 徐良可注意看着 不住的挑大指称赞 大了 暴示的没说玄话 我这兄的果然有能耐 这功夫不但归录 而且相当精 但是徐良是什么人 一看就知道 白云瑞不是陆青的对手 后来果然累得 满头大汉 已经有招架之功 并无还手之力 用看官定士 封住门户的办法 在这抵挡着 徐良一看 到了时会了 我再不下去 我这兄弟非出事不可 这才大喊一声 在当场露面 这就是徐良 失踪的全部经过 闲言少叙 书归正文 徐良这一露面 白云瑞的心 跟开了两扇门一样 哎呀 难道是做梦不成吗 这就是我徐三哥 他真没死 你看两个人没见过面 白云瑞对徐良就格外的亲近 非神行跳出拳 单手踢刀 然后把汗擦了一擦 三哥 你好啊 我是你兄的白云瑞 我是白云堂之子 啊兄弟 你不用介绍了 我早就知道 兄弟 你在旁边先歇一会儿 最好啊 你把躺下这几位都给救了 没有关系 一推就好啊 把穴道给他破了 我来对付这个臭鬼 一会儿我把他脑袋 扑了下来 咱们哥俩再闲谈 陆青一听 是什么 把我脑袋给扑了下来 你这口气可真不小 把这老家伙挤得一蹦多高 小子 什么人 别吵吵 肉人 废话 谁不知你是肉人 你是哪一个 不我呀 我就是白云梅 徐良啊 啊 陆青也乱了 这王典是怎么弄的 他不说开人同会吗 把徐良的脑袋给倒来了 后来嘛 因为这脑袋一叫人偷回去了 所以这会不开呢 这什么玩意乱七八糟的 这徐良也没死 他也有点仗二和尚 摸不着头 想到这里他一瞪眼 放屁的小子 放屁的小子 二拿一走 过的就是一掌 白云瑞替徐良担心 这白云瑞其实心是好的 他认为三哥呀 不管怎么说 你这是第二次出事 你这个能耐 能不能顶得住陆青 这玩意自己心里没底啊 我也不是叛个大叔 我虽然岁数不低你大 但是我跟底比你深 我三个老师就真传 我都对付不了 你能对付得了吗 一旦你遭了毒手 咱们哥们连话都没谈 出于这种担心 隆瑞就在旁边紧喊 三哥 注意 这老家伙可厉害 徐良明白他的心情 仍然是嬉皮笑脸 老兄弟你放心 打他跟打小孩一样 一点关系都没有 徐良仍然是这么嬉皮笑脸 松松垮垮的 一看掌来了 老心往旁边一闪身 陆青一掌击空 徐良把金丝大环刀带上来 用双掌对他的双掌 跟陆青就站在一处 他们俩打着 咱先不说 白云瑞利用这个机会 扑到蒋平和展兄飞众人面前 抓住他们的肩头晃脑袋 开始给按摩 那个按摩的功效就这么大 时间不大 把蒋平救过来了 接着展南侠 小义士爱护 欲念专珠白云生 批了鬼 韩天锦 焚子都 卢针 戏不大头 鬼 方栓 等等众人 全给救过来 等大伙明白过来 揉揉眼睛 活动活动 四肢啊 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 唯独是蒋平 扶着地起来 看看天 往寺外瞅瞅 云瑞 长出了一口气 四大爷 您觉着怎么样 云瑞啊 我是死了 是又活了 嘿 您死而复生 什么事都没有 哎呦 这身上难受透了 四爷站起来 紧跟着大伙全起来了 云瑞 这怎么回事 这什么地方 这是白杖牙的挨头 您往前看看 那个小老头 就是咱们的仇人 这小子是云南的 叫飞天神魔路青 我们上了他的当 受了他的骗 他以救我们为名 用绳子把他们系上来 是诸个想把他们抓住 是啊 喂 那个是谁 您好好看看 那是谁 那不是我三哥 徐良吗 哎呦 大伙一听 乐得直碰 皮的鬼 寒天锦一想 不对 是做梦 活着的话 哪有这么蹊跷的事 再看看这样 又不像做梦 寒天锦一琢磨呀 我得实验实验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小时候凭我娘跟我讲过 要是这个真的 这身上有知觉 碰哪他都疼 要是假的 碰哪他不疼 最好的办法 就是摇有手指头 如果摇一下不疼 这就是做梦 要疼 就真的 小的这一伸手 把手指头抓过来 塞嘴里 砍成就是一口 这口咬完了 坏了 不疼 寒天锦心中 还想真是做梦 可他不疼了 有个疼的就受不了了 与此同时 有人嗷一嗓的 哎呦 你犯什么病了 你啃我手指头 寒天锦一看喝 闹了半天 没咬自个儿的手指头 把方叔安的手指头 塞自己嘴里 把傻子也逗了 我这怎么闹的 方叔安疼的 嗷嗷怪叫 安却他们咱不说 单表路清 大战巨量 两个人一伸手 三十多个回合 没分输赢 大伙就盼着徐良取胜 然后问问徐良 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 可是有一样 就是徐良再有能耐 分对付谁 要对付这位非天神魔 就是三下五出二就赢了 那谈何容易 打得五十回合 仍然未分输赢 一面小大摩白云瑞 这阵就广过阀来了 云瑞一想 我上去 把我三哥替换下来 不行的话 我们哥俩打得一个 云瑞就想拉家伙过去 单说徐良 老仙一想 怕什么来什么 春秋四老跟我讲了 遇上谁 也别遇上云南的二魔 你说他怎么就遇上了 假如换个别人 我早就取胜了 唯独这老家伙 这么难对付 这我幸亏二次学艺 跟这几位老前辈 学了不少能耐 不然的话伸手我就趴下了 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 哎 他忽然想起来 春秋四老第一老 春月春光好 告诉自己了 发招要快 说我的手还不够快 快就是先发之人 我现在就得使用这一招 老师想的时候 低头 看看自己带的六支镖 心说这玩意挺沉的 我带他干什么 这玩意不就是准备打人的吗 我留着没用 干脆我一镖将他打死 徐良一看 这个陆青实在难对付 要再打肠了 对自己不利 尤其眼前形势在这摆着呢 这是在山上动手 在人家别晕风的一亩三分地 时间拖长了 人家的冤兵肯定赶到 到那时候就被动了 所以力在速战 不能往下再拖 老师就想到标了 眼珠一转 记上心头 叉叉叉 虚晃击掌 把六支标都全拽出来 他知道这个陆青 不是省油灯 恐怕三标五标都打不住 干脆我全抖了出去 徐良善于双手打标 双手接标 一只手拎着三只 徐良打这东西太快了 就像他一转身都攻飞 仰手 三道白光石 扑奔陆青 陆青打着打着 就像徐良就转身的功夫 三道寒光扑奔自己而来 他这预感都不要 哦 暗器 陆青这小子也真厉害 脚尖点地 腾身跳起 撑 这家蹦起来 没有两丈也差不多 徐良的三只标 全打到树上 啪啪啪 叮进多身去 但是陆青 但是陆青能老在空中悬着吗 他得下来 往上一蹦 标大空的 他刚落下来 徐良一抖手 另三只标 另三只标又出来了 一只打梗嗓 一只打前心 一只打小腹 陆青一看不好 脚往地上一踹 身子往后一样 使了个金刚铁板桥 整个就躺地下来 他躲得真快的 这三只标 刷刷刷 又打空 白云瑞在旁边一看 你抖着手 哎呀 白费尖 替徐良着急 陆青一个鲤鱼打铛 刚站起来 徐良把左胳背抬 路瞧瞧地将那条 咔吧去 修剑出来了 陆青一甩脸又躲开 徐良把左胳背抬 咔吧去 又一只 陆青又一步了 脑袋又躲开 可把徐良气坏了 心说这个老家伙 身法怎么这么快 难道说我的暗器白练了 他一堵气从怀里头 掏出一把石头子 恶欲飞黄式 他给这玩意起的名字 曹之高 有这么样的曹之高 徐良一手抓了几个 用大手指的 二手指的一脸 曹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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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法 这下陆青可躲不开了 刚一甩脸又来了 刚一低头又来了 一下没躲利索 一块墨欲飞黄石 正打到鼻梁子上 啪 哎哟 这鼻梁子这块骨子还娇气 是脆骨 是脆骨 徐良打的这劲儿要大 这一下把鼻梁骨给打折了 难怪陆青这么叫唤了 眼泪也下了 眼前也发花了 徐良一肯击中了 拽出大环刀就跳过去了 这个快劲就甭提了 你就给我在这刷刀取起来 陆青资质不好 转身就跑 那能跑得了吗 被徐良手起刀落 咔嚓的一刀 把人头砍落 这么大个飞天神魔 没想到被徐良刀斩于山上 白云略也乐的只鼓掌 好 三哥 这招漂亮 方淑安也跳过去了 把陆青的脑袋捡起来 冰巴削了俩嘴巴子 就你这两下还行吗 你到任何时候 也不是我干脑的对手 我叫你恨 我叫你恨 我大伙逗得好像没乐了 心说这叫什么能呢 人都死了 跟脑袋发威 这叫什么本事 其实方淑安就是这么个人 但说徐良 抬靴子底 把大环刀的血迹擦净 过来与众人相见 哎呦 大伙把徐良围在当中啊 问这个问那个 徐良简直就解答不过来啊 由于高兴的过度 在场的人都哭了 真没想到徐良还能活着回来 老孙简单的把经过说了一说 然后跟蒋评讲 四叔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应当乘热打铁 今天晚上 就凭了他爹用风 狼牙剑 对 孩子 你这来的太好了 有你和云瑞 咱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原来要不上当的话呀 也就把他山峰给他打平了 弟兄们 孩子们 随我来 蒋评也有精神了 众人各提兵人 赶奔棺材沟的山口 这有支班的楼楼兵啊 他们也没想到 这帮猛虎上来了 而且扑到眼前 被徐良 和玉面小达摩 白云瑞 两口宝刀 砍的是四散奔逃 了不得了 开放府的人 来了 就上来了 爱护白云生 汉天锦 扑到山崖的前面 把军兵砍散了 把弓箭 全都给他扔了 把山路的障碍搬开 把道路就给打通了 蒋林 告诉汉天锦 赶紧折树枝子 劈点木头 要说这地方找木头 那不有的是什么 把小树拔下好几棵来 用刀剁成一箍子一箍子 把树枝子架好 就在这点起三堆够货 刹那之间火焰冲天 火光照出多远去 就向其他各路发出信号 这时候 金刀大将李勇 率领着大宋的军兵 摇摇的就看见火光了 哎 这不是四老爷向咱发的信号 可不是吗 扁炮 攻杀 踢踏踏 正面的山口 迅速的被宋军占领 其他各方面 完全配合行动 整个山寨就开了过了 安心别说咱不说 单表白云瑞 徐良 蒋 听众人士 直扑正中央的大兵 早有报事的 禀报网点了 报大寨主 可不得了了 咱们山上请了一位老英雄 叫什么陆青啊 死了 现在前山口已被开封府占领 大宋的官兵像潮水一样杀上来了 请大寨主赶紧安排 哎哟 王连的脸当时变了声 心说这事情变化怎么这么快 陆青死了 这是怎么可能呢 我们山上还指着他唱主角呢 怎么刚来就死了 谁这么大能耐 能要他的命 可是的 现在他知道这是事实 谁敢胡说 摘尔的一瓶外的跟开了锅了一样 王连分不一声 来啊 守住中平大厅 各案岗位不准混乱 为令则杀 给我挡住 挡住可好 你别人那么吵吵 现在心就散了 他的话刚说完了 旧庭院里都有人高声喊吓了 王连你出来 玉面洗摇 大魔在此 江庭在此 你洗摇 你洗摇 那怎么回 方书安在此 寒天紧在此 不是吧 滚出来 大厅里的责任赶紧把灯光吹了 啪啪啪啪 刷 中庭大厅黑了 人们有躲着柱子后头的 有闪着门后头的 有个个别单小 穿桌子底下了 脚外的火光照着窗户纸刷亮 大厅说半吃风王连 一挥手 抄起短霸 凤翅 溜金糖 一手一个 王连飞身形跳到门后 脸破窗帘 指望院一看 坏了 开放府的人都攻进院子来了 哎呀 中庭 你们看那是谁 有的人也捅破窗帘 这一瞅 我的妈 这么虚凉了 这怎么没死 怎么又冒出个虚凉了 就引起一片混乱 那个假虚凉紫面金刚王顺 捅破窗帘 一看吓得是昏不附体 王顺心中暗想糟了 糟了 我以为虚凉死了 我这心呢 可以放松 没想到这小子还活着 那么死的那个是谁 哪个人帮了他的替死鬼 只要有虚凉三寸气在 他放过谁 也不能放过我呀 他爹就死到我手了 卢正 韩天井这帮小子 非要报杀父之仇不可 我现在是属于国家的要犯 比谁的情况都不妙 这这这这这这这如何是好 现在王顺这心开了锅 这小子瞇的黑地方 没敢动 再说飞舰仙珠亮 你看珠亮那么大的本事 现在慌神了 朱亮心中暗道不好啊 我的老运不僵 前者把一片心呢 全扑在阎王寨 没想到同邦铁底的阎王寨 竟失败的那么惨 天之王黄伦也自杀了 我只说跟陈东坡 把我也得饶进里头去 三十六计时走 我一上策 要不说人老奸 马老华呢 朱亮就属于这种人呢 他心里盘算好了 表面上不露声色 手中提着五金的拐杖 拍了拍王典 大带主 怕什么 兵来将党 水来土屯啊 留在青山寨 不怕没柴少 来来来 把门户开开 带老朽 跟他们 决一死干 我先抵挡一阵 王典 哪知道他的心事 还赞成罢了 还得说肥贱心 你看看 别人吓得跟臂毛鼠似的 唯独这老头 自暴奋勇 要挺身而出 我们山上的人 要都像踏实的 焉有不胜之理 王典想到这儿 眼泪好像没掉下来 老建客 好 我可全指望着您老人家了 没说的 我一定竭尽全力 啪 朱亮把门开开了 一方万一啊 他拉了把椅子 扔 啪 扔到圆去了 为什么呢 他日到徐良会打暗器 这万万一蹦 他一伸手扔出一支标的 那不非大声不可 用椅子躺在下 紧跟着他斜身心 跳到天津当院 开封府的人 把院里的门 墙 全都给封锁了 在火光照耀之中 显得徐良 白云瑞 威风凛凛 这一丑一军 两把宝刀 把前大厅整个给封锁住了 朱亮 哇哇爆药 徐良啊 小败 咱们是解不开的 愁嘎的呀 你小子怎么死而复活的呢 别看你没死了 该找你死在老朽的拐杖之下 拿明来 呜 他像疯了似的 赵徐良就是一拐杖 老师赵就不慌不忙 往旁边一闪 啊那个力瘸瘸 我是朱亮 今天该算总账的时候了 阳王债完了 都还了账了 就你这笔账还悬着呢 我看你还往哪里走 呜 今天 我撒起来 对付对付你 徐良过的是 第一柱飞剑线 两个人伸手 十几个照片 朱亮偷眼观看 啊 哎呦 徐良这小子长能耐来 比阎王债那会儿 又高了一大截 这小子进步得是真快呀 我要多加谨慎才是 正打着白瑞一看 别看热闹了 今天不是君子战 单打独斗 一个人在那打 大伙在这看着 现在用不着那样 我三哥 也不能怕我夺他的功劳 干脆我们哥俩打他得了 云瑞想着这高声断鹤 三哥 别让这老东西跑了 你有二人双战一大喘 就是一刀 等白云瑞再一上来 两把宝刀把他围住 朱亮当时就受不了了 暗自咬牙 他妈这俩小的手是我自己 这怎么能行呢 一个围住一咔嚓 被徐亮一大关刀 把他帽子给砍掉了 吓得他魂攻附体 这一哆嗦稍微慢了一点 叫白云瑞一刀 把他后背划了个口子 只是划了一下 这要往里头进一步 他这张命就没了 顺着后背的鲜血 当时躺下来 把飞剑仙腾得一皱眉 吓得了 干脆快跑 他假意往前进攻 嘴里喊得还挺响 老朽不活啦 我跟你们拼了 招家伙招家伙 打着打着的 让不定往回一送 奔蒋平来呢 蒋平哪能打得住他呢 哎呦 下次又往旁边一闪 飞剑仙利用这机会 飞身心上墙 扭回头指着 徐良和白云瑞 小娃娃你们听着 死仇死恨 我朱某是飞报 不可怎么后会有期 就这样 朱亮跑了 到了后文书 百寇闹东京 就他一个呀 他把飞云道长 道天真人郭昌达 九头身彪继承达 三世碧球 沃佛昆仑僧 都给搬出来了 在大象国寺立八王内 打算要报今日之仇 这是后话 咱展示先不说 王典看得清清楚楚 一瞅 啊 跑了 朱亮啊 你可真够意思 半道上拆我的胎啊 你可够损的 使到现在也只有 喝出这条老命去了 再看着晃短拔 刘金堂 飞一身形 跳到天津当院 蒋四爷一瞅一下 你就亮 狼子 可别让他跑了 他是罪魁祸首 徐良点了点头 若如家你放心吧 我扔死他 他跑不了 可是事到了现在 细拨大头鬼 方出安 有点不忍心了 原来他就是这山上的第四把手 四寨主 他跟王典呢 关系不错 后来只是因为看法不同 哥儿俩越来越闹分歧 方出安这才福气出走 脱离了跌云峰 那前者那段书来说 方出安领着爱虎曾经败山 王典还真就把他放了 方出安呢 给他算了笔账 从任的王典开始 没做什么坏事 这人心呢 还是不错的 你说收缘结果落到这一步 这还好得了吗 作为弟兄相处多年 自己不能袖手 不管哪 方出安想到这儿 把小片刀一晃 我干老 你先等等 老叔 刀下留情 我先说两句 这两个人问庭跳出圈外 徐良回头瞅瞅 方出安 你要干什么 我干老 您想给刘一会儿的功夫 我呀跟王典交代交代 然后您老人家再教训他 徐良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提刀往旁边一撤 云瑞也退了几步 方出安晃着大脑袋 这才来到王典进前 抱拳当凶 我当个样 小弟戏不大头鬼 这乡有礼了 呸 方出安 你个陆林的败类 跌晕风的叛徒 你要干什么 难道说 还跟本在动手不成 问大哥呀 你疯了 你怎么说话 这么不尽人情呢 大哥呀 我可不是怕你 作为朋友 相处多年呢 我这人呢 就心眼好 我打算劝说你几句 不是大哥 啃听否 不听不听 我就是不听 不听 我也得说呀 大哥呀 你现在身逢绝地了 你看 东西南每四面八方 都被官兵占领了 不紧就得拿下你这座中平大寨 到来那个时候 烟消云散 整个山寨就平了 你怎么办 大哥呀 大哥呀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这人办点错事啊 也有情可原 但是不能知错再错 一错而再错呀 大哥 你要能听小弟的话 把你掌中的兵人 往地上一扔 跪地下 请罪 我呀 一定在我干脑面前 和包相爷面前 多说好话 看着你是个人才 还给你留一个 改过的机会 我大哥 那有多好 如果你不听良言相叫 非要动手 你可是死路一条 网点听完了 一阵冷笑 哈哈哈哈 哎呦 方叔安诺 你还有这么好的心 啊 哦 完全替我着想 呀呀 你给我滚旁边去 大丈夫命死震前 不死震后 我做了不悔 悔了我就不做 我跟开封府的人 是势不两立 也包括你在内 招架 轮凤翅 刘金堂 奔方叔安就咋 把方叔安吓得 双手抱着大脑 无名骂呀 两滚带爬 这败归本队 等回来 方叔安哭了 哎呦 妈呀 好良言 难劝该死的鬼 这就别怪我 不够朋友了 欲念小达摩 白云瑞 也没得力气 一看这王脸 这个小子 好不通情理 三哥 把他交给我 嘿 白云瑞就跳到 王脸面前 王脸 既然你忠言逆耳 我只好用宝刀教训你了 滚 到了现在 王脸没话可说了 龙凤翅刘金堂 同正白云瑞 两个人就站在一处 第十个照面的时候 云瑞使了个海底捞月 刀刃朝上 刀背朝下 一碰他的冰刃 王脸知道他是宝刀 几夺慢夺 没夺利索 左手的凤翅刘金堂 正好碰到宝刀上 耳朵中就听到 咔哩咔哩咔哩 把这躺的头 给削掉了 这回挺好 上个霸在手里攥着 跟擀面杖差不多少了 哈 他刚然一愣 云瑞顺手又一刀 咔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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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正手的刘金堂 也血为两段 王脸一看兵人没了 就等于一只大鹰 没翅膀呢 什么能力也没有了 把他气得 把手中攥着俩巴 奔 白云瑞就扔去了 脆里两段扔 云瑞一低头 兵人砸空 王脸扑问兵人架子 一伸手又拽出一条花枪来 哈 看大枪奔 白云瑞 云瑞一瞅 这是一头疯狗 你应手的家伙都不好使 这玩意能好使吗 白云瑞没费劲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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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大枪给稍微三段 一开始变成棍 后来成金箍的棒 最后变成擀面杖 王脸真气急了 一伸手又拽出一口宝剑来 扑奔于瑞 这阵头方寸就乱了 眼都化了 云瑞稍微一使劲 他都不知道怎么还手好了 他就忘记手里拿的是宝剑 宝剑这玩意两面使劲 刀一面使劲 可他忘了 还使那个国脑藏头 这下倒了为了 不用白云瑞砍他 他拿宝剑这一转个可好 把脖子拉了个口子 手 左手的两个手之肚被划开了 王脸这才明白 对 这不是刀 我亮那么闹门的国脑藏头 一抖了手先血出来 就在这一愣的功夫 白云瑞这刀就到了 刀尖子在前心给他扎进去 在后边就露出尖了 白云瑞手腕的一拧个 日朝上磅上一跳 当时给王蝶来了个大开堂 尸身栽倒 白云瑞在他身上把鲜血 大了当手踢宝刀跳出圈外 高声喊赫 哪个还过来 想者免死 徐良心说话 别人我全不抓 我又抓的假徐良 紫面金刚 王顺 白云瑞扎死亡点 群贼就一阵的大乱 群龙无首 可就乱套了 能跑的跑 能藏的藏 就有那么一小部分 就好像野兽一般 做困兽之斗 整个院里头 就打了交手仗了 也没有单对单 各对各 就让混战在一起了 听吧 武器的创击声 人们的嘶喊声 直杀的是天昏地暗 一直打到 月头都升起来 这场战斗才宣告结束 宋军 整个占领了 八宝 跌云峰 轻松 狼牙剑 众人放眼 一看 山坡上 大厅里 院里 院外 草虫之中 到处是横其竖八的尸体 人是尸骨堆积如山 鲜血流成了沟区 这场战斗是空前灿烈 有人统计了一下 攻打八宝跌云峰 这次大战 双方共死伤了将近两千一百多人 这是在蒋平的拆官队 剿匪以来 头一次恶诈 同时呢 还抓住两千余名俘虏 蒋四爷和徐良 招呼军兵和拆官队 赶紧扑灭大火 维持秩序 把那些俘虏 用绳拴上 分批 压下跌云峰 可徐良最关心的 是紫面金刚王顺 白莲花燕峰 因为打了交手仗了 又是个黑天 分不清谁是谁 现在天亮了 得仔细检查检查 徐良提着金丝大换刀 在死人堆里头 翻来翻去 也没找着这王顺的影子 也没看着白莲花燕峰 又到俘虏的队伍之中 挨个对照 这两个人也没有 五名 徐良的脑筋就蹦起来了 因为他最恨的 就是这个假徐良王顺 徐良早就下了决心了 一定要抓个活的 然后把他打车车装龙 送往京都 交友思衙门审讯 你们这个小子最大恶极 最后 徐良还要提出要求 要拿他活祭灵 给爹爹 和几位老前辈报仇血恨 至于那白莲花燕峰 更是如此了 可是 一切的希望全落空了 唯独没有这俩小子 难道说他们跑了不成吗 徐良急的光光之踹地 蒋四爷明白他的用意 梁大 别着急 咱们好好搜寻搜寻 这么大的跌云风 轻松拉牙剑 他们不定藏着拿着 徐良一想 也对 大军又开始搜山 像梳头发似的 来回梳了三遍 甚至把石头缝都扣到了 也没有这俩小子的踪迹 不但他们俩找不着了 拆官队里头 还少了五个人 这五个人是谁呀 细伯大头鬼 方说安 欲念砖珠白云生 小意是爱虎 粉子杜鲁针 拼了鬼寒天锦 这几个人没了 哎把蒋平给急的 谁说混战之中 难道这五个孩子出了事了 奇怪的是 把尸体也都翻遍了 没有 杀号之中 没有 哪儿去了呢 大家是莫名其妙 蒋平和展兄 飞机商议 现在得集中全力 处理山上的后事 至于丢人这件事 分头派人去找 那么说 这几人哪儿去了 王顺 和雁峰这小子 又上哪儿去了呢 书中按笔交代 这个贾须良 紫面金刚王顺 十分的尖角 在混战之前 他就盘算好了 他知道 谁都有活的希望 唯独自己没有 那须良都把我恨透了 要把我抓住 没我的好 轻者 把我扒皮 扁扁扁 重者 就得把我五车列 剁成饺子馅了 好一好 继续把我送到东京 开一趟摘心 哎 怎么琢磨 怎么好不了 想着热 他有点后怕 一种求生的欲望 升到脑门子上 王顺 一琢磨 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我别在这装傻了 我给谁外命 到时候别人一推二六五 把责任都得推我身上 倒霉的是我 嗯 就怎么办 他跟谁也没商量 他利用混战的这个机会 人们自顾不暇 自立 钻到后寨去了 到后寨干什么呢 他得找点路费 因为啊 他跟王点的关系 出得不错 王点有什么事 也不背着他 他知道内宅一拉六 有五间仓库 那里边金银财宝 各种东西应有尽有 这仓库不是属于公众的 那是王点私人的财产 有一次王点高兴了 喝完了酒 领着王顺贤六 就指点给他 所以这王顺心里他有数 他提着刀 奔仓库就来了 仓库这事也乱了 没人管 他很顺利的 把锁头打开 就来到里边 他一看这屋里啊 躺香 利贵 什么都有啊 他用掌中这口 假大混刀 咔嚓咔嚓 披开了几座柜 果然里边有金银 他也没过树木 找了个包子皮 包了一大包 叫这足够用了 这才提包转身出来 也该他倒霉 他刚到了院里头 对面 对面 正碰上细波大头鬼 方树安 因为浑烂 方树安 剑贼就追 剑贼就打 眼睛也杀红了 正好到后院 嗯 一抬头看着 王顺 方树安 一咬牙 把大脑子一晃 一摔 成一咬子 你他妈 溜得到这儿来了 脑子正想找你呢 找到 蹦过去就是一刀 王顺 王顺这只 就怕人认出他 无心恋战 如果要安心打 方树安一百个 也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王顺 虚晃一走 名声上房 撒牙子就跑 他奔后山就下来了 方树安再想回去找人去 就怕断了线 大脑子一琢磨 嗯 这小子要溜 不行 我得跟着他 他是爹云峰第一名要饭 抓的就是他 我能让他跑了吗 但是方树安一边追 一边就喊 来人呐 有听见没有 贾虚良跑了 王顺他把这小子跑了 奔后山来 他一边追 一边喊 结果也被人听见了 谁 小义是爱虎 爱虎听见方树安拉饼 王顺跑了 爱虎心就一动 赶紧转身找人 把白云生 憨天井 卢针给找着了 本来啊 想找徐良 一看徐良跟白云瑞 杀得跟雪人一样 正在混战之中 抽不开身 时间不能耽搁 所以他们四个人 就提着兵人追下来了 追的后山 到处是战场 到处是火光 再找方树安找不着了 爱虎他们可机会了 听说是搬后山去了 干脆就追着 结果跟方树安呢 还跑到岔道上去了 一个奔东北 一个奔西南 不表爱虎他们 单表方树安 这阵他也豁出去了 压着小片刀 是在后的紧追不舍呀 除了跌晕风 狼牙剑 跳过老山头 又跑出十里地 方树安 累得启启之喘 打梁棚 往前头一看 可不是王顺 王顺提着大包 再偷钱紧跑 这就是不顾了命了 方树安在后的 就紧追 一边追 一边叫唤 站住 王顺你跑不了了 上天赶到灵消殿 陆地狱赶到鬼门关 不把你抓住 姓方的 绝完不了 你给我站住 王顺一听 吓得魂不附体呀 他倒不是怕方树安 他怕徐良和白玉瑞 又往前跑了一场 王顺有点实在是累了 启启带船 听声站住 回过头一看 就方树安一个人 哎呦 王顺的心呢 这才平稳了平稳 啊 就他自己呀 那我怕什么 臭崽子 我把你大脑袋吼起来 我出出气 我不是徐良和白玉瑞的对手 我还打不过你吗 人要倒了没了 喝口凉水都塞牙 我叫个饭桶 把我碾出这么远来 王顺把帮放地下转身 跟方树安来了 方树安画了大脑袋正注意呢 一看王顺不跑了 下去他也不敢追了 站住了 方树安回头一看 我的妈呀 一个人都没有 方树安他光顾追了 认为后边得跟了一大帮人 闹了半天就自己老个一个 方树安脑袋嗡了一声 还是我傻呀 我怎么不好看 我怎么能抓得住王顺 方树安一看王顺奔他来了 转身就往回跑 这王顺一边追他一边喊 哎 方树安站住 你不是想抓我吗 贾徐良在这呢 你跑什么 有种的你过来抓呀 方树安一边跑 嘴还不老实 你放嘟如屁 想着你等着 一会儿我再抓你 这阵我没空 把王顺气得哼哼了半天 王顺一想算了 这是个臭无赖 我便因为他耽误时间 我能往回追他吗 应这面碰上徐良怎么办 干脆我还跑我的吧 想着这墨灰身来 找着银子包 他照样往前跑 刚一跑 方树安又回来 方树安是怎么想着呢 他一想如果我要跑了 就断了线了 再找这王顺 比登天还难 那真就应了那句话 还比凶真一般呢 这小子这回一跑 不定逆到哪儿去了 我刚老想报仇 全得化为炮影 不行 再危险我也得跟着他 究竟要看看 这小子跑到什么地方 哪怕我心里有了底儿 回去送信呢 也值个 所以方树安冒着险又回来了 王顺 帮他站住 爷爷追来了 现在有工夫了 我来抓你来了 把王顺气得鼻子眼都冒火呀 揉揉揉 往前跑了一程 一回头 一看方树安就在身后 心想这玩意多别扭 我怎么就甩不掉他了 他把包 往腰带子上一憋 转身又回来了 方树安 我来来来来 你不是抓我吗 爷爷在这等你 方树安一看 人家站住了 不敢追了 自溜 躲树后子去了 急着在那支拉屁 王顺望前一迈步 方树安转身就跑 等王顺跑 方树安就追 这俩人啊 就像一条绳 拴在一块儿似的 王顺一边跑 一边琢磨 心说我要倒霉呀 这叫冤魂蝉腿 别看这小子 能耐不大 鬼脸子甚多呀 难道说 我就摆脱不了了吗 眼珠一转 他有了主意了 这回 他又站住了 方树安一看 他站住 自溜也站住了 把小片刀晃了 三晃 王顺 你咋怎么办 王顺的心平气和的 把火往去压了呀 哎 姓方的 咱俩做笔买卖 你看怎么样 什么买卖 你说吧 姓方的 你别忘本 你也是陆林人出身 后来 你才投靠开封府 但是你这个人 又可恨 又可怜 谁不知道 你是被徐良给欺负怕了 你投靠开封府 也就为的是 保住一条狗命罢了 我就不相信 徐良把你鼻子拉了 你能不恨他 他把你的五官给你损坏了 你能饶得了他 之所以你现在这么做 也是被迫无奈 方说 不管你怎么想的 我也是陆林人 现在我倒了没了 落在暗处 这就是人在暗处 去拉一把 你切莫赶尽杀绝呀 如果你方说 能高抬贵手 把我给放了 我一定报恩 紫面金刚王室 是讲义气的人 将来你要有个马高邓短 我绝不能袖手 不管 你看怎么样 你就高个手 把我放了就得了 就是你知我知 身边连第二个人都没有 你怕什么呢 多个朋友 多条路 多个冤家 多堵墙呢 你想想我说这话 有没有道理 方说 安一听见 这小的是怕了我了 方说 安明白 这叫贼不寝政 你心里有鬼 所以你才跟我说软和话 方说安那鬼点的更多 低着大脑 就琢磨了一会儿 你说的这玩意 可以也有一定的道理 那你说 那这买卖 怎么个做法 将来报恩 未免太远了 我要活不到那时候 怎么办呢 我打算来个献得力 行了 现在我就给你钱 行不 那你给我多钱 不知道 我青囊儿子 有多少给你多数 你等会儿啊 王顺把偷了那包银子 拿出来 往地一放 打开包子皮 用眼睛一过目 不少 黄的是金子 白的是银子 如果兜折和线钱 不到一千两 也差不多 看吧 多时 他跟方说安说 方爷 多了我是没有了 要有的话 我绝不吝啬 看见呗 这一包全给你 能不能放我掏走 我那包那是多少 一千来两把 我太少点了 咱们买条命才花这么俩钱 方爷 你别鼻的牙巴说话呀 因为我走到仓处 身边没带着巨款 这么办行不行 将来 如果咱俩再见着面 我给你五千两白银 补今日之情 你看如何 这说你说呢 我说好吧 咱这人那最讲理 你把那包 给我扔过来吧 哎 王顺把包包好了 因为俩人离得挺远 方爷说安不敢上跟前来 王顺把这包拎到手里头 你琢磨别上当了 我方说安 你给我起个誓 我要把银子给了你 你还追我不追我 你这人怎么不相信人呢 姓方的最讲义气 大丈夫一言出口 如白染造 四马难追 板上钉钉 这还能有反悔的一例吗 我告诉你 你要把银子给我 我要不放你 将来我死在乱箭之下 车呀 麻财 不得善住 好了 行不行 够意思 接钱 啪啪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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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顺真相信了 把这包银子扔给方说安 方说安用刀尖挑过来 用手一摸硬邦邦的事前 他也没过数目 就把这包银子围在自己身上 等围完了 王顺一笑 方言 青山不老 路水长流 他年相见 后会有期 姓王都走了 往后 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我一定报恩 等等 等等 你往哪走啊 这 我也不知道 我说你不知道 我知道 王顺哪 干脆你跟我走得了 我把你带到开封 包厢也有三口铜闸 那狗铜闸可快了 我把你塞里的拿闸刀 把你闸了就得了 哎 方说安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这钱白花了 你放屁 你他妈这钱是偷来的 不是你的 再又说回来 你就是万两黄金 你也买不动开封府的官人 方的也铁面无私 岂能受贿 刚才我使的是烟炮滚吹灯 小子 你跑不了 哎呀呀 姓庞的 你小他妈损透了 难道说你方才起的事 不算了 你就不怕用事 哎他妈怎么的怎么的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 早都活进去了 车压马踩啊 爱干什么干什么 我全都不在乎 小子你跟我打官司得了 把王顺气了 来了个小发昏啊 眼前金灯烂话 心说我呀 算叫他把我调理库了 本来就没路费 都叫他筐去了 好啊 王的爷我也豁出去了 不就是死了吗 临死以前 我也叫你好受不了 哪里到 王顺提到来年方树安 方树安比兔子跑得还快滋溜 进苏铁里跑了 可王顺这个注意是勉强的 追了那么一会儿 你想算了 我一定把这冤魂都摆脱了 上当上当的 快走 一会儿天亮 就来不及了 小子这王顺 照样往前跑 他一跑方安又跟起来了 小子你他妈是跑不了 但是这回方树安 怎么在后头追 王顺连头也不回来 他是下定决心 加快速度 离这跌云峰越远越保险 你想 王顺的脚程够多快 方才呢 光跟方树安扯淡了 所以 他没跑出多远来 在这儿他下了决心 跑 方树安就撵不上人家了 就见王顺奔着 都把这个方向 闸眼之间 消失到黑夜之中 方树安拥着目光 紧追慢追 结果端了下了 咦 我爱你 怎么跑哪儿去了 方树安看了看地势 就是这么一条道 两旁边除了山就是岭 方树安一琢磨 我呀 别改变主意 就顺这条道往前追 我看看究竟他跑到哪儿去 就这样方树安 一直追到第二天 日头升起来 也没找这王顺的影子 哎呀 方树安心头就凉了半截啊 看来断了线了 我白追了一晚上啊 哎 怎么办呢 再往头前看看 要实在没有 我就回山覆命 起码 我还可以叫我干老 他们顺着这个方向 追这帮顺 但是方树安转了一圈 看着这地方十分衍生 从来也没来过 这回他就放慢了脚步了 因为您装机地里头 有人干活了 这条大道上 男女老少牵着驴赶着车的 赶急上地的 已经绿续出现了 他再那么跑 那也太不像话了 方树安把小片刀也带上了 一边擦汗 一边往前走 没走三里地 前头是个大镇殿 镇殿的口这儿 埋着块石碑 上头刻着啥字 蒋家驼 这地方叫蒋家驼 又不小啊 他过了石板桥 进了镇点 他又看这个大镇点 望少说 也得有五百户镇价 方树安想 你看着没 这王顺 肯定眯到这儿了 我一定想方设法 是讲他拿货 方树安追赶王顺 追到蒋家驼 他是不清楚 他现在已经进入湖南地界 再往前走不远啊 就是洞庭湖和长江 这个镇点 就离这大江不远 方树安还从来没来过 他一瞅 这个大镇点不小啊 东西一趟大街 南北的买卖和住户 周围环瑶着青山 景致非常优美 但是方树安心乱如麻 哪有心思观看风景 他低着大脑 他一琢磨呀 这个王顺 肯定眯到这儿了 不定在哪家 我得想办法把他抠出来 非把他抓住 往我刚老面前一线 他老人家得多高兴 我也算投靠开封府之后 立下一件大功 方树安打定主意 进了街了 这阵呢 刚早晨起来 有的买卖开门了 还有的没开门 他抬头一看 小狮子街露西了 有一个饭馆 这饭馆 上个大字 叫三仙居 刚挂上幌子 哎呀 方树安这些脚上 有点发饿了 老肠子跟老肚子支干仗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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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咕咕咕咕 方树安一想啊 这两天就没吃好饭了 昨天这一天光顾打仗了 水米没沾唇 搅着又乏 又渴又饿 心说呀 我先进饭馆坐会 把肚子偏饱了 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 然后再说 就是这样 他迈步进了三仙居 这奶奶刚开门 他是头一位顾客 伙计把桌子都擦完了 回过头离开 哎呦大爷您早 请坐吧 好说好说 方说安找了个把窗户的座位 等坐下这伙计擦某桌案 摆上吃别筷子 就问他 大爷 您想吃点什么 吩咐下来吧 您是头一位 厨师傅一高兴 给您做点 可口的美味 哎呀 你们这儿 都有什么呢 哎呦 我们三仙居是大饭馆子 在蒋介佗 是手取一指 咱做的东西 什么都有 天上飞的地下 跑的草坑 蹦到水里附的 煎炒烹炸 包拌酒席 样样俱全 我让我用不着那么麻烦 这么办吧 你呀 随便给我颠队颠队 弄得拔个菜 冷 昏 热 酥 煎炒烹炸 简单 最拿手呢 给我做了 哎 好了 那你用多少酒 多了不要 半斤吧 不过 还要好酒 可以您放心吧 咱们有自己样制的 叫开坛十里香 在十里地以外 顺方 您都能为这香味 行行行 那就是他 伙计告诉厨房给准备 方说 俺利用这机会 往椅子上一靠 脚着昏昏沉沉 身上有点发秃秃 他知道 没吃饭的缘故 另外也不得休息 眼睛也有点发色 他往街上瞅瞅 买卖陆续都开张了 行人也在增多 唯独没有紫面金刚王顺 可是他又一想 即使王顺出现了 我怎么抓他 没人家能耐大呀 哎呀 我得想个好办法 方说 心里都正然胡思乱想 火气把菜陆续端来 老方高鼻子一闻 真香哎 大概是饿了的缘故 方说 俺低着大脑袋 把筷子抄起来 他就吃开了 这阵酒也给烫好了 他一边喝着一边吃 用眼睛打量打量这屋 里边是后院 可能是饭馆这人的下厨 这饭馆还真不小 他做的是散座 卫生方面也不错 靠着里边呢 一拉六 有五个单尖 那是雅座 链都没挂 啊 方说 你想 这小小的地方 还有这么阔气的饭馆 啊 对 我怎么有钱呢 我饿王顺着一下就饿了一千来两银子 这回啊 我得飞吃飞喝 补补身子 想到这儿他颠颠这银子包 不要得高兴 你看方说 这人呢 挺爱小啊 平日的时候很节俭 连一个错钱都舍不得花 如今发了个小财 他真是喜出望外 腰板拔着 晃着大脑袋 他吃上了 这时候呢 饭馆陆续 这客人就来了 哗哗哒哒哒的 也有那么二十几个吃饭 方说安有时候看看 有时候闷头吃 哎 正在这么个时候 就听外边唐锣一响 走进一个盲人来 唐 唐 唐 方说安回头一看 是个老头 这老头是个大个 稍微啊 有点勾溜腰 脑袋都秃了顶了 就后脑勺 还有那么一百多根头发 把它拢得一块 梳个小嘎嘎啾 大草帽 在身后背着 斜跨着个黄布兜子 油纸麻花 上面还有几块补的 这兜子鼓鼓囊囊 嘻啦哗啦之响 也不知道里边揣的什么 手里头拿着小唐锣 右手煮着鸣炸 往脸上一看 是个盲人 光有白眼珠 没有黑眼人 这老头跌跌撞撞 进了饭馆了 火气赶紧迎上来 老爷子 哎慢点慢点 往这走往这走 您那要用饭吗 我闻着香味 这是饭馆子吗 对了 这叫三仙居 我就冲着名头来的 有闲座吗 有有有老爷子 这这还有闲座 您请到这 不不 我自己找账桌 您看他看不见呢 他还挺爱挑剔 拿着个棍子 戳戳哒哒哒 就戳得到 方树庵这桌子上来了 我这 这桌子有人 哎 这有一位客人 哎 就这么 拉了把椅子 坐到方树庵对面 把名杖 唐锣都放下来 方树庵这阵 吃个不得铃 肚子有点笔了 他抬头瞅着这老头 哎呦 这人怎么惨呢 那脸上有纸麻花的 看着样 大概能有一个多月 没洗过脸了 这时医生不错 但是挺脏 秀面闻着 露出那胳膊 青筋爆流 瘦得不像个样子了 哎 老方心中暗想 人生一世 穷富不等啊 你这盲人多可怜 还瞧个唐锣 甭问 这是跑江湖 算卦骗人的 你说方说 还是陆林人 对这行当 他还能不了解吗 但是也不认得 自己还门头那只吃着 这时候火气 给方叔安端生四喜丸子 红烧大鲤鱼 大爷 您菜可齐了啊 您尝尝 这鱼的味道天下绝论 这是我们洞庭湖出产的 味道是格外鲜美 好好好 您再尝这四喜丸子 这是我们厨师傅加料给您做的 那行 一会儿我多给小费 方说他还唱上了 拿着筷子 他琢磨是先吃鱼啊 是先吃丸子 正这么个时候 那位盲人呢 把筷子也炒起来 一筷子就夹了个丸子 这丸子的味儿还真不错 三仙鱼啊 这厨师傅有两下子 说这话 这筷子一块弯 奔那鱼去了 在当劲拦腰 把鱼给斩断 把上半截夹过来 这是香香香 这鱼做的火号是真到家 哎呀把方说安给气的 心说你眼瞎 你心也瞎呀 你问家了吗 这给我端了的米 吃什么劲 这老头可气不可气 方说安一生气 也没言语 就瞅着他 一看这位连声赞叹 真好真好 说着把那鱼的下半截夹过去 他也吃了 吃完了用手瞎摸 把这四喜丸子 这盘子摸着了 端到自己眼前 低着头 一转圈 全入了肚子 方说安 气的把筷子放下来 我老头 你听着啊 你望着一坐 一枚点菜 二枚要酒 我说你知道你吃的是谁的吗 啊 那火气不说了 给我端生菜来了吗 那是跟你说的吗 那是跟我说的 我要了八个菜 这是最后的俩菜 你也没问价钱 怎么你就吃了呢 哎哟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人要老了 就不中用了 耳也对 眼也瞎 你这吃到的 你看这吃到怎么办 要不这么办吧 我包陪你俩菜 算了算了 我再要俩得了 往后老头你重点意 这样玩家讨人弦 你遇上我了 你遇上刺头的话 轻则骂你一顿 叫你包陪损失 重则就赏你一顿拳头 老骨头老肉的了 垂你一顿 你还活得了吗 你这人真是 我回家过来 其实火家正忙着 一转身回来 哎哟 大爷 人家吃得好快 这么一会儿没了 是啊 有人帮着吃 他能不坏吗 我找这样的菜 再给我来两个 哎是了 我就说去问那盲人 老爷老 刚才我照顾别的客人 就还没问您呢 您想吃点什么 哎 吃什么呢 想吃好的没钱 但是我这人还挺馋 这么办吧 你给我来一盘 烩豆腐吧 我就乐了 老爷子 咱这三仙俱乐 是大饭馆 咱这不卖炒豆腐 您要想省钱 这么办 您除了我们这饭馆 往前面走 您看那糊涂没 那里边正卖小吃的 可也都不错 还经济 还实惠 您就不必在我们这吃了 我说伙计 你说话太尖酸刻薄了 你不卖豆腐 我不知道啊 没有就说没有呗 你干嘛往外粘我呀 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替您着想的 哎呀 伙计 那么你们这 最贱的菜有没有 还解馋的 有 炒肉丝了 炒肉串了 你看这样 您随便来一个吧 行行行行 管他什么的 最便宜的 给我来 哎哎 这伙计就这么不错 一会儿给端上一盘炒肉丝的 与此同时 给方叔安那俩菜 做来了 方叔安一想 这何苦来的 这老头太不小事了 我这还没等吃呢 他全给吃了 这去遇上我了 要换别人能答应你吗 方叔安想到这把筷子焯起来 刚要吃 你说这老头有多客气 他要了一盘菜 他根本没动 他这筷子一拐弯 又问方叔安这条鱼来了 哎 这菜是不错啊 刚要加 方叔安过去把他手摁住了 你等等 我说您来演一下 您手可挺有准啊 您看你比上的多是地方 这是我的菜 人怎么这么老了 这就完蛋了的 对不起对不起 说着筷子一拐弯 又奔那丸子下来 方叔安心里纳闷 你是装蒜的 这是真的 这老头真可气 这老头加了个丸子 这肉丝这味真不错 我老爷子那是肉丝吗 那不丸子吗 还是加的我的 是啊 对不起 谁让咱俩一个桌里的 您就吃点坤吧 怎么办 我呢要是包陪您这菜钱 我包不起 因为什么呢 光寡孤独 我又没有收入 就全凭着打汤螺串村镇 给您算个卦 挣那么俩钱 要想包陪您这菜钱呢 实在拿不出来 我这么办得了 我奉诉您一卦得了 方叔安本来不信这玩意 他知道这叫江湖树市 三百六十行 有这么个行的 这骗外人行 那行人能上这当吗 但是方叔安呢 这阵也没事 拿他打铲 所以方叔安乐了 是吧 那好了 那你就跟我算一卦吧 好 哎呀 您把手伸出来 男左女右 给您左手 这老头摸了半天 哎呀 我说从您的手相来看 您可有一场大难 方叔安根本没信这套 那你说我什么大难 哎呦 从您这骨头里头 我摸出来了 你现在正追赶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浑身是刺儿 你抓不住 不但抓不住 好一好 把你还得饶上 真是凶多鸡少啊 哎呀 方叔安本听把大脑袋一捕了 心说话你他妈甭跟我装蒜了 你怎么知道我追人 甭问 很可能你跟王顺他妈是一会儿的 你不瞎装瞎 你跑这装蒜了 但是一看又不像 看王顺那意思 也是瞎跑跑的这个方向 他怎么能认识这人 老方一想 先沉住气 我看他怎么往下摆和 王顺老人家 您算说对了 我真追赶一个人 那么您看这人我能追住 能追住 有希望 哎呦 我这一摸您这骨头 我觉出来了 这个人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离你还不远 只要你留点神 就能把他找着 好好好 借你一经验呐 不问了他 你方才吓唬我一顿 说我大难临头 此话可是事实 真的 这我可不是吓唬你 我摸出来了 那你说我大难临头 有解的方法没有 有 方才我就想说这件事 解可是解 您得破费几个钱 方说暗箱 看来了不是 拽了半天 拽钱上了 那您说 我得怎么破费个办法呢 好办 我说咱们俩人啊 别在这 里边有担尖雅座 最好咱换个座 你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 请我吃一顿 你这难呢 就解了 不但解了 你还能抓住 要抓那个人 是吗 我老汤 咱水贼过河 甭食狗旁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吃哪碗饭的 你清楚 清楚清楚 我摸你这手 都摸出来的 你是江夏县的人 号称江夏三鬼的第三个 细薄大头鬼 方淑安 对不对 咦 方淑安就一蹦 坏了 老贼 他怎么知道是我呢 方淑安想到这 把眼珠子一瞪 你想想这声 你别吵吵 我没吵吵 另外 我还知道你追谁 你追那个人 叫祖念金刚王树 是从八宝 跌云封 轻松 狼牙剑来的 对不对 一堆 我老人家 您是哪位 甭问 问这没用 我是臭算卦的 这是摸骨项 摸出来的 别人的 我一概不知 你能不能破费两天 请我吃点 要能请我吃 我一高兴 我还能帮着你 办点事 别看我眼下 我要替你摸 就能把他摸住 师父 可以这么说 话又说回来了 你要想不破费 我现在就吵吵 我就喊 我说方淑安来了 要抓王顺 那王顺 你害怕就溜走了 你再想找 你可找不着呢 别言 别言 方淑安一想 这人必有来历 我非把他弄清楚不可 他一看这事 客人越来越多 声音稍微一高点 别人就能听见 方淑安一想 哑作就哑作 到那块谈话方便 这人我是不到撒手 伙计过来 伙计跑过来 大爷 您还添什么菜 没 整个换了 我那哑作 有地方 有都闲着呢 好了 我们把一号 包起来了 说着站起来 他扶着这盲人 老头拿着汤锣 跟着进了一号 活去擦摸桌 让他们坐下 心中暗想 这二位真有意思啊 看这意思是刚交的朋友 吃了那么多了 又重新要菜 看来人家是有钱的乳 咱饭馆子 还怕卖吗 擦完桌子 或去问 那 你二位是吃点什么 上等酒席 你桌 哟 上等酒席 十五两银子 就桌 废话 那也有钱的 你就给我摆就得了 好好好 那就你们二位啊 还是有客人 没有 就我们俩人 看看就给钱 好嘞 时间不大 这菜陆续上来了 就把这门帘挂上来 因为这屋有人包下来 等菜上来 方书安 给这盲老头 满了杯酒 我老爷子 倒个味儿吧 鲜香何处 尊姓大明 您是哪一位 请把名字赏下来吧 方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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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 是摸你首相摸出来的 你问我这有什么用啊 我一个瞎老头 走向篡镇 要犯他 我看不问了吧 我老爷子 还是那句话 水贼过河 甭屎狗袍 外边说话不方便 这块说话可方便 您究竟是谁 您能不能告诉我 我告诉你也没用 你不是追那姓王的吗 你现在往外边看看 谁来了 你 王专一想 他是个瞎子 他知道谁来了 小子用手轻轻的撩铃 我问你我 他往外一看 紫面金刚王树 刚进藏卫 一看这位这个狼狈 劲儿就甭提了 帽子上 衣服上 全是尘土跟草棍 脸上挂着一层灰 白眼眉 也变成了灰眼眉了 眼窝深陷 背后背着刀 一进饭 我都背着手 挨个给笑面 看着意思 他怕遇上俗人 扯扯这张桌 看看那张桌 把吃饭的人 屋里的人 看了个遍 最后轻轻的 舒了口气 拉了把椅子 他坐下来 方树安一出挖 就挖我的脑了 真挨了 这瞎老头 压低了声音 方树安 我这挂算的准不准呢 外边 是不是你要找那个人 你名字都不讲 好嘞 甭着急啊 把他稳住 一会儿 等他吃上 你就到外屋 把门一堵 你不就把他抓住了 对 啊 方树安一想 我抓呀 我十个呀 百个呀 哎哟 这身边要有几个帮手 把门窗一堵 这多好 可惜呀 就我老哥一个 哎 方树安一想 这忙老头肯定 是个武林高手 我得求他给帮帮忙 想到这方树安 往前一凑 我老爷子 您甭跟我演戏了 我姓方的创造江湖 这么些年 连个毛都是空的 什么人我一打眼 就看看八九不离十 是吧 那你看看我是什么人 你呀 不是个剑客 也是个侠客 老爷子 您可不能不管 要能帮助我抓住王顺 您可立下大功 一切 方树安 跟这个盲人老者商议 求他给帮个忙 为什么他要求个忙 其实方树安心里清楚 你这叫跟我装帅 你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回我把你沾上 你就甩不掉 帮忙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 这得说方树安会来事 老者温听 点了点头 嗯 罢了 我吃了你的饭了 能不给你干事吗 如今你也破费了 好吧 不过方树安你放心 别看我实名的人 要想抓他 我估摸着还不费劲 就瞎摸 也能把他摸着 这样吧 你出去 公开跟他见面 把他稳住 然后我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蹲出去 拦腰把他抱住 咱俩 不就把他抓住了吗 就即使咱俩不行 这地方叫蒋家驼 路口那块就有衙门 这有巡检司 有军队 军队文姓赶来 再帮咱的忙 他还跑得了吗 你你 老爷子 我谢谢你了 事成之后 我个人有重邪 官府有重赏 好好好 那你就请便吧 哎 好了 方说完也不吃了 就在这个单尖雅座里边 把衣服归整归整 把帽袋拉拉 鞋袋紧紧 腰带子紧紧 周辰上下 锦尘利落 拽出一尺二寸长小片刀 啪啪啪 在屋还练了一趟 这盲人哪 翻着眼睛在这听着 哎 方言 我脚着你身上 好像挺沉似的 嗯 我说你这样完还能闻着 嗯 闻出来了 你是不是把那银子包 先给我放下 你带着这么沉的东西 你怎么抓贼呢 等一会儿抓完贼 我再还给你 你好 你先给我看过 一千来两银子 六七十斤呢 男儿子腰里他坠着 多不方便 方叔安把包解下来 交给这老头 我们先放这啊 可别让他丢了 全交代完了 方叔安把这半截的门脸 撒 望下一坠 呦就蹦出去了 正蹦到紫面金刚王顺桌子前边 抖丹天高声喊和 咽 你说没鼻子 他不兜风 这味儿跟正常人也不一样 把屋里吓了一跳 什么声 别人不说 单说王顺 刚叫了两盘包子 刚咬了一口 蒙抬头 你看 方叔安 出现在面前 把他吓得是 魂不附体 筷子也落地了 包子也掉地上 他不是怕方叔安 他怕的是白云瑞和徐良 这就叫贼人担虚啊 那个时候这王顺 这么老半天上哪儿去了 在本地 他有熟人吗 没有 王顺 这是瞎跑 跑到这儿来的 他为了摆脱跟踪 进了蒋家坨之后啊 他一看 有个大院套 后门开着 这后院里 堆一堆 全是乱草 王顺 也太累了 他就钻进草堆 在那块斩臂一时 要不说 他脑袋上 身上怎么进草墨子呢 王顺 钻进草堆啊 闭着眼睛 琢磨了半天 他一盘算 我上哪儿去 哎呀 上云南 太远了 上四川 也不近乎 回元祭 不 绝不能回 肯定官府得通缉我 那么眼前有什么地方呢 他想啊想啊 想起一个地方里 离这蒋介佗不远 在五六十里 里有座山 这座山叫 绍花山 据说绍花山 有位总侠 大寨徒 叫赤法龙神 冲徒 冲徒 他管辖着八百里 冻平湖 他还有四个儿子 冲云龙 冲云虎 冲云雕 冲云汉 江湖号称 冲家四太子 据说 是四元猛将 每人一队大锤啊 是金银铜铁扒的锤 听说这冯徒章 还有两个帮手 他曾经跟这两个人 学过武艺 一个叫 海马追风走 上官清 一个叫海马 芙蓉走 上官轮 他还有个军事 这军事姓上 叫上可善 哎呀 但是跟这些人都不熟悉 我投奔人家去 人家能不能收留我呢 这玩意可就难说了 最后他一琢磨呀 不如大胆一试 反正我们都是江湖人 提我爹这名望 他们大概也知道 能收留我更好 不能收留 我借点川子路费 然后我远奔云懒 嗯 就怎么办 王军又一想 眼前至关重要的 我得摆脱这个椅子 把方船我就甩掉了 我就在这瞇一会儿吧 睡他一觉 一会儿他找不着我 他就过去了 或者他就回去了 我再走我的 他那草垛里这一忍呢 这个滋味儿个难受啊 又渴又饿呀 这才想起来 一天一夜水米 没沾唇呢 一会儿我就胃饱了肚子 再说 没钱没关系 我哪怕脱件衣服 做压杖的 故此他等了 有一个来时辰 后来实在忍不住了 他起来了 把身上的草抖了抖 仗着胆子到了街上 东看看西瞅瞅 一瞅没有方船 另外也没有开封府的官人 这才仗胆子到了前街 他可没想到 就在他进了蒋介佗 钻进草舵 这个前后 有一个人正在暗中 监视于他 王顺做梦也没想到 等他进了饭馆了 到三仙居 打送他这肚子 因为没钱呢 他就要了两盘包子 吃完了好赶路 没想到这包子 一口还没吃呢 房砖在里头蹦出来 他焉有不怕之力 这小子终于就站起来 一看 还是方船安自己 他廖威放了放心 事到如今呢 他也豁出去了 幸方的 咱俩是前世的冤界 今世的对头 又在这遇上了 你呢 你又遇上了 哎 王顺 你要是懂事的 赶紧 自己投降 我管保不领辱你 无情不难 一会官兵来到 小子你可就活受罪了 你咱怎么办 说个痛个话 求你别骂的 王顺把眼前那张桌子画 这一招我奔 方船就砸来了 方船变不明要望旁边一坐 顺手抄起一只弹筒来 奔 王顺就是一弹筒 这王顺下的一笔头 又啪 歇了我了 怎么回事 弹筒 正好砸到酒坛子上 酒坛子也碎了 酒也撒了 把掌柜的伙计吓得嗷嗷之叫唤 吃饭的是四散奔 头 歇了我 歇了我 饭管可乱了套了 方船扭向回头就喊 王顺人 快帮忙抱腰子 可是方船喊完了 往一号的房间一看呢 那个盲老头踪迹不见 把银子包也给拐走了 已经没了 哎呦 你说把方船给气的 心说我杀了这个老家伙的当了 你拿我当傻小子指挥呢 你把我银子给我偷走了 连忙都不帮 你跟孙套了你 可是方船喊一愣着功夫 王顺从窗户跳出去了 头也没回撒脚就跑 到了现在方船也顾不了这些 追出饭管 彩后的就撵 撵 截住 有人没给截住 他是国家的要犯 他是贼 谁敢截 老百姓躲地躲 惨地惨 街上是路径人群 一瞅着王顺手里提着明慌慌一把刀 谁要一拦着咔嚓给一下怎么办 就这样 王顺逃出蒋介托 奔少华山就跑下去 方船喊不是他 他后来紧追不舍 这后王顺没当过时间 简短结束 一口气 跑了八十里 在日头望西转的时候 他总算来到少华山的山口 把他累得是摇摇晃晃 实在跑不动 方船喊还比他强 因为老方吃了两回饭 这肚子里头有点 王顺能力再大 他没吃东西 方船喊离他保持着半里地的距离 因为这是旷野深山 所以看得很清楚 就见王顺摇摇晃晃 进了一座山口 老方不知什么地方 压刀还继续追 但是说子面警告 刚一进山口 里头呼哨就响了 呼哨一响说 扶民四起 出来七八十个喽啰兵 手里头 各拿刀枪弓箭 套马杆子 勾连枪 把王顺就给包围了 几只勾连枪 指向王顺的钢丧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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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他妈去扎死你 王顺就没敢动 一手踢刀 一手一摆 各位弟兄 辛苦辛苦 别误会 别误会 咱是自家人 我也是老何 你也是老何 你找谁 我初次到贵宝山来 请问我这有个朋友 这个朋友姓田 叫田凯 是否在此 田凯 哎 他在烧花山干什么呢 我听说他在这也当个小头目 罗勒兵说是有个叫田凯 是我们这寻山寨徒 人姓戳号 双刀将 对对对 我找的就是他 你叫什么名 在下姓王 叫王顺 好吧 先把刀放下 听我们的啊 不听对你可不客气 哎好 他亮亮亮亮 王顺把刀扔了 人家把刀捡起来 拿根绳子 把刀拢上来 到底不送信 这王顺说的是实话 确实他有个好朋友 叫田凯 人送绰号双刀将 是他爹 神权太保 王兴祖的徒弟 尔文说 他在少华山 还当了个小头 但是多年 不通奸性 这也是冒茫啊 这么一提 哎 结果啊 还碰着劲 老老兵到里头 一送信 时间不大 寻山小寨主 双招将田凯 晃着膀子来 他低头看了看 哎哟 果然是凶的 我简直都不认识你了 快快快 松绑松绑 老老兵把绑绳给解开 给刀 又给了王顺 王顺哭了 天大哥 被难之人 前来求你 汪哥哥 跟总侠寨主 每言几句 把我收留下吧 我现在是叫天 天不应 叫地 地不语 走投 无路了 别哭 别哭 兄弟 你走了 据我所知 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哭什么 有哥哥在这 你就可以在这待着 总家大寨主 跟我关系不错 我到那说几句 没问题 你是个英雄 请都请不来 他能拒绝吗 别难过别难过 走走走 我现在就淋漓进山 哥哥 等等 后的还有人追我呢 啊 开封锁的 可不是吗 来多少人 不知道 反正我看见的就是一个 那你放心 我们这座少华山 同邦铁笔 他飞都飞不进来 弟兄们 有 把伤口守好 没有我的话 任何人 不准放进 是 你看他是寻山寨主 有这个权力 他安排好了 带着王顺进山 顺着盘山道 就来在少华山的金斗大站 等王顺进了院一看 这块的气派 不次于八宝叠峰 轻松浪牙剑 相比之下 比王点那块还整齐 大厅门前 站着四十名标形大汉 怀中抱着鬼头刀 双手带 两旁边 摆着冰刃架子 大厅的门开着 聊聊着 这里边正在谈论事情 谁呢 总一下大债主 赤法龙神 风奎章 跟他这两位老前辈 上官清 上官伦 军士 还有他几个儿子 篇富债主 正义论打造战船的事 可正这么时候 他们两个人进了院子 天凯告诉 兄长 料等片刻 我把底交给你 我们总下大债主 风奎章 脾气暴躁 但这个人心肠挺热 你啊 就得顺着他说 只要他瞅着你顺眼 看你可怜 包准收心 如果你枪着他 这事可就不好办 哎 我都知道 现在我要饭不怕搜啊 能收留我就行 我还敢跟人家降嘴吗 哎 就对了 我跟你送个信啊 说这话天凯 挣挣帽子 抖抖衣服 来到大厅外边 高声喊吓 大 在下要求见大债主 风奎章往门口看看 是天凯了 不错 正是在下 进来 是 天凯规规矩矩 走到虎皮交椅的前面 攻身势力 回总下大债主 有一件事情 要向你禀报 什么事 咱们这来了个朋友 打算要步步登高 投靠总下债主 赏碗饭吃 天凯 这鸡毛蒜皮的事 还用跟我说吗 你是寻山债主 你看这安排吧 只要这人可靠就可以 是 不过 他不是一般的人 必须跟大债主 得见个面 不是一般的人 那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大债主 您听说有个人 叫神权太保 王兴祖 那怎么没听说过 一压南七省 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不是被徐良给劈了吗 对 今天来的这人 就是王兴祖的儿子 叫紫面金刚 王顺 王顺 屋里的人就一愣 海马追风走 上官清一听 手碾徐然 他不就是贾徐良吗 听说他在八宝 跌运风 轻松狼牙剑 入了王典一伙呢 怎么上这来呢 天凯说 那我就不清楚了 最好您亲自问话 好吧 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让他进来 天凯心花怒胖 来到外边 满脸是笑 兄弟 我跟你说了 看那意思 大家都挺欢迎 张嘴英雄 闭口好汉 你跟我进来 哎 王顺 进了大厅 他一看 这哪是大厅 分明是森罗宝殿 正中央有座高台 高油五尺 两旁边有梯子 上头铺着虎皮 在办公主案的后面 是一把特大的虎皮 高脚鞋 在椅子上端坐一人 又这人长得太难看了 就是白天 打个对面 也得下个跟头 首先说 这位这个子 身高能有一丈二十六 都出了号了 宽宽的肩膀 挺大的骨骼架子 这张脸 从脑门到下巴 长了下 没二尺也差不多 全骨也找不出 这么长的脸来 高高的全骨 四郎的下巴 大奔的头 深眼窝子 镶嵌一对黄眼珠 满脸嘎哩嘎哒 是一层水性 壳下一步 红胡须 而且这人脑子上 还长俩包 不知道的呢 就好像两个鸡就 要不怎么叫 赤发龙神呢 连胡子的头发 都是红的 长得就像化身的龙似的 人要长这模样 能顺眼得了吗 头上戴着火红缎的杂金 身穿火红缎的剪绣袍 外配对花英雄厂 在上面一坐是稳如泰山 在他身边有四个大哥 这四个大哥 也身高在一丈二尺左右 一个个绑大腰员是肚大腰汗 在他们脚下放着金银铜铁八支大锤 桌子这两边有两把椅子 坐着俩老头 这俩老头好像一个模子磕出来 五官貌相极其相似 不过这皮肤的颜色有点区别 上锤手这老头 这脸发黄 下锤手这老头脸有点发青 花白的虚然干巴巴的精神 每人身后背着一对独龙双轨 下锤手又把椅子 还坐着个出家的老道 这老道是细米尔拉的眼睛 黄胡须 身配八卦仙衣 腰中悬剑 再往下看 都是偏夫债主了 王宋没有时间挨个给相面 强步骑身过来 撩一副就跪倒了 各位好汉在上 总侠大寨主在上 被难之人王顺 给众位问安 说着话 趴地去就磕头 天凯给介绍了 大寨主 各位 这就是神权太保 王兴祖之子 紫面金刚 王顺 你说上人家这儿来 也不容易 像王顺这个人 那也是了不起 但是求人家来了 就得给人家磕头 赤法龙身 冯徽章看罢多时 勉离平身 多谢大寨主 王顺往旁边一站 冯徽章先给他向了向面 而后告诉天凯 此座 真伤脸给搬了把椅子 王顺你这才坐下 冯徽章就问 王顺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贾徐良 不错 不错正式在下 听了你的经历 真叫人可发一笑 因为你长得酷似徐良 唯独眼眉不一样 就因为这个 有人跟你化了妆 把眼眉都染了 是有这事吗 一点都不假 这是有人介绍 要没人介绍 真得拿你当徐良 见过你的人 都说是一样一样的 是 哎 王顺 你不是在八宝爹云层 青松狼牙剑吗 我还接着请帖了 说你们七月十五 要开人头大会 怎么这个会没开 你到这儿来了 哎呀大寨主 哎呀难尽呢 王顺 说的这儿眼泪 一双一对的往下掉 屋里人一阵大乱 风徽章晃晃晃脑袋 王顺 不必难过 有话直管讲来 如果你说的在理 本寨主一定给你做主 多谢寨主 各位荣炳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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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这王顺呢 就把蒋平徐良 白云瑞 怎么攻打跌云峰 徐良怎么没死 这些经过讲说了一遍 一直讲的三倍宋军攻破 自己怎么跑出来的 他是毫无隐瞒的 等说完了 大厅就一阵大乱 哗 哎呀 大伙一听 那么大的一座跌云峰 如今是一败涂地啊 就官兵给抄了 这消息还不知道 王顺要过来 大伙还蒙在鼓里 封会长就问 那么 总侠大寨主 王点 现在何处 死了 叫白云瑞给炸死了 好 电光侠火于贵 不清楚 打乱套了 谁指使死 是我 反正我跑来了 正在这时候 外头当兵的进来了 爸 报大寨主 快了不得了 山口外来了开封府的官人 口口声声 要进山抓贼 少华山大寨主 赤法龙神 逢窥张 正跟贾徐良 紫面金刚 王顺谈话 老兵禀报 有一人在山口外 大喊大叫 大吵大闹 让我们把国家的要饭献出去 如果听了他的话 一笔勾销 没有话说 要不听 他一怒之间 要扫平 绍花山 请大寨主定夺 冯徽章听完了 火望上撞 啪 桌子一拍 外面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人没报通明信 他说他是开封府的半差官 外貌什么样 外貌挺细个脖子 挺大个脑袋 对对 还没有鼻子 刚说的这 王顺紧走两步 报万当凶 大宰主 这个人可最坏无比 他姓方 叫方淑安 人诵绰号 细伯大头鬼 这个小子 当初也是陆林道 而后 被徐良把他鼻子给拉下去 故此闹了个无关不全 他不但不恨徐良 相反 处处替开封府 匹护 而今 他背叛 陆林人 保了皇上了 在开封府 当了一名校尉 跟着徐良 到处跟陆林人 为仇作对 这次八宝 跌云峰 轻松狼牙剑的失败 跟此人都有一定的关系 他跟了我好几天了 求大寨主 把他抓住 就地处决 才能给陆林人 报仇血恨 哦 方淑安 听说过 他跟王金龙火欲贵 不是磕头的把兄弟 对啊 可恨之处 就在于此 他是跌云峰的人 反过来 他倒卖了跌云峰 跟这些把兄弟 为仇作对 没有他的勾引 跌云峰 何至于败土地呢 好吧 那他来的是正好 这就叫天堂有路 他不走 地狱无门 自来头 王顺 你先回避 回避 我见着他之后 在见机行事 见景生清 多谢债主 不过 您对他可不能心慈手软 要留下就是个祸害 本债轻重 来人 陪王壮士下去休息 有两个负债主过来 陪着王顺奔跨院 让他洗洗脸 喝口水 吃点东西 咱不必稀说 单说峰会长 吩咐一声 山口外不准竹篮 让方树安进来见我 尊敌 劳劳明到外边去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把方树安给领进来 咱们前文说了 方树安跟王顺 是破耙子 飙上了 王顺跑哪 他是紧追不舍呀 王顺进山 他看得清清楚楚的 就是前后脚 故此 才赶到少华山山口 有人跟他一说 我们大寨主要见你 方树安是 昂手挺胸 晃着细波大脑袋 走进中平大厅 来到里头 方树安一看 太头可不小啊 不次于我们跌晕风 狼牙剑 他往高台上一看 坐定一人 这人长得阔口脸塞 特长一张大脸 颧骨突出 红头发 红胡须 长得十分凶恶 两旁边站着四个 飙行大汉 每人手中 提着一对大锤 还有俩老头 在桌子旁边坐着 愚者篇幅寨徒 一个个威风凛凛 相貌堂堂 配剑喧边 是怒目而逝 方树安一想 我现在是 堂堂开封府的半差官 山西燕徐梁 白眉大侠的干儿子 我是少侠可一份 我可不能给开封府的人 丢脸 想到这儿 他把大脑子一晃 抱万当凶 我说各位辛苦辛苦 在下 有礼了 这都是江湖道 耍吧人那套 封奎章望下一看 好学没乐了 不 赶紧用手 把嘴堵上 心说世界上再难看的人 还有比他难看的 你瞅这模样长 小脖子戏呢 比擀面杖粗不多少 脑袋大的都出号 大饼子脸还没鼻子 光剩个小黑窟窿 一说话 嗡声嗡气的 闹闹鼻 他这玩意不兜风啊 叫人听了 心鸟望外 那么难受 心说话就这种人 也在开封府当半差官 真叫人可发一笑啊 想罢多时 他把桌子一拍 啪 下面 你是什么人 绕人 不要玩笑 我问你是谁 姓方叫方书安 人称戏伯大头鬼的便是 方书安 我且问你 你我素日 并不认识 今日 你贸然来到绍花山 要见本寨 所谓何故 哎 我大寨主 请问您贵姓高明 赤法龙神 风奎章 听说过 听说过 哎呀 要提起您的名声来 我早就有个耳闻 大寨主啊 一挥声 两挥手 别看过去 咱没打过交道 从现在开始 咱不就是熟人呢吗 我来干什么 当然是有事 无事不登三毛店 假 别着你 实不相瞒 我现在有点乏累 我现在有点乏累 再说 初次登桂山 您也得客气点 先闪个座 然后再说 喝 冯奎章一听 这小子是个刺儿头啊 自己要座 不给他 显得心胸狭窄 心说就给你个座 能怎么样 来啊 刺 座 是 有人搬了把椅子 方书安往这平平稳稳一坐 风奎章问 方书安 你究竟来想干什么 且慢 您先甭着急 我告诉您了 我现在又干又渴 我打算淘完水喝 晕晕我的喉咙 然后再讲 风奎章一瞪眼就 来 给他准备水 其实方书安真渴 这位就是个蘑菇头 他利用喝水的功夫 想想词 把水喝完了 方书安擦死嘴 多谢大寨主的赏赐 现在咱们闲言少叙 书归正文 我呀 追一个人追到这儿来 你追谁 贾徐良 紫面金刚 王顺 就是神权太宝 王兴祖那儿子 你如何追赶王顺 因为他太不是东西了 不但不是东西 而且不是东西 是天大特别不是东西 众人一听好 像没乐了 心说 这个说话 怎么这么不利索 哪这么多零碎 封徽章接着问 方书安 你说他不是东西 你说他不是东西 事实何在 鸟啊 你太鸟了 大寨主中美 这个王顺他爹 就是神权太宝 王兴祖 这个王兴祖 想当初 应付的君王 东方亮的邀请 赶奔南阳府 白沙滩 当了总类官 在擂台之上 招摇撞骗 口口声声 要与开封府的英雄 决一刺凶 而且指名点性 要汇动白眉大侠徐良 那时节 蒋平 徐良等人 赶奔南阳府 在擂台上 决一刺凶 你想想 这事能怪 开封府的人吗 那王兴祖 仗平由武艺在身 劈齿啪嚓 劈齿啪嚓 把开封府的人 打伤了十几个 小诸葛沈仲元 胳膊被他打折 白面判官刘青 腿被他踢断 总而言之 王兴祖 可就露了脸了 像你那样 见好就收得了 包得寸进食 贪婪无恙 非要跟徐良比武 徐良被逼无奈 当场跟他动手 难知呢 他那两下不行啊 让徐良给抓住 咔嚓 像搬烧鸡大豚一样 把他平了 虽然做的有点过分 但是 那是王兴祖 尽悟由自取 赖不着旁人呢 就因为这个 跟老王家 结下了仇恨 这紫面金刚 王顺 为了给他 爹爹报仇 非要找徐良拼命 按一般常理而论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之恨 王顺这么做 也无可指摘 但是他 虎一不应该 重新更换了乳帽 染成了白眼眉 跑到东京 便良前去作案 最不可容忍的是 念入皇宫 四死凉凉 暴打了皇上 而且 他暴通的是 徐良的名姓 这就不对了 大丈夫敢作敢为 你既然小子有骨头 你就不应该 给别人栽赃啊 这嫁祸于人 真是卑鄙可耻 当金天子 这才传下圣旨 包的人传下堂 徐良正在被迫 捉拿于他 他是手狠心奴啊 在夜之间 打死钻天署 奴方 彻底署 寒帐 窜山署 徐靖 致死三老兵天 后来 他又投靠着八宝 颠峰 轻松 狼牙剑 投到王典门下 他们狼狈为奸 急需作恶 开封府众人 这才奉旨 抄了他的山 没想到 王顺这小子 比泥球还黄 趁着混乱之际 他逃跑了 大战主 你想想 像他这种 罪大恶极之人 能叫他跑得了吗 我就是在后的跟着他 跟着这儿来的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就因为这个 我就得抓他 请大战主 你能赏个脸 把他交出来 你要交出来 有好处 为什么这么说 你跟我们 精水不犯河水 虽然你是个山贼 丙方臭八百里 但是 我们也是 陆林人出身 既没奉圣使 也没奉包的人的 唐玉 也没有 节度使的令鉴 所以 你仍然占你的山 我们抓我们的贼 咱们走的是 两条路 你要能把 王顺给了我们呢 我回去 每言几句 你还当你的 山带王 我们是 清毫无犯 你看有多好 话再翻回来 假如 你要包皮 王顺 把这小子 收留到山上 你可倒了 大霉 惹了 大祸 捅了 大娄子了 万说 白米大侠 徐良不答应 玉面小达摩 白米瑞不答应 开封 辅助人 不答应 就在我这儿 说 我也不答应 到了那时候 山寨一破 玉石不分 你可回之外 请大寨主 三思 风奎朗一句话没说 就在这 静静的听一听 一看方硕安 晃着大脑袋 白乎的嘴 压着 直冒白墨子 说的有鼻子 有眼的 好像是近乎情理 听完了 风奎章冷笑一声 方硕安 你有你的看法 本寨 有本寨的看法 我 赞成王顺 是个阳凶 他搅闹皇宫院 杀死娘娘 打了皇上 是英雄的本色 皇上怎么的 老虎屁话 摸不到 他就要摸 娘娘怎么的 金枝玉叶 神圣不可侵犯 他就要杀 这是我们陆离人的榜样 我赞成 至于他跟徐良作对 应该 报杀父之仇 摇生不可 他打不过徐良 碰不过开封府 只好嫁祸于人 这是被逼无奈 情有可原 像这样的英雄 我想教都没有机会 如今他投靠我的少华山 郑重下怀 我一定把他收留 不但把他收留 我还要跟他结成 治疗 谁想碰碰 剩一根寒毛 从我这说就不答应 方说 我要不把人给你 你应该怎么办呢 哎哟 方寨主 你这个开玩笑 还是真格的 哎 这乃是中庭大厅 岂有玩笑之理 那么词话当真 当真 词话果然 果然 好了 峰会长 这可应了那句话 好良言 南圈该死的鬼呀 我是出于陆林人的同情心 这才劝说你一番 结果中言逆耳里听不进去 看来你执意要跟开封府的人 为仇作罪 好了 将来你必自食恶果 告辞了 哪里去 送信去 搬兵去 找我干老徐良 和我老叔御面 小大摩白玉瑞 回来找你算账 姓方的 你明白人 说糊涂话 我这是绍花山 这个地方是巨异分赃厅 这可不是市场 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溜得玩的地方 你要想走 你先问问本寨 我答应不答应 哎呀 方昆啊 你不答应 你还敢把我如之河吗 那当然了 你这条命 就在本寨手心里攥着你 来 把它拿下 医生令下如山倒 他大儿子冯云龙 蹭就过来 来到方淑安 进前一伸手 把老方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 吹 痛 才在你给我过来 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 把方淑安给拎起来 方淑安你看 这家的拳头好像皮锤 胳膊好像防领子 不管动哪方面 自己是甘败下风 老方一想 光过不吃眼前亏 我动手也没我的好处 方淑安干脆就没伸手 再看冯云龙 把他拽起来 往地上一摔 把方淑安摔得杠了一声 啪 搂了兵过来 把方淑安捆了 小刀也给他卸起去 方淑安是仰面大笑 他这一乐 把裙子乐傻了 风回章气的把桌子一拍 方淑安 你乐什么 哎呀甭问甭问了 行了行了 乐一杀就开刀 吃肉张嘴 上刀山下油锅 我什么都不怕 皱着眉头 不算英雄好汉 像你这种胆小鬼 你还问什么 本寨怎么胆小呢 我胆小 我敢把你抓起来吗 胆小 我敢跟开封府就作对 胆小 我敢收留王顺吗 我方淑安 你甭打肿脸充胖子 你这就是胆小 我请问你 我方淑安 单枪匹马就是一个人 我敢进你的绍花山 我也不怕 怕 我就不来 那么我来了 这就是客人 咱们俩讲的是道理 今天这不是战场啊 听也罢 不听也罢 你翻什么脸呢 为什么我说送信去 你不敢呢 你怕我走 你不是怕我 你这怕徐良 怕白徐瑞 怕人家来了 收拾你 你把我抓住 打算杀人灭口 这就说明你胆小无数 你降什么呢 方会长 你来吧 给爷爷来个痛快 这时候这紫面金刚 王顺 在跨院听见了 本来方会长让他回避 回避 但是他不放心 他怕方淑安这张利口 再把冯会长说服了 把自己献出去 那不倒了血没了 所以他才为他听放 这一听 方说安实际是激将法 如果冯会长把他放了 这事就麻烦了 他要没请示请示 卖部就进来了 大家中 我都听见了 这主业可别上台去的 这小子一度的转轴 满嘴的谎话 他刚才使用的是激将之法呀 明明他怕死贪生 他反过来还激您 您要把他一放 可就上到他这当了 他回去给徐良众人一送信 少华山就立刻变成战场 对大寨主可不利呀 寨主把他杀了就得了 你们大家要没空 我亲自执行 说着紫面金刚 王顺从背后把刀拽出来 往前一根布 把方说安的耳朵给靠住 行方的 咱俩是前世的冤家金世的对头 活该你死在我手 拿命来 王顺举一刀就要砍 正在这么个时候 从人宠之中挤出了一位 这位三步两步 到了王顺的背后 把巴掌轮起来 给王顺呢就来了个嘴巴 啪 这一巴掌山的这个脆块劲就崩堤了 由于用力过猛 把王顺打得横着出去六七步 等等等等等等等 王顺一无脸 嚼着耳门就嗡嗡之响 什么也听不见 好像没给打拢了 他心里那么这是谁 谁对我这么不礼貌 牛项回头关销 他一看呢 这主他不认识 此人身高九尺开外 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收 头上戴着古铜色六楞超口硬撞金 顶梁门倒拉三间雌骨叶 并插英雄球 穿着一身古铜色的短靠 雷着大袋狮子派 外面披着灰色英雄长 身边背后背着一队十八姐 属于摸朱节钢鞭 往脸上一看 面如江黄 凉到红眉 燕尾的黑狐 看岁数四十岁挂领 真是威风凛凛 相貌堂堂 王顺初到少华山 对这儿一切都是陌生 因此对这个人 他是不认识的 你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打我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大寨主 我看王顺 就是罪魁祸首 您那变糊涂了 赶紧传话 把他抓住就得了 这方术案不能上 单说逢奎章 也是一愣 在他眼皮底下出这种事 他没有想到 但是他一看 打人的这个主 他乐得 贤弟 你怎么发这么大火 到底为什么呢 别生气 坐下来 慢慢跟我说 这个人紧走两步 来到桌案前面 把声音压低 大哥 咱们是自家弟兄 有话我可不能不说呀 这个紫面金刚王顺 咱收不他 这是个三门星 要把他收下 主咱们少华山的不利 方淑安方才所说 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跟开封府之间 井水不犯河水 虽然他们是半差官 咱们小名是贼 但是咱是公道大王 咱们靠着种地 捕鱼为生 不抢不夺 不伤害百姓 所以官府对咱们 睁一个眼 喝一只眼 咱们才得以安安无恙 话又说回来 今天把王顺要给收了 咱可就要倒霉啊 他乃是国家的药饭 把娘娘给炸死 把皇上给打了 玩得了吗 徐良的爹 还死在他手 玩得了吗 如果把他收下 激怒了国家的官兵 激怒了开封府的差官 跟咱们就得决一死战 到了那时候 大寨主 你就毁之晚意 不知我说的对于不对 请大寨主三次 王顺要杀方叔安 被一个人揍了个嘴巴 这个人呢 可了不起 他在这座少华山 举足轻重 在赤法龙神冯徽章面前 可以说说一不二 那位说这人是谁呀 他为什么占这么重要的地位呢 书中在言 此人乃山西关州的人 任宋绰号镇八方 名叫雷英 雷英是谁 在前文书咱说过 湖北京湘九郡 反了个襄阳王赵爵 这雷英是赵爵手下一等的王官 当初跟开封府围仇作对 白与堂三探冲销楼 大闹同网阵 群群巨破冲销楼 在那个时候 雷英是坚决站到 湘阳王赵爵的立场 跟大宋朝势不两立 可是后来 转变了立场 有两种原因促成的 头一种原因 雷英这个人本身很正 既不监道歇阴 也不做那些威门邪道的事情 在湘阳王赵爵手下 是一等的清官 威望很高 所以开封府对他呢 采取能收服就收服的办法 有一段书 叫北下欧阳春 会斗雷英 欧阳老夏可知道 他是个人物 因此刀下给他留了情 没要他的命 他很赶紧 在第二次 白梅徐良 在段隆陵把他给截住了 徐良呢 也知道他是个人物 二次给他刀下留情 饶他不死 而且徐良还高抬贵手把他放了 可当时的情况下 雷英有点抹不过脖来 说我当时就投靠开封府 显得骨头太软了 襄阳王赵爵对我也不错 怎么办呢 干脆 开封府我也不投 襄阳王我也不保 我自己另选出路 后来襄阳王赵爵从地道跑了 带了一伙人 一直跑到宁夏国 投靠了西夏的赵元豪 雷英没跟着去 他带着两个好朋友 一个叫小方硕方雕 一个叫铁刀大都督贺宾 他们仨人呢 就赶奔绍花山来了 就是这座山寨 当时的绍花山有个小头头 就是现在的寻山寨主 此人叫田凯 那这儿的绍花山 狼狈不堪 也就百八十人 要聚一分赃厅 没有分赃厅 要大寨没有大寨 这呢就是一帮草寇 雷英一来 田凯 马上把这位置 让给雷英了 他就当了大寨主了 那雷英要文有文 要无有武啊 而且这次 在襄阳这一出走 身上带着很多之前的东西 价值连城 接管烧花山之后 他设计一张蓝图 带着破图动工 招收楼兵 可在当时呢 天灾人祸 有很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 连饭都吃不上 有些人就挺身走险 上山入伙了 不喂别的 就为吃口饱饭 有的把家眷都带来 越来人越多 不到二年的功夫 这块就聚集了一千多人 而且出具规模 中平大厅寻补寨三道山口 全都修好了 雷英呢 就打算一度晚年 抱腿就燃了 但是他一看这地形啊 这绍花山太好了 三面靠路 一面靠水 后面有条江 叫柳江 从柳江往前走 可以进洞庭湖 有这地方天然的资源 所以呢 他就主持着 楼楼兵不抢不多 开墾荒山 自重自食 另外呢 造一些船只 到洞庭湖 溥鱼 啄泻 这样呢 不仅改善了 楼兵的生活 另外把富裕的 拿到集市上变卖 能换些钱花 人家山呢 可治理得蛮不错呀 大宋朝 对于战山为王的这些人 只要没有十大的罪恶 不骚扰百姓 就不动用大兵 以招抚为主 以剿灭为辅 因为什么呢 宋朝的军队重点在防守边防 内部的是 尽量不动刀兵 还是不动为好 所以啊 这邵华山得以修养生息 养成气候 后来 雷迎才认识了赤法龙身 冯奎章 冯奎章 是个海盗 专门使船上 在长江洞平湖一带 大家接手 无意精通 特别是对谁有研究 老冯奎父子 那能耐可不是一般的 而且那冯奎章这个人 也挺讲义气 跟雷迎一见面 都互相慕名 就结为金兰好友 雷迎深感自己孤单 就把冯奎父子 接上绍花山 雷迎啊 为了省心 就把头把手 总侠大寨主 让给冯奎章 自己宁愿 屈居第二位 冯奎章 叫做于心不忍 哪能悬宾夺主呢 是再三不答应 后来发现雷迎非常支撑 这就勉强接受了 他们俩一个大寨主 一个负寨主 标着网子在一块一看 绍花山可就变样了 水汗两路是固若金汤 所以冯奎章 对雷迎来说 格外的重视 有什么事 都得跟雷迎商议商议 雷迎同意的事 他就办 相反的 他就不办 这是以往的事情 那么单说 现在 雷迎下的一建议 王顺 咱不能收 方朱安 不能杀 把成本厉害 跟他一讲 封会让身以为然 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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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亏 凶的给我提醒 不然 我又做了一件错事 不过 冯会长 有冯会长的打算 他脚着 要把王顺送出去 太不义气了 岂不被天下人耻笑 想到这儿 他跟雷迎商议 先例 我打算这么办 你看行不行 方朱安 咱也不杀 但也不能放 咱们从长计议 暂时先把他软禁起来 对于这个王顺 咱暂时先别往外交 也把他软禁起来 看看开封府是怎么打算的 如果须良和白云瑞 同情打理 上咱这拜山 而且保证 对咱们少华山 无有伤害 那我就把人交给他 把方朱安一放 假如说 这帮人 专横跋扈 目中无人 小瞧咱们山寨的英雄 那将说不了了 我就要把方朱安给杀掉 就要跟他血战到底 不知贤弟 意下如何 雷英说 这么也好 这样还万全一些 就一哥哥之见 两个人商议好了 冯徽章 当时传令 来啊 把方朱安 带在下面 严加看管 一日三餐 不准难为于他 雷英说这么大 把他交给我 我负责看着 他跑不了 好吧 交给雷英寨主 因为雷英是负债主 谁敢不听 雷英 马上命自己的人 把方朱安带下去 方朱安也纳闷 好想要掉脑袋 没想到又活了 他为什么给我求情 他心中是疑惑不解 这时候走过来几个人 方爷 这是你的刀 跟着走吧 老实点啊 别让我们麻烦 要不听话 你可自找苦吃 别敬酒不吃 吃罚酒 那意思就贬个方朱安子 你别想跑 你要耍花活 那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方朱安都明白 心灵神会 没言语 被人家压出去了 压到后寨 我再斩切不提 单说 方朱安的事处理完了 冲着王顺一阵冷笑 王顺哪 你平老远就来了 既然到了本寨 你说我把你拒绝了吧 确实不公 把你收下吧 咱没那个过 念陆里人的义气 一天我赏你三顿饭吃 现在来说保证你的安全 不过 我又有个要求 没经过我们允许之前 你不准离开绍花山 我给你安排个住处 来来 把他请下去 大车 王顺一挺 话里有话呀 这叫什么词 何嘴我收了管制了 大哉中 我 别说了 别说了 这就对你够意思 方才我说的话 你要记住 如果你违反了我的话 就等于触犯了山规 到那时候 本寨我可不留客气 带下去 冯云龙 冯云虎 冯云镖 冯云汉 这四位少寨主 把他押起去了 这倒好 到了跨院 有两间房 小窗户 不得点 还有铁壁子 门 十分的厚 想踢是踢不开 把门开开 把他让到屋行 屋里 想干什么 得先请示 经允许之后 才能办 如果不允许 最好您甭办 就在这屋 待着别出去 啊 到时候 有人给你送吃的 说着话 转身出去 嘎嘣把门锁上来 然后派了一部分人 在这看守着 王顺隔着 窗户 我一看 哟 把我看起来了 简直这个后悔劲就崩皮了 要知现在何必当初 我这叫字头罗网 这这这 好姓风的 你他娘的真不够意思 你把我软禁起来干什么 难道说 还把我交给开封府 哎哟 这那样的 我可倒了八倍五的血霉了 王顺银锤头丧气 还声不止 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 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雷鹰 由他大厅告辞出来 回归自己的大寨 因为他是负寨主 他单独有做寨 就是当初的老寨 收拾的挺气派 墙都是调尸大成的 一共是三层院层 使奴换备 失和不愁 实际上 他就是退居到第二倍上去 前山的事全都交给人家 封徽章了 雷鹰到回来 往椅子上一坐 是低头不语 长虚短谈 时间不大 门上人报 小方硕方标 铁刀大毒都贺宾 来看望寨主 他们仨是一块来的 情同骨肉一般 无话不谈 雷鹰一听 来得正好 请 这两个人进来 因为平日 仨人老在一起 里边的仆人都知道 赶紧把水 汽好了 点心排上 轻轻的退出 把门户带好 小方硕方标 眨眨眨眼睛 大哥 今天 您这个举动 可有点反常啊 您这一巴掌 好几个 把我心给我打出来 您怎么把 王顺给糟了 怎么给方顺安 还求情呢 究竟您是怎么打算的 雷鹰文婷 不住的摇头 示意方雕上外 他看看 门前窗下 有没有人 方雕都明白 赶紧站起来 把门开开 围着所房宅 转了那么三圈 看看确实 没人偷听 这才回来 把门二次关好 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 紧挨着雷鹰坐下 哥哥 没人 您说吧 二位贤弟 咱们是 患难的弟兄 没有 不说的话呀 我看咱们 这座 绍花山 完了 哦 此话怎讲 哎呀 你们还不明白吗 王顺 就是个 少数星 他这一来 给咱们 绍花山 带来 无边的祸害 开封阻 完得了吗 你们难道不知道 他把徐良 他爹 徐庆 给整死了 把娘娘 给杀了 他惹的这货 在地底 都到天点上了 就是天子 有交天大赦 把谁都能射了 就不能射他 所以咱们都得受他的株连 都得倒霉 我敢断言 咱们绍花山 咱们绍花山完了 那大哥 您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啊 干脆就告诉你们吧 我跟冯奎章 貌合神离啊 想当初 我把他请上绍花山 把总侠大寨主的位置 让给他 那时候他言听计从 人确实不错 最近这一两年 我发现他有点变 他有点忘本呢 你看他收留那些人 头一个 海马追风走 上官清 第二个 海马芙蓉走 上官龙 这俩小的最不是东西 还有那姓上的军师 那也是个狗皮道人 专门给他出白脸子 他现在培养羽翼 另立一套 根本没拿咱们哥仨 哥在话下 可之所以对我还礼貌 就因为呢 当年有那段感情 如果时间长了 这座少花山 整个就归了人家 没有咱哥仨的地位 方标一听 把脚一跺 可不是 大哥 我不愿意说这些事 我说出来怕给您添力 您不累听 就拿冯杰那四个儿子来说 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 现在见着我们哥儿俩 连大气都不吭 把脸一扬 就走过去了 根本不叫好听的 办什么事情 他们冯家父子一手遮天呢 哪把咱们摆得眼皮底 哥哥 像这种实理的事情 有上百次之多 我们哥俩背后 没少掉眼泪 埋怨哥哥 挫走一步 不应当把少花山的大权 让给外人 如今 我们受人以禀 受制于人 敢闹一个别火 可这不是自找吗 想埋怨哥哥您了 要把您上火 我们哥俩之后 暗期暗别呀 您今天不提 我们还不说这个事 这么长久下去 确实对咱没有好处 应当另选出路 是啊 我就是这样打算的 今天我把方叔安救了 我准备让方叔安给咱们搭个桥 走吧 咱也投靠开封府 对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大将保民主 俊鸟登高之啊 咱们怎么生下的就是贼呀 就带着贼皮来的 永远咱就没有出头之日吗 不 我不是那么想的 想当初 我们保的是乡羊王 王爷对咱不错 所以咱对他忠心耿耿 可是后来乡羊王失败 投靠了西夏了 咱们的关系就算一刀两断了 咱们当时没有出败的 尽力保护的 保护不了 愿咱没能耐 但是问心无愧 事隔多年了 我们也不应该再这么下去了 应当到开封府校里当差 我这人还中义气 当初北侠徐良对我不错 有两次饶命之恩 我就得报答人家 今天救方树安 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就即使开封府不收留咱 认为咱底儿太臭 也没关系 现在咱钱够花 咱就当一个良民百姓 咱也高兴啊 何必被这占山违法呢 哪怕咱们过的日子简朴一些 一日三餐 吃也香甜 睡也安然 再说咱都这帮年纪了 也应当有一个正式的家口 生儿育女 才不枉为活这一辈子 可当初呢 我有点害怕 怕离开这座少华山 早往官府通缉咱们 现在机会来了 方树安是个明白人 咱哪把他请来 把咱的心意 跟他说一说 他肯定能帮这个忙 铁道大都督贺宾一听去皱眉 大哥 咱跟方树安可不一样啊 到了那时候 咱们要人没人 要势力没势力 人家想收拾咱们 可就想抓小金似的 咱们已经挫走了一步了 难道说还走着第二步吗 我看这事不保险 凶的你放心 我看着没有错 让方树安给搭着瞧 如果你不相信方树安 可以让他把白云瑞 徐良讲平起来 向咱们下了保证 那时候你就放心了 其实方树安出身也是贼 那坏事做的还少吗 现在如何呀 人家高高在上 是国家堂堂的官人 三家武艺小武艺 对他根本没歧视 相反为以众人 这不是很好的例子吗 咱们哥仨也问心无愧 抢男霸女的事咱向来不干 不错是贼 那是为了生活 现在我们宁愿金盆洗手 宁愿改恶向善 难道他不欢迎吗 包相也是明白人 一定不究计行 你们把这事就放下心 全包到我身上 好吧 大哥 我们一直跟着您干来的 您叫我们上哪 我们上哪 那么您打算多则伸手这事 今天晚上 就把方川安请来 咱们哥仨好好跟他谈谈 哎呀 这事可不能叫冯徽章知道 这要叫前山知道 咱可就倒了霉了 他怎么会知道 在咱们的大寨之中 都是咱们的心腹 绝不会遭漏消息 退一万步说 即使走漏了风声 他冯徽章敢把我怎么样 我怕他不成 要你们哥俩当我的左右手 我什么都不怕 说好是好 说不好 我就打起来了 我把少花山还夺回来 我怕他什么 对 哥哥 您这么想就对了 腰板应当挺起来 把失去的权力还得夺回来 哥哥 咱就这么低吧 你们俩能赶紧走 记住啊 晚饭之后 夜深人静 把方川给我提到这屋 另外高同厨相 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 是 这俩人推出去 雷鹰背着手在屋转悠转悠 准备跟方硕按谈话的内容 又分析分析当前的形式 以及可能出现的麻烦 雷鹰这个人十分惊细 都盘算好了 他这才休息 书说简短 晚饭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小方硕方雕 铁刀大独独贺宾 两个人来了 大哥 按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好 多派些心服的弟兄 在外边雄风放哨 没有我的话 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内宅 事都安排 把方爷请来 哎 方雕一转身出去了 时间不大 把西部大头鬼方树安 给领来了 方树安心里头是七上八下呀 心说这次是急 还是凶 方教都不让我睡 把我拎到这儿来干什么 但是他一看对方没有敌意 对自己很自由 也没捆着没绑着 而且连那小片刀都没给他没收 方树安这个心里就化魂 等来到屋一丑 认识 就是奏王顺的那个主 西部大头鬼一抱拳 您好 多谢您帮了我的大忙 制止了王顺 使我没掉脑袋 在家里过去了 方爷 请坐请坐 来上座 让方树安坐下来 把点信全摆上来 方树安一看 呀 我这叫风凶化吉啊 我这说掉的后娘手呢 这块还有人这么尊重我 我这是哪位呢 他对我怎么这么尊重呢 我非把这事弄清楚不可 方树安想的这一抱拳 我说 对妹 有什么事帮忙着 咱们都是陆林人 最好办事说话 干净利索 我要请问 亲乡 细伯大头鬼 方树安 满腹怀疑 他就问雷英 您是哪位究竟 您把我找的究竟什么事 干脆 您就说个痛快话 好吧 方爷 在下姓雷 我叫雷英 有个小小的绰号 叫镇八方 你 我你就是雷英啊 哦 你听说过 哎呀 静温大名啊 不过那时候 我没到襄阳王府 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誉 你在襄阳王手下 当的是一等的王国 对 了不起 了不起 后来听传言 说你上了西夏 有的还说 你已经不在人世了 闹了半天 你在这 对 方爷 这些事情是一言难尽的 总而言之 人的一生道路坎坷 而又曲折呀 我所经所历 是喜怒哀乐 什么滋味都有了 这是我两位朋友 这位 小方朔 方雕 这位 铁刀 大都都 贺彬 我们是过命的朋友 您别见外 咱们既然关上门了 就是一家人 哈哈 二妹 请多多关照 两个人也客气了几句 雷英为了节省时间 就把细腻全套出来了 我说 俺一听 乐的 手舞足蹈 把大脑瓜一晃 我说 雷将军 就冲你的才干 就冲你的能为 你要到了开放府 哎呀 吃香的 喝辣的 咱们说实在的 我方若安 是个神马东西 我有多大的分量 我自己清楚 我就是个小臭贼 如今到了开放府 那包厢爷 对我一点都不小瞧 三峡母艺 小武艺 对我 也十分器重 不管大事 小乔 商量个什么事 我也得算 其中的一号 有时候包的人 还问我一些事 我过去是非常舒服 非常高兴 就这么跟你们三位说 我为了开放府的老少英雄 干脑涂地 是万死不辞 我这条命 搭上去 我合适 如果你们三位肯于弃暗 投明 那比我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次包到我身上 这个墙 我给扎得底 你们放心 我就可以做主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三个人一听 也乐 来 上酒菜 时间不大 罗列 杯盘 雷英把酒杯举起来 方爷 以后 就多靠您了 来 为咱们初次见面 满淫慈悲 你干 你干 来 四个人一扬二进 方说 俺把酒喝干了 方标又给满上 大脑袋就问开了 我说 雷将军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献山 你怎样献山 有计划没有 这个 我还没想太成熟 我是这么想的 第一步 开封府能不能收留我 方爷 您那可别过意 我们哥仨绝不是不相信您 但是说句实话 您毕竟刚到开封府 人 清 言 威 对不对 您的官职还不是那么高的 您在开封府还不是站着主要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有点担心 最好 像蒋平了 展昭了 特别是徐良 还有您说的那个白云瑞 哪怕他们几位有一位 向我们三个人下了保证 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 当不当官都是小事 只要把这笔交给我们 马上我们就采取行动 献少花山 拿王顺 包在我们身上 您看怎么样 嗯 也对 这话说的这就算到了家了 的确如此 我怎么下保证 你们心里也不脱离 因为毕竟我是人情言为一样 这话一点都不假 可是 我现在被软印到山上 我也见不着大伙 我怎么办 方言 今天我们就把你放了 你还怎么样 你回到爸爸爹云风 轻松浪牙见 面见蒋四爷和白眉雪梁 把我们哥仨的心意 你先透一透 然后 请他们进少花山 跟我们见一面 或者咱们另外约会和时间地链 碰完头 咱们把这事就定夺 马上我们就采取行动 好嘞 哎呀 要把我放了 那冯徽章 要问怎么办 你们怎么交代 就您就甭管了 他有来言 我有去 另外 我为什么把您要到我的大寨里来 我就是为了这 现在这会儿属于我管下 他想干什么的 跟我的打招呼 我用什么借口 也能把此事给瞒住 再这一说 此事立在塑形 您能耽搁挺长时间 应该马上去 马上回来 我算几下 顶多五天之后 这事就能定下吧 用不了 用不了啊 就凭我的矫程 我的速度 办这事 三天来回 指定 我让你跟徐良 我干老见上面 好嘞 一言为定 我以五天为限 在这等着 不过可有一样 你们三位 还有件重要的事情 得办到 什么事 把那王顺 肯定牢牢给冰住 我们为什么要破烧化山 为什么要捅这马蜂窝 就是为他 假如风会章 要能把王顺给献出去 也出现不了这些麻烦 对不对的 你们别弄了半天 热闹一回 到时候王顺也跑了 咱们两手钻空拳 可不好交代 假如说 你们要能把王顺给抓住 陷到开封骨 你们立了功了 那不但露脸 而且露脸 特别露脸了 那是保险上 再加保险 嗯 方言 这事你放心 包着我们仨身上 他跑不了 那好了 一言为定 我什么时候起身 您吃饱了 喝足了 就可以起身 那我走哪天到合适 您甭管 我们后边就是江岔子 下了山坡 到江岔子里边有小船 你可以坐我们的船只出发 有人把你护送出去 这个事情一点意外都没有 你就把心放进 你多谢多谢 好了 方说安一听放自己走 真是喜出望外 当时就饱了 什么也吃不下去了 他恨不得泪生双痴飞回去 马上见着徐良和白雄瑞 把这事一说 这有多好 方说安把筷子一放嘴擦了擦 端了 请用租饭饱 有什么话咱回头再说 说话之间 他把身上的衣服归整归整 小片刀 白不囊 样样东西都没动 我现在就走了 好 三个人也站起来 往外相送 这时候小方做方雕 已经派专人 到后山坡 准备了一只快船 派了四名心腹的水手 让他们负责把方说安送走 等雷英还加得小心 开开门出来 一看没外人 让两个仆人提着红灯 在头前掩路 他就好像寻山茶哨那个样子 掩护着方说安赶扮后山 路上谁也没说话 恐怕别人听见 方说安的心呢 有点紧张 怎么说现在没离开这一亩三分六 等彻底离开 他这心才能放下 走了一段路 开始走下坡 顺着攀山道 他就看见白凉凉的大水 银抄抄 岸上有人仰晃动 知道都给他准备好了 他往前走着几步 刚到江边 就听见身后一阵塌乱 有几处的跑步声 连雷鹰也是一愣 扭回头光看 再看灯青火把 是量子幽松照住白肉 为首领队的正是赤法龙身 封奎章 在他身后 是他这四个儿子 还有上官弟兄 以及姓上的那个军师 篇富债主 足能有五六百人 突然出现在镇八方 众人的面前 雷鹰这张两刀就变成了 浑身寒毛都立起来 呦 这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知道这消息 知道的好快 真有点仗二和尚 摸不着头 书中代言 冯奎章怎么得着的信 怎么来得这么快 说书的一张嘴 表不了两家的事 拿这事白天来说 镇八方雷鹰 打了王顺 当时说服了封徽章 把王顺软禁起来 把方顺安带到后寨 雷鹰呢 坐了一会儿也告辞出来了 他走之后 那个海马追风走 上官清 就感觉到有点不对茬 他看看没人 他跟封徽章说 大债主 我看雷富债主 举止反常啊 情况有些不妙 他这一说呀 冯徽章还傻了 老阴家 此话怎讲 您看他哪反常 不对 我发现雷鹰 在跟你说话之时 两个眼睛不住地转动 他嘴说一样 心想一样 大债主 难道说他有其他的想法 你可不能不防啊 有道是画伦画虎 难画骨 知人知面 可不知心啊 哎 不不不不不 老人家 您是后来的 您不知道我们俩的感情 雷鹰这个人 一步俩脚印 光明磊落 绝不会有其他想法 不见得吧 大债主 雷鹰未必像你说的那么实在吧 我总觉得有点反常 老人家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啊 今天晚上定之分晓 大债主 我不睡觉 我到后寨我看看 听他们说什么 要知心不事 单听背后言 那时候咱们心就有点了 也许我分析是错的 冯奎章被他说的有点心活 但是个堵了个嘎嘎 但愿他说的是不对现 最好他是猜错了 但是呢 他也答应了 掌灯以后 上官星换好夜星衣 背后背着独龙双拐 起身心 赶奔后寨 方树丸他们在屋里说的话 一举一动 都叫他听去了 他就在房坡顶上 在这儿他听着 上官星听完了一咬牙 怎么样 我猜的不错吧 他马上回转身去 就给冯奎章送了信 冯奎章一听火冒三丈 心说姓雷的 你可真不够意思啊 我对你不错呀 你怎么胳膊肘望外拐 吊炮望里走 打算倒卖我的少花山呢 你想升官发财 把我送到扎刀里面 居心何其不畏 因此他继合队伍在后的追赶 正走到江边 双方相遇 冯奎章一看可不是吗 船都准备好了 抬头一看 挺大脑袋 那就是方船 冯奎章火望上撞 高声寒河 呆 雷的兄的留步 事到现在雷营也就豁出去了 冲着铁刀大毒的贺宾 小方舟方舟一试眼色 咯儿仨一试拍开 拉好的架子 等到冯会章到了近前 雷营冲着一抱拳 大哥 咱你们还没歇着 到后山所为何故 兄弟 别打雅尼了 咱哥俩还用得着变戏法吗 你有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得了 我请问你 这是怎么回事 你打算把方舟安送到哪去 大哥 既然你问他这了 我实言相告 我把他送走 想叫他回开封府搬兵去 回来攻打少华山 这个回答多干净利索 这一说不要紧 冯会章这火撑一下就攻的脑门子 来呀妈 你疯了不成 可真没想到 谁能背叛我 你也不能 结果我想错了 都没这么办 唯独你 变成了我的仇敌啊 雷营 你就没想一想 屋里说话 墙外有人听 大道说话 草轲有人听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难道我就没有心腹人吗 你所作所为 所说所讲 我是全都知道了 雷营 念你是 少华山当初的主人 咱们两个人 交情不错 我可不累 抓破了脸 对不对呢 现在你受点蛆 把兵刃交出来 跟我回去 把方船交给我 任凭法洛 至于对你们 怎么样处理 我还要从长计议 这是你的便宜 你真想要抓破了脸 我冯规章 可翻脸不认人啊 到那时候 你可毁之晚意 刚说的这 方雕忍无可忍 拉单都蹦过来 冯大哥 你先别跟我雷德哥说了 我查两句话 可能你是恨我们 你认为我们胳膊肘往外拐 吊炮往里走 实则不然 你都做了哪些事 你为什么收留王顺 你为什么听王顺的话 要跟开封府围头作对 这不放着好好的日子 不过自己找麻烦吗 大哥 谁让咱们不错呢 你要能听进我们的劝说 你现在 就把王顺抓住 打修车 装目中 送交开封府 您 我们 跟着你一块去请罪 亮开封府 绝不会难为咱们 假如大哥 你不听良言相劝 早晚惹出大乱子来 你是后悔晚了 话还没等说完呢 冯会长忍无可忍 回头吩咐他四个儿子 哎呀 快把这作乱之人给我拿下 他大儿子冯云龙 手晃一对雷鼓 瓮金锤 揉就跳过去 方雕啊 我叫你吃里爬来 今天大公子 我教训教训你 招锤门 轮起来就咋 小方说 方雕 手晃担刀 往外招架 他这两下子 哪打得过 冯云龙啊 本来方雕的能耐 就平常稀松二无言 再加上手里的兵刃 比人家轻的多的多 五一也不如人家精 一伸手就不行了 没到第三个会合 刀被大锤给崩飞 方雕见识不好 扭身就想走 那哪来得及啊 风云龙望前 你根部把左手锤举起来 姓丧的你塞着 一锤正砸的小方说 后脑勺上 打了个万朵 桃花开 死尸栽倒于地 铁刀大毒都贺鼻 你看 好小子你真够狠 拿那个来 一晃掌中 大铁刀飞身跳过去 大战 风云龙 风云龙的兄弟 风云虎一看 晃掌中一队 拔弄亮银锤就上来了 大哥把这交给我 都把他们砸扁了 他把铁刀大毒都贺鼻拦住 五六个照片 啪 一锤正砸脑子上 贺鼻连坑都没坑 就死在地上 雷鹰把眼一闭 好像没背过气去 他倒不是怕 是气的 另外也心疼 不管怎么说 他跟这哥俩左右不离 多少年的交情 在警官接要的时候 刚要弃暗 投明 结果双双毙命 雷鹰能不当光吗 一刹那之间 他缓过这口气的 探绑壁 拽出双边 风云章 既然忠言逆耳 主使你的儿子 在此动手兴凶 来来来 咱们是决一死的 晃双边 直奔冯奎章 说雷鹰这两下子 可不含糊 那当初也就是 北侠和徐良 把他制住了 别人干拜下风 冯奎章 也不客气了 让他两个儿子 冯军龙冯军虎 把雷鹰给挡住 两个人四柄大锤 把雷鹰就趋弯在正中 雷鹰手舞着双边 一边打 一点扭回头来喊 方爷 别在这等着了 逃命要紧 快去送信去吧 方书安呢 还在这啥等着呢 让雷鹰这一句话 把他给提醒了 对 我还等着挨雷我呀 我快跑吧 但是又一想 把雷鹰给扔下 于心不忍呢 我跑来你怎么办 别管我 跑一个是一个 快去送信去 以防夜长梦多 方书安一听啊 太对了 我就留在这也白搭 我这两下子更不怎么地 伸手就得弯呐 真不如留口活气送信去 好了 我来得跟咱们回头见 他奔江边就跑下来 方会长一看他要跑 可不干了 告诉他三儿子四儿子 来 追下他 千万别让他跑了 遵命 遵命 封云标 封云汉 两个人四柄大锤 带了伙人 在后他是紧追不舍呀 方书安啊 看你往哪里跑 你站住 方书安嘴还不老实 没听说过 我才不站住 那里走 有的是地方走 这你就甭操心了 三对付 两对付到江边的 方书安不顾一切 跳起来 肉 就进了水里边了 为什么 方书安水量不错 要不怎么叫江夏三鬼呢 他的家乡就有河岔子 他是从水里泡大的 什么江河湖海的水性 他全都 可是方书安就忘了 冯家父子水性更大 不然的话冯徽章能叫赤法龙神 您听这车号 就知道他们爷们的水性如何了 在洞灵湖 多少年了 他这三儿子四儿子 追的江边一看 毫没犹豫 也跳入水中 再看方书安 分水踏水 乘风破浪 晃着大脑 拼命地往前跑 那哪能跑得了 没有人家快 人家是左右夹击 时间不长 把老方就给碾上了 一个抓肩膀子 一个拽脚脖子 砰砰 把方书安给裂住 一磨头又回来了 在水里把方书安拽上来了 冯云彪二话没说 先照方书安屁股上 踢了两脚 砰砰 兔崽子 我叫你跑 要到了这儿了 想走势必登天 抓他走走走 像拖死狗一样 把老方拖到冯盔章面前 这时候还打着呢 雷鹰一看 哎呦 方爷你太饭桶了 你怎么进了水了 还将人抓住了 完了 一切希望是付诸中流 雷鹰正打着仗 脑袋这一流号 没注意 这鞭正好碰到风云龙的锤上 啪啦啪啦 揍揍 两条鞭全飞了 他一愣 风云虎的锤就到了 砸雷鹰的后背 雷鹰赶紧使了个大哈腰 后背躲开 屁股没躲开 啪这一锤 正打屁股上的 把雷鹰打了个前刀毛 摔到地下 两腿发麻 动转不能 让人家宁胳膊给捆上 走走走 把他带过去 把雷鹰也拖在赤法龙神的脚下 风云章气得浑身立头啊 雷鹰 这可是你自作自受 你说吧 你打算怎么办 哼 雷鹰一笑 大丈夫誓死如归 你随便吧 好 那我就成全你 哎呀 连方树安在他 给我乱认 分尸 朕八方雷鹰 和大头鬼 方树安 双双背擒 让冯奎章啊 给抓住了 结果 挺好的计划 全都落空 冯辉章连咬牙 在顿足啊 用手指着他们俩 实在是对不起啊 这是你们自作自受 来呀 把他二人 落任 分尸 打车 重楼兵 答应一声 各拉兵人 往上就床 雷鹰和方树安 把眼一闭 等着等死了吧 看来 没有一点活路 哪知道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 紧急关头 突然有人大吼了一声 要 呆 而能 修得下手 某家 到 没有 这一嗓子划破夜空 借着水音 传出多远 把在场的人吓得 机灵灵 打一冷战 甩两观球 就在这时候 就见水面上一只快船 比箭头还快 已经靠了岸了 从船上 先后跳下五个人来 三才喊的 就是头一个小伙子 就见这小伙 平顶身高 七尺挂灵 五短的身材 车轴汉子 瞅着胳膊腿 身子骨那么结实 头上戴着 古铜色 六楞 抽口 硬撞金 并插 英雄袖 身穿剑袖 腰杀大袋 英雄场 早已拖下去了 卷成了个麻花形 斜茶花 背在身后 手里边 提着一把明晃晃 冷深深的 龟灵 七宝刀 这小伙子是原谅他 浓眉大眼 鼓鼻梁大嘴叉 长得颇有男子汉的气概 那位说 这谁呀 正是小武艺的武艺 小霞 艾虎 在艾虎的身后 跟着一个年轻人 个头比艾虎高了一圈 长得面似银盆 双肩暴容 细腰炸地 剑眉虎目 鼻子口方 一团的正气 长得还带劲 人长得还端正 类配宝剑 手拿单刀 这是谁 玉面砖珠 白云生 小武艺的磕头大爷 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个漂亮小伙 比那仨人都长得漂亮 粉奶奶的面皮 弯弯的两道细眉 一对水汪汪的大眼 鼻子悬板 方海口 穿着一身粉灵色的衣服 雷狮子盼 蹲当捆裤 抓地虎的快靴 手中拎着 后背坚持艳灵刀 他就是小武艺的四爷 焚子都 卢针 钻天属卢方的儿子 在他的后面是个大人 平顶身高 一掌挂领 宽宽的肩膀 粗粗的胳膊 这张脸黑中透亮 亮中透明 大刷子眉 刚领眼 狮子鼻子火喷嘴 满嘴大板牙 牙耳的毫毛 凝着劲往上长着 光头没带帽帮的 牛心法阵 珠三别顶 穿青挂躁 手中 行着一条 冰铁大棍 这位 就是小武艺的二爷 皮的鬼 寒天宁 后边还跟那个人 这人长得不怎么样 穿的衣服 十分破旧 腰里系着丝带 一条裤腿长 一条裤腿短 光着脚丫 登着一双 多耳麻鞋 往头上一看 黑天还戴着 马连泊大草帽 这草帽年头啊 最少也得有三十年了 上到耍圈 连那个螺圈啊 都要掉下来 一根瓢袋 勒到下巴壳 往脸上一瞅 黄江江的脸 他满脸 滋力 一步扎 鹏壳的胡逊 可您仔细一看 这位还是残废人 光有白眼珠 没有黑眼人 手里拿着根铭杖和唐锣 身后背着个大豆子 另外的就是水手了 可这五个人 这一登陆标准 赤法龙神 冯徽章就大吃了一惊 心说我这座绍花山 通帮铁体 后边的江岔子 密布港哨 这是什么人 闯到我的心浮重地 闹了半天 他还不认得这几个人 书中代言 这根几个从哪来 那个石墓的盲人 又是谁呢 在前文书 咱曾经说过 八宝跌云峰 青松狼牙垫一破 双方展开一场混战 紫面金刚 甲虚良 王顺 大顺乘乱逃走 被方淑安发现了 方淑安怕打不过他 连喊再吵吵 他这一喊 叫爱武爷听见了 爱武赶紧找到白云生 卢针 汉天金 他们几个人铺到后院 打算接应方淑安 这时候呢 方淑安已经免 王顺到了后山 爱武领人 在后的就追 结果出了跌云峰 端了下 怎么找 也没找到方淑安 一是因为天黑 二是因为道路生疏 那是哪找去 爱武爷有心返回跌云峰 又怕方淑安有个长短 小哥四个一商议 就在后的摸索 前进 简短接说 他们好不容易摸到上加坨 一看这是个大阵点 天也亮了 哥几个先在道边 休息休息 分析分析 方淑安可能奔什么地方去了 那个王顺可能跑到哪去了 想了半天也没头绪 别人都差劲 就这个韩天锦哈二爷 是天亮必得吃饭 不然的话 他一点也忍不住啊 韩天锦主大棍子站起来 哎呀呀呀 我说等会咱们再喝就顿了 我这老肠子老肚子只干账 先喂饱了肚子再说 吃饭比什么都重要 三个人一听也有道理 打了一晚上水米没沾吞 先喂饱肚子说吧 他们就进了上加坨了 也走到那个饭馆叫三仙居 就是方苏安吃饭的地方 这就叫不巧不成书 他们进饭馆那会儿 这饭馆刚收拾完 把桌椅板凳全扶起来 晚餐家伙全捡走 连掌柜的再火去 把这屋的卫生都收拾干净了 要来的几位客人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那又说出什么事了 咱前文书不说了吗 方苏安抓王顺 两个人在屋打起来了 把锅子碗凳全踢翻了 晚餐家伙全打碎了 他们俩走了以后 人家饭馆能不收拾吗 刚收拾完 爱护他们就到了 但是这小哥四个 不知道发生的事情 他们靠着窗户 捡了张桌 哥四个正好坐下 把伙计叫过来 点了八个菜 又要的主事 哎我说咱这么办啊 我最爱探杯 见酒没命 可是今天例外 谁也不行喝 咱们出来这是有事 便因为喝酒耽误了大事 那哥几个也同意 干净咱就吃吧 他们闷闷子头 呼噜呼噜正在这吃着呢 外边长罗一响 来个石墓先生 这石墓人呢 就是细耍方苏安那位 把方苏安那一千多两银子 也让他拎走了 还没想这位在外 他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汤汤 敲了几下汤锣 啼啼鼻子 大概闻着这桌有香味了 这盲人就凑过来了 来在爱虎身边背后 又闻了闻 摸索了半天 把筷子摸到手了 不容分说上去一下 就刀了块肉 往嘴里一塞 哎 这味道还真不错呀 然后把筷子放下 伸出碳瓢一般的手来 在桌上一划了 把那只酱鸡划了着 上去就拧了个大腿 这鱼呼着还真挺烂 他这种特殊的举动 把这哥四个气得 那简直就甭提了 爱虎啪把筷子一摔 扭回头看了看 哦 是个瞎子 哎 我说你什么人 你打听价钱了吗 你就吃 你瞅你那手有多脏 怎么往我们盘子里来 划来了 太不像话 你也要饭 没这么要的 你得先问问 我们给不给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 连这块的要饭的 都这么野蛮 咱们俩 咱俩把他轰出去 要不看他是个盲人 就非揍他不可 韩天锦瞪了瞪眼睛 要往常的早伸手了 因为他饿坏了 光顾吃了 嘴里他塞着不少饭 噎着他直翻眼睛 没说出话了 白云生和卢针 性情都和尚 所以他们两个子是不高兴 没说别的 掌柜的跟伙计都跑过来 一看 我怎么又是你 刚才打仗那会儿 我们就知道有你 你呀就抢人家那主的饭吃 好学没干起来 后来你们怎么研究的 咱不清楚 那主还真挺大方 把你让进哑坐去 还要了一桌酒席 你不吃饱了吗 你怎么一转眼又回来了 走走走走走 这是遇上好说话的大爷了 要换别人 不得打死你吗 走走走走 万万一推这盲人 盲人乐了 我说掌柜的伙计 你们别这么横 七十不打 八十不慢 你看我这把年纪也不小了 和谷在我的面前 要五喝六的 但人饿的就得吃东西 我天生的肚子就大 那你还管得着吗 你还有理了 你吃东西自己花钱买 从什么拿人家的呢 拿谁的呢 他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他的 这叫不分彼此 别看我吃了他点东西 我能白吃吗 我得报答他呀 吃东西看着了 他们要用我的手里怎么办呢 爱虎一听 我们还有用你的时候 你看这位说话真有意思 小义是挺匠 有名的匠眼子 爱虎气的也不吃了 一个胳膊跨着椅子靠 把链转回来 哎哎 张国大回去 你们先走吧 把他留下我对付他 老先生 刚才你说什么 我们还有求助你的地方 那可不 人就靠人活着 你可别说不求我 我还能办大事呢 那你说这 你能办什么大事 哼 我要能办的事 就是你们心里 要想的事 白的爷一听 他话中有话 宠爱虎一诗眼色 白云生站起来 把自己那座 给这盲人腾出来 就紧着劝 老先生 您别过意 方才跟您说话的 是我一个小兄弟 他这人爱开玩笑 所以说话有些粗暴 望老先生海寒 您真要没吃东西 可以 今天我们请客 来来来 坐在我这椅子上吧 这时候火起来 又给白云生搬了把椅子 让这盲人 挨着白云生坐下 这盲人 把汤锣 往桌上一放 用手 瞎滑了 看那意思 要摸摸白云生 爱虎一诗为 心说你那手 刚抓完降机 你往哪儿滑了你 我大哥那人最讲干净 那身上连点点都没有 其实也晚了 就这小游手 抹了白云生一袖子 白的也二话都没睡 连躲都没躲 老者拍拍白云生的肩膀 罢了 哼 这个人有没有出息啊 一听说话就知道 刚才我这一摸 我刚清楚了 到底是姓白的 比姓爱的 要出息的多 嗯 哎 虎一听 他说的什么 他怎么知道我们姓什么 当时他就改变了看法了 哦 这不是个普通的盲人 这是个世外的高人 很可能是化妆改叛 前来考察考察我们 哎呀 刚才我说话都没有十里之处 爱武爷也不糊涂 想到这里望天一凑合 老先生 您说什么 我说姓白的 比姓爱的 要出息 您怎么知道我们姓什么呢 我会闻味 这一闻 我就知道张王李道 这会儿韩天锦 把嘴里那一大口饭 也咽下去了 咽得他直翻眼就 哎 老家伙 那你闻问我 我姓什么 你这味儿就更大了 你姓韩 叫韩天锦 外号人称 批了鬼 对不对 那位那味儿还挺好闻 叫粉子都如针 是挺香甜的 他这一说 四小全吃惊了 心说不能让他走啊 这人是干什么的 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爱护就追问 老先生 您怎么知道我们的明星呢 您是哪一位 咱别开玩笑了 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得了 哈哈哈哈 哎呀 说什么呢 还是说你们要办的事吧 你们是不是要抓一个染过白眼霉的那个小子 哎呦 对呀 您知道 不但知道 而且知道 特别知道 这个人叫紫面金刚王顺 我早就闻出他的味儿来了 这个王顺现在在哪儿 你们想知道不 当然想知道 忘情老人家指教 在这儿往正东去 三十八里地有座山 叫绍花山啊 这小子已经顿了绍花山了 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事 还有个丑鬼 细拨大脑的方苏安 已经追他 追到绍花山 我还给他看过首相 给他算过一挂 方苏安是凶多吉少啊 如果你们去的早了呢 他可能保住性命 去的完了 小命可就交代了 怎么样 我吃你们个烧鸡大腿 吃块肉 没白吃吧 告诉你们这些事 还换不回来吗 说话之间 把那手伸出 六划了那只酱鸡 爱虎给他望跟签一递 这位拿起来望嘴就塞 一点都不客气 这玩意真有意思啊 爱虎一边看着他吃 一边笑 等把他那口鸡肉 看着他咽下去之后 爱虎接茬本 老先生 您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您究竟先乡何处 尊姓大名 能不能告诉我们 如果你说的是实情 早晚我们还要报答呢 算了 别说漂亮话了 吃那么快肉 你们都不乐意呢 还报答 报答什么呢 我这个人实恩不忘报 我就是走江湖的 混口饭能填饱肚子 我就满意了 哎 我说你们四位 我还得说清楚啊 赶紧多吃 吃完了就起身 别走前山 走后山 绍花山 三面是路 一面是水 你们走流江 去江叉 如果走江叉的话 港哨也少 道路也好走 不多时就到了后山 你们想进山 想办事 想干什么都行 明白呢 我吃你这酱鸡也不白吃 我在那给你们准备一条船 把你们护送进山 你们看如何 那更好了 老先生 究竟您是谁呢 说话之间就见这盲人 拿着半只鸡站起来 一伸手把汤锣和名杖拿起来 哎呀 我是谁呀 问不问没用 今天晚上咱不见不散 天黑以前 我在江叉子等你们 一边吃一边敲 出了饭馆的 爱无在后的紧跟着 一看就钻了胡同 等爱无再进胡同 此人踪迹不见 哎呀 爱无爷心中暗想 真不得了 大前世界无其不有 人后有人 天外有天 这高人遍地劫世 不用问 这位肯定跟我们有关系 不然的话 不能向我们泄体 但是爱无爷还多了个心 他是不是贼人派来的 故意引我们上钩 比如说真给我们准备一只船 稳稳当当把我们几个抓住 这也未必可知啊 爱无一想这事得慎重点 转回身回到饭馆 隔四个就商议了半天 所分析又分析 认为着不可能 这个人 好人这方面 站着多一半 他要是贼干嘛用那个招啊 用不着啊 我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 比如说对付徐良 对付白云瑞 也很可能这么办 还对付咱们 根本用不着啊 白云生说这么办 听人劝吃饱饭 人呐心眼太多了 反而误事 就假如这老头说的是真的 咱们就一计而行 不然的话 咱上哪找放出案去 上哪找这王顺去 这叫死马当活马治 又叫有病乱投医 咱们碰碰看 对 大哥说你有理 哥几个饱餐蘸饭 因为这个韩天锦老爱饿 又在这饭馆买了五斤包子 五斤大饼 然后买了个包袱瓶 让韩天锦自己背着 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 为了以防万一 还买了两个大水葫芦 灌了两葫芦白水 哥几个把钱汇了 出了三仙剧 起身赶奔绍花山 他们虽然没来过 鼻子鼻子又张嘴 跟沿路上的农妇一打听 有人指点方向 他们顺着一条道就来了 其实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 他们就到了少华山的山下 抬头一看 这座大山气派十足 山连山岭连岭 山岭不绝 看这意思好像连着八包爹瓶 影摇摇 看见山上的大战 还瞅心飙抖 哎 虎一琢磨 还真得按那盲人说的那样 白天不能进山 再着急得等到黑天 看来这正面果然进不去 还得走背面啊 转山吧 他们到山是38里 再转这座山转到后面去 就已经点了灯了 搁了几个脚都挺乏类 听了听 有流水的声音 寒天一愣 哎哎停 不要口水啊 爱虎记住了 这大概就是柳江啊 小弟兄又往前走了一程 一直走到江边 一看呢 这盲人说的是一点不假 哎 我爷一琢磨 他不说了吗 给咱们准备一只船等着 他在哪呢 如果他说的是实话 这个人呢 肯定是个了不起的 说什么不能放走他 非查一个明白 然后再说 小哥几个在这站了 也就一会儿的功夫 就见水打船帮 船亚水浪 来了四名水手架的一只小船 船头上坐着一个人 离近了一看 正是那位盲人 盲人直提鼻子 哎哎 靠边靠边靠边 我闻出味来了 白虎寒天锦这四个人的味儿 闻着了 就在这就在这呢 你们哥四个刚来吧 哎 老先生 我们刚到 你也来了 你看 人嘛 说话得有信用 男子汉 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 无信不利 哎呀 我这给你们 请了一只船来 船钱我全都汇过了 用不着你们套了 来来来 请了上船 请了上船 哎 我一看 这船虽然不大 装二十来人 还是戳戳有余的 小弟兄名声 呛呛呛呛呛 跳上木船 忙人告诉他 都做好 都做好 一边歇着 一边跟着走 走了 待这儿往内寨走 还有二十五里呢 不过二更天 咱们是到不了 来啊 开船 那几个水手也不说话 班将摇女 哗哗哗 老少英雄直奔后山 爱湖等小哥四个 上了小船 时间不大 就深入少花山的心肤重地 二更天刚过 就来到后山的口岸 后山的口岸 就是登陆的地点 正好是打着仗 离多远就见着 火光冲天 火把晃动 寒沙阵地 爱湖就点坐不住了 扭回头来 看看那盲人 就见那盲人手脸着 胡须 脸上带着笑容 文文荡荡 就好像没听见似的 爱湖就问他 老先生 这前面谁跟谁打仗 这是什么地方 不要慌吧 这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 这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 少华山的后山 前边就是渡口 大概就细波大脑袋 在这儿胡折腾的吧 我说他凶多吉少 他还不服气 怎么样 让我算准了吧 这会儿呢 爱湖也没心问他是谁了 他就光注意战场了 小意思爱湖把漂袋解开 外衣闪掉 中神上下紧沉利落 那颗三个也紧收拾 船也靠了 按了 他们也收拾好了 爱湖掌身去一看 真是方船 这不叫人抓住了吗 那个是谁 爱湖一着急 这才大喊一声 跳下小船 后边那四个人也下来了 爱湖踢刀在前面开路 小意思兴如烈火 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 把掌中归零七宝刀轮开 左右开弓 扭扭扭扭扭 跑掉了 扭了 扭了 発红谱 把搂瓦兵杀的四散吞逃 刀头也被削掉了 枪杆也被砍折了 因为爱湖这是一口保刃 碰出就死 挨着就亡 搂面 站在右边往左右 一跑 把这地就给掀出来了 所以 几个人没费吹灰之力 就冲到冯奎章进前 冯书安把眼睁开 扭回头一看 可乐坏了 老书安快救命啊 我要玩玩了 书安 不必着急武书再次 我看他们哪个感动 冯奎章你看 这是开封府的了 他怎么到了我的后山 对这地理他可真清楚啊 冯奎章用手就指 但 狂徒 你们是哪里来的 报上明来 爱胡冷笑一声 要问我杭州人 小义是爱胡诗 这是我们小五义的磕头弟兄 白云生 分子杜鲁针 批了鬼 韩天锦 那个盲人是谁 他也不清楚 所以也就没说 冯奎章本听 狼笑了一声 哦 我倒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 闹了半天 来了两对饭桶 白云瑞怎么没来 白云瑞徐良怎么没来 怎么把你们这饭桶都打破来了 都不够给本寨主垫刀背的 来着 赞赞 还不把他们四个给我拿下 来的这些人 一个也不准的逃跑 特令 杀 哇 楼楼兵重新组队 从外圈 把他们就包围了 当然 这个战场用不着楼兵身手 冯奎章有四个儿子 冯云龙 冯云虎 冯云彪 冯云翰 他大儿子 冯云龙 一晃掌中 雷鼓梦筋锤 飞身形 狗笨小义士 把两柄锤棒一块一碰 爱虎 你可认识你家少寨徒 爱虎用刀指的腿下 你叫什么名 冯云龙士 大寨主 那是我爹 爱虎 小贼 你拿来 招腿 垂走流星室 把爱虎就撒起来 爱虎一看 这小的是一员猛将 这锤脑袋个儿可不小 跟那小孩的西瓜差不多少 上乘摇一摇 这一对 也得有八十多斤 爱虎一想 我使得可是刀啊 从冰刃上说 我吃着亏呢 不能硬碰硬 小义士想在这 翻眼睛盯着他的锤 眼看打到头顶上 爱虎上步侧身 嘿 往旁边一躲 肉一声 双锤砸空 小义士爱虎 把宝刀一翻腕子 对准他的锤感 啪就是一刀 不敢砍他的锤头 砍他的锤感 还是可以的 房君龙 那也不是省右灯 急忙把双锤撤回 一转身 招屁 把爱虎的腰部打来 小义士 上步歇身 又跳到一旁 他第二次锤走空 爱虎双手捧刀 分心就刺 冯云龙 使了个老君关门 拿双锤往尾一架 爱虎急忙把刀撤回来 一转身 勾奔他双腿 冯云龙脚尖点地 使了个汉地拔葱 往空中一踪 爱虎一刀走空 就这样 两个人站在一处 书中待言 爱虎不是没能耐 谁不知道 小侠爱虎 一出事 大闹霸当庄 巨饼珍珠闹龙关 出手马超弦 血斩石门线 张家庄龙虎抱结拜 大闹冲销楼 群雄巨破铜网阵 屡立战功 皇上亲自召见 见他武艺精通 这才恩封四瓶带刀 御前的护卫 当然了 分跟谁比 要跟徐良 白云瑞 他是比不了 在一般人当中 那爱虎 那是了不起的人物 再看他今天 为了解救方叔安捉拿 此民金刚王顺 小义士也就豁出去了 把浑身的能耐全倒了出来 这口龟龄起宝刀 上下翻飞 寒光闪闪 冷气逼人 离远看 就像一团白雾相似 别看 方云龙兵刃上战线 要想 赢小义士 势体登天 二十几个照面过去之后 他一个没注意 叫爱虎的七宝刀 正看着他 左手锤就锤杆上 耳朵中就 这个猜猜那么狂张 把锤头给砍掉 方云龙下的一哆嗦 一吵咽 左手锤 没了 手里拿着剩擀面杖了 他一愣着这功夫 爱虎手腕的一翻 七宝刀奔他的脖下 一股冷风就到了 下的方云龙 使了个缩梗残头式 狠进往下一滴 滴得慢点 刀来得快点 正好把他的帽子 脑瓜皮 这一刀就给炫掉了 咔嚓 这叫硬剃头 脑袋上的给炫起 挺大一块皮去 来了个炒肉拉皮 把冯荣荣给腾得 咬一嗓子 单手踢推 败归本队 把他爹可吓坏了 可过来一检查 没事 光把肉皮炫起一块钱 骨头 没上着 急忙命人 拿过止疼药 止血药 给他儿子进行调整 这时候他二儿子 风云虎 一晃掌中 拔愣亮银锤 飞身形就跳过去 爱虎小子你帮走 血药走招锤 呜呜呜呜呜 这小子是一个劲儿 往下猛砸 恨不得把爱虎砸成肉饼 焚子都卢贞在后的一看 恐怕无地有失 加单刀就跳过来 无地 你闪土一旁兴起 把他交给我了 卢贞是磕头的老四 人姓戳号 焚子都 这子都 是列国年间的名人呢 长得又漂亮 能力又大 如果卢贞没能力的话 能有这个绰号吗 六岁 他就跟他爹爹 卢芳学武 八岁 就跟大五一 五个人学武 后来又受名人的 传授高人的指点 有一定的基本功 小伙儿长得漂亮 能力还大 但是卢贞这人的面矮 在任何场合 他不爱说话 一有露脸的事 他往旁边锁 所以呢 就显着名望不高 其实啊 卢四爷 那也是有能力的人 今天情况特殊 他不能再让人了 故此压到直奔冯云虎 冯云虎一看面前站着人 长得水灵灵 好像个大姑娘 他说就你这样扎花 写字还行 打仗你是外行啊 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 他有一点轻低 结果两个人打了三十个回合 焚死都露针 使了个虚招 这一招就握看巧云扫地刀 奔他的双腿 冯云虎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 稍微慢着一点 被这刀尖的正砍在他脚后跟上 咔咔 这下热闹可大了 把靴子底给砍掉还不说 把后脚跟着肉皮给消息一片起 他跟他大哥正好两样 他大哥是头皮 他是脚后跟 把他腾得咬了一声 一拳一点是败归本队 第三个过去 就是冯云丢 这老三呢 手中倾着人面赤铜锤 非身形赶奔卢四爷 卢四爷压刀 刚要跟他伸手 玉面砖珠 白云生就过来了 老四 你穿着劲把他给我 这个白的爷呢 更没有什么名了 要提起小武艺的大爷 但是这个白云生 跟白云瑞 白玉堂 白金堂 都比不了 不是说能耐不行 他这脾气有点窝囊 平日之间有点烟不出火不冒 少言寡语 抢羊斗胜的事找不着他 他这一点呢 跟卢真差不多 露脸的事交给别人 可有一样 你叫我干什么事 我保证竭尽全力干好 这人是忠实可靠 在他身上 找不着白云堂那种傲气 也找不着白云瑞 那种傲骨英风 更没有他憋白金堂 那个能耐 今天由于情况特殊 白云生不得不卖命 他是腾腿的两位兄弟 大爷晃刀过来 抵住冯云彪 两个人打得十七分会合 白云生双手捧到望里一地 冯云彪来了个黄龙转身 战好转到白云生身后 轮双腿奔后脑就砸 白的爷就知道不好 望斑无奈 缩梗藏头 把刀望身后一背 使了个苏亲悲剑事 一只锤正好砸在刀上 这刀呢 也就垫在身上 白的爷站立不稳 往前登登登登登 抢了七八木 哭通 趴地上 把爱虎陆针寒天锦向他 哎呦 完了 我大哥完了 就在这时候 就见冯云彪强步欺身过去 把大锤往空中一举 小子你他妈给我载着 龙锤笨脑地砸 出乎意料的是 锤落下来了 没砸着 白云生使了个 积武帝十八木 你咕噓 往旁边一咕噜 双吹砸空 要一用力过猛 锤正好砸地上 砸的只冒火星啊 震得风云彪 手腕子疼 哎呦 他一抖了手 双吹扔了 白云生就利用这机会 从地上一摇而起 捧刀就刺 这一刀由于着急扎偏了 正扎到冯云彪 左边这屁股蛋子上 噓啊 这把他捧的 闹着一嗓子 败归本队 没想到白云生 败中取胜 有爱护这心才放弃 赤法龙神冯徽章 刺儿子 大力公子冯云翰 嗷嗷怪叫 一晃冰铁压油锤 飞身心赶奔白云生 寒天井就瞅 都打完了给我的咯 大哥 你们到后边传尘劲 把他交给我咯 咱哥四个一人一个咯 晃大棍直奔冯云翰 白云生点了点头 二弟 多加谨慎 没说的 打他如同探囊取物 白云生回了本队 咱不说 但说 寒天井 站在这儿没伸手以前 想跟冯云翰比比个头 拿这手支凉 冯云翰一看什么毛病 这是战场 这是比个儿的避风 这小子有毛病是咱们 你是何人 撇了鬼 寒天井呢 我可叫鬼啊 专抓活人 小贼 今天你老老实实 让我揍你一棍子 还得罢了 如若不然 也有个生气了 哇 其实你生气 冰个六 冯云翰这火大了 晃亚游锤 往上就闯 轮腿就砸 这寒天井打仗 不会敲门 他是输打铁的 硬碰硬 锤往下砸 他使了个横担铁门栓 硬是往上招架 大锤正砸的棍上 把寒天井砸的 身子一晃的 好像没坐下 把冯云翰的大锤 也掂起三尺来高 好像没撒了手 冯云翰这才知道 这个姓韩的 有把的力气 我要多加谨慎 紧跟那个右手一晃 使了个丹凤朝阳 跟了寒天井内部变杂 寒天井呢 使了个怀里抱皮巴 望外一架 吹你两点台来 又把锤给架出去 这两个人叮叮当当 就站在一处 要么打到二十几个照片 寒天井一想 这事不好办呢 妈顶数这小子厉害 你看我那三个弟兄都没费劲 就轮到我头上费劲 人家都露脸了 要轮到我这掀了眼 咱也太丢人了 这这有主意了 你看寒天井那啥中间呢 打着打着冷不丁的 他往冯云翰身后瞅 冯云翰一瞅什么毛病 我身后有谁 他脑子一溜后 用眼角往后一瞅 没人 杀了刀子 寒天井就利用这机会 大棍子焗火烧天 往下就砸了 冯云翰一看不好 我杀了半了 用单手锤 往吧一架 结果一只手的力量 敌不住寒天井 啪狼一声 大锤被砸掉 与此同时 这棍子头正扫到他肩膀子上 您想想 寒天井那条棍 冰铁的 有鸭卵粗气 那要扫在身上 谁受得了 就这么大个冯云翰 大大鸟的一声 摔倒在地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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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败归本队 当时这膀子就抬不起来了 有人过来把他扶起来 把衣服撕着一看 肩膀子是红肿高大 给扫些块肉去 寒天井大获全胜 把大嘴一理 我还以为这少华山净英雄 结果全说饭桶 一嘟嘟一帮的 都碰腿肚子 我说又有能力对没有 别叫饭桶过来 哪个还过来 我今儿包下了 寒天井还吹上了 把赤法龙神 风轨让气得 青筋暴跳 甩掉衣服 就想亲自下场 这时候在他旁边的 过了一个人 谁呢 他的老前辈 海马追风走 上官清 上官清 为什么在旁边看热闹 不过来呢 因为 他认为这个战场 有失自己的身份 我要过去一身手 我栽了 这帮人都不怎么懂武术 我这么高的身份 我能伸手吗 现在他一看呢 不伸手不行了 四个少寨主 败了两对 大寨主要过去 我要再不伸手 没法交代 所以上官清 这才过来 抱万当凶 总下寨主 杀鸡烟用牛刀 把他们交给我吧 我不费吹灰之力 把这几个小娃娃当场抓获 交于债主 杀寡存领 任凭自便 说着上官清过来 韩天你一看 过来个老头 小个儿不大 长得干巴巴的一团惊奇人 这老头稍微点 奔着头窝口眼 小鹰狗鼻子 薄嘴片 一律山羊虎 穿情挂躁 打着半截鱼鳞锅腿 蹬着双千层里的洒鞋 背后背着独龙双拐 俩眼睛倍儿亮 多年的经验 告诉韩天你 见其外知其内 见其面知其心 一瞅这老头这模样 就知道不是好惹的 韩天你刚想要伸手 就听身后唐锣响 唐 唐 诶 我说韩天锦哪 露脸的事 到时候露足就得了 别紧抱着不放 看你们打得如此高兴 我这手也痒痒的厉害 来来来 把他交给我了 韩天锦也乐了 把只瞎子也上来了 你看得见 有一响心 你别看这位没眼睛 这鼻子可好识会 闻什么闻的都非常准 所以韩天锦 驾大棍 回归本顿 就见这忙老人 瞧着铜锣直奔上官群 离得不远 他不往前走了 往这主棍一站 算挂算挂 算灵挂 大刘运挂 未卜先知 我说老朋友 你算一挂吗 上官群一看 鼻子都气歪了 心说你是哪儿冒出来的 你跑这儿来算挂了 我能信你这套吗 又一想我明白了 这是装算 他一定也是开封府的人 化妆改办 跑到这儿来助阵来 想着这儿上官群 把脑子一捕了 呸 你是什么人 你是真瞎 还是假瞎 快快报通明性 别吵吵含寒的 有话慢慢说 不行吗 你生大 我就能怕你 刚才我都说了 我是个算挂的盲人 最没出息的人 你何必跟我动怒呢 但是这话也说回来了 我这没出息 分给谁比 要跟你比起来 似乎比你 还有点出息 不信 你过来跟我伸伸手 我要叫你在我对面前 过去十个照面 我就白瞎了 上官群气得好像没乐了 心说说的什么玩意 那七八糟的 合着你这瞎是我气的 哈哈哈哈 好 好良言难劝该死鬼 我叫你装疯卖傻 行走结掌 这一掌恶恨恨直奔 忙老人的面目 这忙老人呢 翻着眼珠就在那瞅着 连躲都没躲 可把韩天姐爱护 大伙下坏了 老爷子他打你了 你怎么不躲呀 他没动 说实时那是快 被上官群这一掌 正揍他脑门子上 耳朵中就听见 啪 爱虎卢针 白云生 韩天锦 小哥四个一闭眼 完了 挺好的老头 脑袋叫人打碎了 怪可惜了的 他过去那会儿 怎么就没拦着他 结果仔细一看 没那么回事 这老头不但没死 连动都没动 眼珠照样翻着 在那站着 相反的 把上官群震的 绑地发麻 身子往后退了好几步 上官群就讲 这个胳膊都麻了 虎口有点发酸 胸膛都有点发热 哎呦 我这老家伙是谁呀 好阔的功夫 能避住我这一掌的人 可不多呀 方才我使用的是铁砂掌 慢说是人 就是一块砖头 我也得打碎了 就块石头 我也得打开了 怎么打到他脑袋上 温丝没动 他正发急呢 那盲人敲敲锅 我说你怎么不伸手了 咱俩是在这下面的 是在这动手呢 我说你怎么不打我 我方才都打过了 打了 你看我怎么还不知道呢 啊对了 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刚才打个盹 你看看这事弄 打了我我都不清楚 众人一听全乐了 心说这位是木头块 揍脑门子那么响 别人都听见了 他还不知道 其实这人是拿他开玩笑 就见这盲人 咧嘴一乐 好吧 既然你打完我了 该我打你了 呸 等他 说着把唐罗名杖 往地一放 晃身去 要活拿上官清 这位盲老人 身回决意 就这鱼掌没打动他 把整个绍花山都给震动 就见这盲老人 把唐罗 名杖放下来 秀面完了 点手叫上官清 来来来 过来过来过来 这回该我打你了 我说你是叫我费事啊 还是你自己过来 记着 上官清就知道今天 遇上硬逼了 没办法 硬着脑瓜皮 跳过来 又是一场 这回老头 不让他走 翻着两个大白眼珠 俩手瞎滑了 在哪儿呢 在这儿呢 哎呀 叫人看着是 啼笑皆非啊 但是 上官清想再打他 打不着了 就见他身心 滴滴滴乱乱 二十几个回合之后 也不知道怎么弄 这盲老人 一转身 正好躲到上官清身后 闯一把 把他腰带的给抓住了 单背一用力 哎 把上官清就举过头顶 那么大的海马追风手 四脚超天的 想要跑是跑不了 盲人乐的 一手撵胡须 一手举着他 平地转三圈 哈哈哈哈 有意思 有意思 我说 封葵章 你离我有多远啊 我说话 你能听见不 我封葵章都惊呆了 啊 本寨全听见 好 要听见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想不想还要这上官清 要要呢 我就还给你 不要 我可摔了 哪块地硬 我往哪摔 一下摔不死 再摔第二下 躲在摔死拉倒 你要不要 要 要啊 你能给我吗 当然 不过有个条件 得走马换将 你抓了我们俩人吧 有个细拨大脑的 没鼻子的丑鬼 还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叫叫什么雷鹰 我就要这俩人 要把他们给放了呢 这位我就完毕归照 又给你 不答应 我现在就睡 起来 我答应 我答应 冯会章说的这 扭向回头 跟上官伦商议 上官伦是上官清的 亲兄的 一看他哥哥这样 他能不关心吗 急得好像没哭了 总再说 这个盲人太不好惹了 咱们燃眉之急 还是救人要紧 快点听他的话 把这俩人放了就得了 拿他们俩换我哥哥一个 这买卖咱还合适啊 好 放人 就这样逼着 把方硕安 雷鹰给放了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没想到有现在 绳子理解 还把他们乐的 活动活动四肢 又向冯会章 讨回兵刃和白不囊 两个人转身 扑奔爱护 方说 乐得还掉了几点眼泪 你问老师 刚才我往回走的时候 我还写了一副对联 爱护说什么 你还有这心思 还编对联 对呢 今年过年呢 我就得贴上这副对联 这叫上连写 西湖间 轻生丧命 达新春 两世为人的 横踢 好险 好险的 爱护一乐 还真不错 你还真有点学 能用过来 爱护认识他 你 你不是正八方 不错是我 小意思 过去咱们 发生了一段不悟 我愿意弃暗投明 改些归正 方叔安给介绍 老师 这人才好呢 那围弄我 好运没掉了脑袋 别看当初失神于贼 现在人家弃暗投明 我老师 你可在包在这面前 和我干老面前 多给说几句好话 爱护把胸托一巴 没说了 过来我们就欢迎 咱就是好朋友 行了行了行了 这事交给我了 他们在这说话不提 单表着盲人 单手举着上官清 他用耳朵听着 一听 把那俩人给放了 哎 冯奎章 你这么办事就对了 这买卖你做得合适 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你打算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冷不定下手可不行 因为你们人多 我们人少啊 我把人一放 你开工放箭 一多取胜 这都不行啊 现在我们要上小船 孩子们都快上船 上船之后咱回家啊 然后我再放人 冯奎章一听恐怕受骗 我老英雄 男子汉大丈夫 说话可得算数 我可把人给放了 到的时候你要把我骗了 你可不够人物 笑话 这嘴说话得算数 我应该能骗你呢 我要再骗了你 我就得成哑巴 冯奎章一听差不多 你现在就俩眼瞎 你真骗我缺了损多 你还不得变成哑巴吗 可这时候爱护众人 都上船了 老人家 我们都上了船了 哎 坐好啊 冯奎章我告诉你 我把人放了之后 我们平安出了少花山 咱算一笔勾销 没有话说 你要暗地之中下手 等哪天我一高兴 回来找你算账 我就像这娃上官清 这样把你抓住 兔子还都把你劈了 说到这儿 轻轻地 把上官清往地上一放 逃命去吧 上官清比兔子跑得还快 辞兵 就回归本队 再看他回来 满头都是汗 活得六七十岁 没害过这个胖 另外他心里也不服气 心说这个盲人我都打不过 他怎么那么大就能 究竟这人是谁呢 真是莫名其妙 再看这盲人一哈腰 把汤罗名杖捡起来 转身 也上了小船 冲着冯奎章招了招手 回头见 回头见 哈哈哈哈 以后高兴 我再来拜忘 走 小船一掉头 就离开洞口 等走了不有话了 冯奎章就像睡醒了似的 来啊 给我追 罗罗兵答应一声 列队在后的驾船就追 可是哪找去 小船只连影都没了 封徽章没有办法 一路之间收兵撤队 按下少华山的群贼 这么不说 单表这只小船 顺流而下七块如飞 到了河岗旁边 小船靠着岸了 那盲人乐呵呵 头一个下来 主着名帐 跟爱胡说 各位 胡啊 下船下船下船 到地方了 大伙也不知这什么地方 都从船上下来了 全都谢过盲人的救命之恩 这盲老人把胡须印里 为寒一阵冷笑 想想想想 这这算不得什么谢 我无非一时的高兴啊 给你们帮帮忙 另外呢 我也解解闷 孩子们 告诉你们啊 在这顺着道往前走 拐过山环去 那块有个村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好将叫徐庄 你们住店打奸哪都行 休息休息 下一步想怎么办 你们自己安排 我呢 还有点事 现在就要告辞了 爱胡过来 把他拉住了 老人家 您不能走 您对我们救命之恩 帮了这么大的忙 我们无恩可报 您得留个明信 将来秉明包相爷 秉明我四叔讲评 不管如何 我们心里得明白明白 没到时候 到时候你们自然就明白了 哎 别耽误我的事 别耽误我的事 咱们分道扬镳 对不起 对不起 蹭 王老者上了小船 跟那几个水手 咬了咬耳朵 水手点头会 一船之一掉个 直奔洞庭湖 这几个人站在岸边 能看着 一直瞅着小船 消失得无踪无影 几个人呢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爱胡一条大拇指 真高人眼 神龙见首不见尾呀 实恩不忘报 这才叫狭义道的本色 你不是不报名吗 将来我们也能查出来 大伙知道这地方 仍然挺危险 怕冯奎章 里面人追到这 赶紧快走 就这样顺着盲人指点 这条路线 翻山越岭 一个劲往前赶路 天亮的时候 果然发现山坡下 有一个大村庄 到了村庄口 一瞅有戒石牌 上那磕着俩大字图的红油 虚庄 大伙一看呢 这盲人对这一带的地理还真熟 说的一点不错 管怎么的呢 先找个店房 吃点东西 休息休息 这是最主要的 因此他们几个人 迈不进了虚庄了 按现在钟表来说呢 也就早晨六七点钟 但街面上人起的都早 车马行人 陆续不断 有些店面 有些店面也开了门了 小庄子不大 一趟街 也不超过二百步 但是狮子街这一带 还比较热闹 抬头一看 果然有一座店房 金字牌匾 上面写着 徐家老店 爱护就明白 怪不得叫徐庄呢 甭问 这姓徐的肯定多 先找店住下 卖部铺奔徐家老店 抬头一看 门上那坐着个火器 这火器坐着蓝凳 鸭子腿拧着 旁边起着扣碗叉 二郎腿一旦 手扶着磕膝盖 眼睛似睁不睁 似臂不闭 脑瓜晃着 正哼哼小曲 爱护看看 这店房还真挺大 哎 伙计 有没有空闲的房子 我们打算包几件 这伙计把眼睛慢慢的睁开 连洞都没动 上一眼下一眼 看看爱护 我说你刚才说什么 我们哪能住店包房子 对不起大爷 你们来晚了 我们整个店房都叫人家包起来 没地方 那么除了你们这家店房 还有几家 没有 在这徐庄来说 我们这座店是鞋子拔拔 独一份 爱护想这怎么办 跟白云生商量 大哥 不然的话 咱们看谁家阔气 借两间房子 歇歇一行 临走多给他钱呗 白云生说 那多不方便 咱跟人家无认识 还是跟店房好好商议商议 这么大一座店 能说房子都包行了 哪怕一间 让他们歇歇腿 喝点水也行 爱护一听有道理 又跟这伙去商议 我想 这么办吧 我们不管你这店谁包的 你给打个招呼 给我们腾出一间房子来 我们就躺下歇会就行 临走加倍给钱 如果这房子包下来了 我们另外还给钱 这样行了吧 这火气文凭把嘴一撇 钱钱钱 你就要知道钱 你知我们这房子谁包的 走走走走 少说废话 你带这啰嗦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别找不顺序 要说不在行的话 我可叫你打官司 爱护这火 我腾一下就撞到脑门子上来 新说话 这是开店的吗 这比牙门口的官人都厉害 怎么 我跟你啥啥啥啥事 我就找不顺序 我想多花钱 我就要打官司 他妈这个地方呀 这是山高黄碧远 孔夫子没走过 这人一点教育都没有 爱护那是火性子人 一听这话压不住火 一把把这火气挠灵子给抓住 痛 在那 你说什么 哎 我你还想打人怎么的 我打你早点 啪啪 爱护就揍了他俩嘴巴 你想想一个爱护那时候 多有劲 造什么能清得了 顿时 这火气就变成吹喇叭的了 顺着嘴角穴躺下来了 啊 咋人 你敢咋人 怎么我送你打官司 白云生一看 爱护做的有点过分 兄弟 三手 别打了 别打了 这何苦的 他不累挣钱 咱就不花钱呗 咱换个地方不就得了吗 何必跟他晦气 吹你拉他 爱护一松手 把这火气推了个定堆 你小子我今天有事 不然的话 我岂能答应 这算便宜了你 哎呀你别走 你把我打了 我送信去 这火气一鼓的声 进了电了 他真快 一转身的功夫 把里面人就请出来了 你看看他把我打的 塞棒子都跟吹喇叭的 差不多少了 鞋都挡住 哎呀 草牙都活动了 那个人迈步来到台阶那 把胸蜂一把手一背 什么人胆大包天 竟敢如此猖狂 站住 哎呀我一听这声音 怎么这么熟悉 甩脸一看 哎哟 乐劲就崩提了 一看来的是谁呀 这是南辖玉猫 斩中飞 咱们斩的书身后观看 翻江书 蒋平 贺妖湖 智华 白梅 徐良 小达摩 白云瑞 都在里边出来了 白云生 寒天 锦头乐坏了 怎么在这遇上了 我什么时候你们到这儿来的 大家见了之后又拥抱又高兴 那人说他们怎么跑到这儿来的 原因呢 他们把跌云风轻松浪牙剑给拿下来了 经过紧张的忙活 山寨平了 大寨拆了 俘虏问题也做了安排 楼乐兵也被遣散了 这件事情烟消雾散 就算告一段落 但是 还有几件事情 没弄清楚 头一件 方处安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 卢针爱虎 韩天锦 这几人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 还有一件事 这个徐良是谁呀 死的这位 也叫徐良 谁家的 现在这棺材还在店房里停着呢 怎么没人收尸啊 必须把这个事给赶紧处理了 所以蒋平就派起人去了 还贴了不少布告 这一招果然奏效 几天以后消息传回了 有人来领师来了 本家这主人 就住着离洞庭湖不远的徐庄 徐庄里面有个徐家老店 开店的掌柜的叫徐仁 徐仁有个儿子叫徐亮 就是死的这个所谓的徐良 你看这事弄得多热呢 那姓徐的人多了 就拿这座徐庄来说 一半以上的人都姓徐 老头的徐仁 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叫徐亮 可这徐亮啊 酷爱舞弊 打拳踢腿 使枪弄罢 没事就蹦他 他还认识几个朋友 都是练武艺的 他爹就这么一个儿子 自然是浇惯了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竟是尽力而为啊 这个店房挣的钱 都打他身上了 后来到二十挂龄了 他知识也开阔了 听着的新鲜事也多了 他从心眼望外 最赞成的就是徐亮 那徐亮简直啊 把他佩服的五体头地 他心里常想 人家也姓徐 我也姓徐 岁数也相差不多 怎么人家是堂堂的侠客 我就摆麻不适呢 哎 他唯一感觉到安慰的是什么呢 有不少人都说他长得像徐亮 说我这个头腰身 模样皮色 跟徐亮一样 唯独一样呢 眼眉不像 我是黑眼眉 人家是白眼眉 这么办得了 我呀 装扮成徐亮 我也到江湖上去创唐创唐 将来呢 创出点名气来 我上开封府 找人家徐亮去 如他不嫌弃 我就拜他为师 他是大徐亮 我是小徐亮 他是老徐亮 我是少徐亮 那将来我不一举成名了吗 你说这位有点半调子二百五 后来他真把眉毛染了 再按着传说那样 衣服帽子 也重新调换了 花了二十两银子 在城里打造一口假牌的大欢刀 还找了个镖囊 也打造了几只镖 不过他从来也不会打镖 不过都插他这块装装像罢了 和人们都给他鼓掌喝彩 这真是徐亮 咱们徐庄这会儿也出了三手大将了 他高兴了就穿上在街上转一圈 你想你在这一亩三分地儿行 都知道你是谁 可是你到了外地 人家就真假难辨了 也该着他倒霉 这天高兴带点穿自路费 远离徐庄走到葵花岗去了 到了葵花岗一高兴 还想要卖美意 让大伙瞅持我这武是无和 然后给我传出名 结果 郑玉正白莲花 雁丰 小美人 玉池善和小韩信 张德莲这帮贼 这帮人就误拿他当真屈良 这次把他给杀了 结果名没扬出去 落了个平顶后 因为交通不方便 消息必赛 这么些日子他家里头都急坏了 到各处打探儿子上哪儿去了 也没打听出这消息来 他们怎么知道 他儿子早死了 现在呢 蒋平经过人家一调查 一发布告 他们家里才知道信 老头子徐人呢 哭得跟泪人一样 骑着马赶到葵花岗 找着蒋平开关验尸 一看 可不是 正是他儿子 把这场经过跟四爷说了 哎 蒋平心里说 这人呢得什么结果的都有啊 这老头怪不容易的 怎么办吧 干脆我们护送 再包陪他点损失 省着老人家难过 蒋平和展昭就上那好了 可是在谈话之间 一问这老头 你们徐庄离这有多远 你们附近有没有山峰海岛 徐人说了 离我们不远 三十里地有座绍花山 绍花山上有伙姓冯的则扣 不过那对老百姓不扫咬 你看我们徐庄离那不远 从来没见过他们楼楼兵什么模样 据说也不抢不多 人家靠着打鱼拙泻 种地吃饭 有的人都把他叫公道大王 蒋平正想找房处安呢 这小哥几个没影呢 哪儿去了呢 能不能上绍花山呢 一点把握也没有 小二四爷一想啊 咱们怎么办 连护送这个徐亮的尸体 到人家里他安慰安慰 顺便再到绍花山转一圈 要找着 他们真在那更好 找不着就算拉倒 所以蒋平 把善后的事情处理一下 雇了辆车 拉着棺材 陪着徐人 这才来到徐庄 哎呀 徐庄整个就震动了 听说这徐亮 徐少爷死了 死的还挺惨 开封府的官人 把尸体给送回来的 都来看热闹 居然呢 匆匆忙忙把儿子就埋了 阴心的天热 尸体已经搁不住了 埋了之后 就在殿房里头 换带开封府的官人 蒋平还赠送的文件二百两 这老头挺明白事儿 说什么不要 蒋平是非给 四爷的意思呢 在这儿做个站脚地 然后赶奔绍花山 所以大伙都没走 可这么一折腾呢 殿房这个伙计叫老五 高兴了 老五那眼睛毛就乐开花了 哎呦 这是开封府 这四老爷讲评了 我耳朵都摸出桨子来了 哎呦 这位就是白眉大侠 我可开了眼了 这一辈子没白活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御猫啊 我也见着了 他这一高兴把北都忘了 在殿房门口一啄嘛 现在这座店整个包下来了 住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 那么我们这座徐家店呢 就已经不是殿房了 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呀 我呢 也不是照顾客人的伙计了 我就是开封府的官人 校尉大老爷一份 想着这 他是飘飘然 燃飘飘 忘乎所以 搬了个凳子 往门口一坐 骑着扣碗茶 正在这想美事 艾虎他们来了 因为他不说人话 挨俩嘴巴 结果白挨呢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 徐良呢 把艾虎给拉出去问 乐兄他 你们这是从哪里来 哎呦 那三哥远难尽他 我们知道王顺的下落 快叫 在什么地方 就在上华山 我们从那刚来 徐良一听 王顺有下落 我牙关一咬 光把绿瞧瞧的 既然你有了下落 我看你往马里逃走 我看你往马里逃走 小义是爱虎 见着白梅 徐良 就把到绍华山的经过 讲述了一遍 徐良一听 也吃了一惊 这才知道 有位高人暗地帮忙 但是究竟这个忙老人是谁 在场的人谁也猜不出来 徐良只好把这件事 暂时放在一边 又问紫面金刚王顺的下落 爱虎也做了说明 三个 这王顺就在绍华山 被冯奎章等人保护起来了 不过您放心 一半会 他离不开这座山寨 嗯 好了 个娃娃力求求的 撒老子 我非抓住他不可 人们一听 王顺就在绍华山 恨得压根都痒痒 一个个 啰胳膊很秀的 这要起身 赶奔绍华山抓贼 还得说蒋平老的 蒋四爷 脸着狗又糊 晃着早虎脑袋 沉阴不语 他是头啊 他不表态 别人哪敢随便行动 徐良转回身就问 蒋四叔 你想什么 孩子 不要操之过急 大会要都去啊 这就打草惊蛇了 一旦 把这贼给惊走 再想抓他 可就不意了 那四叔 你说怎么办 我打算来个万全之策 光凭着咱们老少爷们几十人 拿这么大的少华山 谈何容易 我打算借助官府的势力 调动军队 哦 也有道理 到哪里调兵去 我都打听明白了 这属于君州馆 君州府湖口县 我打算到府洋和县衙走一趟 尽可能叫官府 多调军队 把少华山包围 起码咱稀犹底儿了 王顺他跑不了 然后咱把这王口拉紧 一点点缩小 再把这小子给抓住 不是这样的话 恐怕他容易漏网了 你有道理 四叔 那我去 不 用不着你 梁子 你们这些人就在殿房听信 我跟我斩的兄弟去一趟 这儿离君州府不远 明天我就能回来 你看蒋平这么大年纪 不辞劳苦 这个人办事还相当认真 不然的话 能叫他当头吗 要论贫瘠 徐良等人比他高之一级 官职还大 为什么那些人不能当头子呢 一个是资历不如蒋平 二一个是经验不如蒋平 蒋四爷可以说是德高望重 深受大家信服 连包的人也是不例外的 在关键时候 蒋平那货就出去 他把一切事情进行了安排 带着展兄妃 四名仆人准备六匹快法 向一阵旋风似 就来到君州 进了城了 找到支府衙门 呃呃呃呃呃 搬马皮带住 众人从马上跳下来 蒋四爷亲自上了台阶 一看府衙门前 有支班的 四爷一抱拳 各位弟兄们 辛苦辛苦 守门的一看 这几位是走长途来的 满脸都是尘土 说话的这个主 小个不高 干巴巴一团精气神 守门的人也不敢小瞧 赶紧还礼 哎呦老爷子 我担待不起 您呢 有事吗 接位一声 这是君州支府衙门吗 啊 对啊 您找哪位 劳驾给我回禀一声 我要见支府大人 见我们支府 那您呢 是我呀 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 姓蒋名贫自责常 这位 就是展昭展雄妃 展老爷 说话之间 两个人在怀里一伸手 拿出龙边信票 这是正教 往前一闭 守门的拆着 拿过了一看 赶紧给和声 哎呦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闹了半天 是两位护卫老爷 我这给您问安了 说着辽医生要磕头 让蒋平把他拦住了 不必不必不必 能不能给我送个信 当然可以 请二位稍后片刻 守门的洒酒如飞 到里头送信 时间不大 就听支府衙里头 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官出来了 这小官啊 年纪不大 也就在二十刚挂铃 长得面如浮粉 没分八彩 头上戴着方翅巫裳 身穿蓝袍 腰横欲带 足蹬着超学 你看这么年轻的小官 还真不多见 但这官一点架子没有 蹿蹿蹦蹦 跑到门口一看蒋平和展胸飞 哎呀 二位老前辈 你们这从哪来呀 应急来吃当面恕罪 我给您磕头了 也不管场合 端带撂袍 这台阶上 蹦蹦蹦 就是一顿头 说到这儿 咱必须交代清楚 您可别小瞧这支府啊 四品命官 那叫四品黄唐 在唐宗年间都是众文清武 文官四品 跟五官二品是平级的 那蒋平呢 是四品带到御前护卫 跟人家支府比比不了 人家是正印官的 荆州这地方管着六个县 这位支府主管生杀大权啊 那蒋平跟人家怎么比 按理说不应该磕头 顶多一做一就算可以了 他为什么要磕头呢 也出乎蒋平的意料之外 自业心说 这小大人太客气了 急忙用手相掺 等扬起脸来 这才看清楚是谁 哎哟 孩儿 怎么你在这儿 可不是怎么的 我听说你们二位来了 把我乐坏了 展爷爷 我给您磕头了 展南侠也认出来了 这个支府大人是谁啊 正是三公子包世荣 那个书童叫邓九如 咱们在大前套书上 说得清楚 三公子包世荣 是包的人的亲侄 进京港口的时候 就带着这个邓九如 你别看他是个小书童 因为酒跟包公子在一起 他学问可不浅啊 尤其呢 包世荣在读书的时候 他在旁边当半读 包世荣的学问有多深 他有多深 后来人家 后来人家到了开封湖 包的人很喜欢这个孩子 这才花钱供他读书 转过年来 邓九如下场一赶口 得中第三十三名进士 皇上欲比轻蹄 绑下继绣 放了个十门线的支线 你看十几岁 啪叉就当了七品命官 在前文书 有一段书 叫爱胡徐良雪见十门线 杀死坟面法都和尚 救公子邓九如 就是救的他 几年前他就是支线 后来因为官生甚好 人送绰号小包公 立了不少的功劳 皇上高兴 又降旨上迁 才迁到君州当了支府 在宋朝来说 这么年轻的人 当支府的不多见 可蒋平他们 就忙于捕盗捉贼 哪注意到这些事情 没想到在君州 跟九如相见 在蒋平的眼里 邓九如是个小孩 蹿蹿跳跳 爷爷长爷爷短的 你看人家有出息 几年不见 四品荒唐 真叫人可怕呀 哎呀 四爷拉着他的手 不住的摇头 八两 孩呀 你是真有出息 比爷爷可强的态度了 我四爷爷 你怎么这么客气 不管到什么时候 我当多大的官 在你们的面前 我也是小孩子 要此地并非讲话之处 里边请里边请 把主谱六个人 让到支府衙门 这邓九如 跟当初的脾气是一样啊 拉着展南侠问长问短 围着蒋平低了溜之转 还是那么天真活不 但是跟他手下人就不一样了 两人望下一沉 还真有点威严呢 蒋平看着也不敢乐 邓九如招呼下着 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 在这款待两个老前辈 席间 邓九如就问 两位爷爷 你们又上哪儿抓贼去了 这从哪儿来 是知道我在这儿 还是不知道 孩儿啊 一言难尽啊 我们要知道你在这儿 早找你来 这次来 主要是想管你借兵 要操少华山啊 孩子 有你更好办事了 你得帮助我们的忙 邓九如一乐 我说爷爷 您这叫说的什么话 您抓贼 跟我有什么区别 咱还不是保卫 大宋朝的江山吗 您说吧 您得动用多少军队 孩儿 这话我可不能说呀 但是我这么算计着 最少也得有三千人马 多了更好 哎呀 四爷爷 我是文官 不管兵啊 我得把镇派大人请来 商一商一 看看他手下有多少军队 那好 那就麻烦你吧 邓九如把骗子拿出来了 让二福通知 马上去请总兵大老爷 姓冯 叫冯元奎 时间不大 冯总兵来了 这个人四十挂灵 赤红面 大个 倒有武将的风度 顶盔冠家 照袍树 带腰中配剑 一脉木 哗笼哗笼 假叶子之响啊 邓九如站起来 迎接冯大人 然后又给他做了介绍 冯元奎一听 这两位是开封府的上差啊 赶紧报万当兄 哎呀 我有眼不知泰山 请二位上差原谅 防得老爷您太客气了 请坐请坐请坐 我们有事相求 多添了个吃碟 夹了一副筷子 四个人坐下 谈到公事 蒋平就把来意 说了一遍 冯元奎一听 四老爷 您得用多少兵吧 往少说得三千 越多越好 怎么办 在我的日下 能调动的军队 包括水军 能有五千人吧 全借给您 您看怎么样 哎呀 太好了 咱们就一言为定 此外 还得拜托冯总兵亲自出马 帮着我们攻山破寨 愿为四老爷消灭 这是我分内的事 邓九宫大喜 进一步一商量 下去之后 马上就调动军队 三天以后 保证到烧化山 听从蒋平的调动 这件事情 就算结束了 蒋四爷和展兄 被吃完了饭 哥俩一摸嘴 起身告辞 邓九如恋恋不舍呀 二位爷爷 此番分别 不知何年何月 才能相会 我看不至于这么着急 住一宿 明天我把你们送回去 不不不 孩儿里 你不知道我这心有多乱 电房的各位英雄 翘首以待 专候我们的回信 以后咱爷们还有闲谈的机会 风得来 我们可告辞了 不送 安歇邓九如 风渊回不说 代表展兄飞和蒋平 哥俩两个带着土人在外边上了马 一溜风一样又回到殿坊 可不是吧 大伙儿正着急了 可一看蒋平和展兄飞那个模样 就猜到了八九 徐良就问 蒋四叔 是不是事情很顺利 孩子 你算猜对了 借来五千兵马 哦 那什么时候到 三天以后 大家听着 三天之内 谁也不准离开电房 咱们养精许率 等着大兵来了 好攻打少华山 咋吃 自然都挺高兴的 这三天的功夫 比三个月还难倒 不是别的 就怕这山里都有变化 王顺这小子跑了 第三天 果然军队到了 就铸杂在徐庄 庄口的外面 总兵冯元奎 率领两名副将 后边带了一大帮护兵 进庄子来找蒋平 蒋四爷列队迎接 把冯总兵和那两位副将 接近里面 大家互道辛苦 这冯总兵就抱拳 上台 我把军队如数都带到了 现在来的是步兵 三千 骑兵 一千 水军 还有一千 水军都在洞庭湖 湖口一带待命 请四老爷安排 蒋平点了点头 太好了 太好了 说话间 把地图扑到桌上 要想打这种仗 没地图是玩不转 众人全都围拢过来 四爷 跟冯元奎和两名副将 戳戳点点 把这形势分析一下 蒋四爷的意思 你这五千军队 先围而不打 最好水汉两路 全都给他封死 一只鸟也不让他飞出去 特别是这水路 尤其要注意 大道口小道边 村庄镇垫 是一概封锁 一千骑兵 分成四驳 围着绍花山巡逻 发现可遗致人 立即抓获 您那就扶这责任就可以 什么时候打山 您听我的声 好了 四老爷 要这样 我就遵命照办 我听您的分派了 各位 再见 再见 连个武将 办事干净利索 连来再走 没超过一个时辰 冯总彬带着副将 起身回大营了 按着蒋平的交代 马上通知各方 采取行动 刹那之间 绍花山周围 空气顿时就紧张上 有的村庄镇 根本就没见过兵 突然之间大兵开到了 而且住门住户都告诉了 如果男女老少 一个要登记在册 上什么定期 必须登记 不经允许 严禁出路 尤其发现外地来的 可疑的人 必须报官 经过审查明白了 才可放心 如果包庇者 一律同罪 想这么严厉的事 这从来都没遇上过 老百姓是心惊肉跳 但是这些都是 为了绍和山 有的明白人 也可以谅解 但说蒋平 把军队布置好了 就严叫打山之事 很多人都主张 这是一场硬仗 干脆 四路分兵 吊炮攻山 就像迭云峰狼牙剑 那就得了呗 蒋平不同 死野兽用不着 据我所知 这赤法龙神冯奎章 还不是个纯粹的混蛋 而且还有公道大王的生物 平日不骚扰老百姓 既然是这样的话 用不着大流血 我们还得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要能把他说服 不打仗是尽量不打 他乖乖的把王宋 给咱们献出来 咱呢就留他一条活路 他如果忠言利耳 那时候再打也不委婉 大伙一定对 那下一步怎么办呢 蒋平说这么办得了 斩大兄弟 在 你领着各位小弟兄 配合军队 在外边巡逻 我呢 带着小梁子 云瑞 方说安 赶奔 绍华山 金斗寨 亲自找 冯辉章谈判 斩兄弟一听 脑袋 笨里上 四哥 那 那都危险了 就你们一人四个 嗨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希望那你放歇 外边有这么多 军队在这围着 他不敢把我们爷儿几个 如之河 再者一说 有小梁子和云瑞 还怕他何来 这几个人也是这么说 最后斩兄弟也就拦不住了 问蒋平什么时候起身 四爷说 现在就走 方说安 乐点 这主意太高了 我上过一趟上花山 对地理我非常熟 那帮小子姓什么叫什么 什么名我都知道 我愿意偷钱给野路 朕八方雷英呢 也想去 被蒋平给劝住了 蒋四爷对雷英啊 带入上宾了 你看来了之后 好吃好喝好招待 同时蒋四爷还答应 如果破了少花山捉住王顺 奏凯环朝的那天 一定在天子面前 保证于你 雷英是倍感温暖 假如自己没立什么功 叶大尊借这机会 上一趟少花山 可是被蒋平 把他说服了 雷英呢 就帮着展雄飞众人 在山下巡逻 按下他们 咱不说 蒋平 带着徐良 白永瑞 方栓 连一个 仆人都没带 四匹快马 赶搬 少花山的山口 简短接说 到了 现在这山上啊 紧张的要命啊 用大石头框 设计的木杖 载门紧闭 连在雕斗上 瞭望台上 全是楼楼兵 一个个睁大眼睛 往四百瞭望着 这四匹马 刚到山口 就被人家发现了 就听见 窜罗一响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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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这种箭的像哨似的 往空中一射 咱这一声 听出多远去 为什么射三只呢 是向金斗寨报警 说来人了 蒋四爷明白 把马屁带住 书安啊 过去搭话 好了爷爷 交给我了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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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天我来过一次了 烦恼各位给你们大寨主送个信 看着没看着 我身后那三位都是开封府的半差官 藩江淑 蒋平 白梅 大侠 徐良 御愿 小达摩 白云瑞 要求见你家总侠寨主 你们给送个信吧 方树安这么一喊 守山的喽喽兵听得清清楚楚的 各位兄弟啊 听见没 听见了 都是开封府的 来着不善 善着不来 可是吗 快 快给大寨主送信 有那胆大的把脑袋抬起来 喂 方爷 您先料等片刻 我们给送信去了 好好 多谢 多谢 方树安掉转码头 靠近蒋平把这事一说 耶稣在这等着 但是说报事的喽喽兵 撒脚入杯 跑进金斗大寨 等到了军一分赃 听 刀尖点鼻 啪 报大宅主 开封府来人了 要找您谈话 这一句话 把冯徽章下的脑袋 瘟一声 书中代言 连日来这位赤法龙神 是寝室不安 睡一睡觉就做噩梦 他预感到形势有点不妙 特别是近几天 有人向他禀报 大批的军队开到烧华山 把周围大的小小四十八个村镇 全封闭了 罗罗兵下山买菜都不敢去了 而且在洞庭湖水面上 广布战船 船头上架着大炮 把江口也给封锁了 看这意思 要攻打烧华山 冯徽章一听着饭吃不下去了 他明白 肯定这件事 在王顺身上延起来的 哎 虎方说安他们跑了 能拉倒吗 大概是调动了军队啊 这怎么办 他是连日来召开紧急会议 没想到正在这么个时候 讲平他们拜山 封锁张大吃一惊心中暗想 我可怎么办 冯徽章一听 开封府来人找他 当时他这心就紧张起来 半天没说出话了 在他旁边 海马追风走 上官清 海马芙蓉走 上官轮 这哥俩过来 送下斋主 这可叫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呀 您打算怎么办 行啊 二位老前辈 你们看 我们看 就让他们进来 丑媳妇也得见公婆 看看他们干什么来 说好的 怎么都行 说无好的 不是与死 就是王婆叫他们有来无回 嗯 我也这么想着 不过我知道 他们来不是为你们 也不是为我 主要是为了紫面金刚 王顺 如果他们提到要王顺 咱怎么办 大斋主 那也得见机行事 见景生情啊 开放府历来不讲理 他们掀灭了 跌云风 据我们所知 就杀死了两千余人 王俘虏 抓住一千挂灵 手段极其残忍 咱还得预防 他要了王顺之后 是不是还收拾咱们 再者一说 咱们跟官府 向来水火不通路 您可得做好防备啊 好吧 既然如此 就让他们进来 你们看我的颜色形式 来啊 准备迎接 他这四个儿子 紧紧保护他爹 出了金斗寨 来到山口 寨门大开 风奎章接出来了 蒋平一看 里边出来人呢 一二四个从马上跳下来 牵马的事 就是方舱安的事 蒋四叶在头条站着 一看这冯辉章 长得这模样 太难看了 整个个大龙头 高全国大长脸 阔口咧塞 连个人模样都没有 但是 这人身材高大 道挺威风 在他背后站着四条大汉 手中倾着金斤铜铁扒他锤 篇富寨主是配剑宣编啊 在两旁站立 还有两个老头在身后 可没见着紫面金斤铁扒王顺 蒋四叶紧走两步 冲着冯辉章去抱拳 哎呀 老何欠嘛 辛苦辛苦 翻江淑蒋平 离国去了 冯辉章就一愣 哦 这挫子就是翻江淑蒋平 大武艺之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早就听说过 没见过 封会章想罢多时 强作微笑 四老爷 哎呀 酒温盛名 空雷贯 今日得见 三生有幸 本寨 迎接来迟 望求海寒 寨主也别客气 来来 我给介绍介绍 头一个把徐良叫过来 认得这位 冯辉章一看就认出来了 那白眼没伪计 心说长得真像王顺 他们俩站在一块一转圈 我分不出谁是谁呢 不过 他比那王顺 稍微矮着一点 也瘦着一点 仔细看还是有区别的 封会章 假意带笑 哈哈哈哈 不用问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 三首将军 徐良喽 对 徐良没说话 子事点点头 蒋平又把白云瑞叫过来 这位认识吗 这是白玉堂之子 新出世的英雄 玉面小达摩 白云瑞 哦 封会章一看 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 跟徐良站在一起 一丑一军 真是黑白二将 但是一看白云瑞 年纪不大 太阳穴鼓鼓着 腮帮着 挪挪着 两个眼睛 跟金灯一样 放出两道光来 就知道根基很深啊 背后背着 亮音盘龙脊 腰中跨着 金丝龙林 闪电劈 望那一站 这是白布的威风 冯会章 也说了几句客套话 然后用手望里相让 四老爷 望里请吧 我请我都请不来啊 你们大驾金身 能到我的绍花山 真是必债生辉 揍药 吹吹打打 还揍上药了 把四个人 让到里边 窄门关闭 徐良偷眼观瞧 就见树林里 山坡上 四面八方 搂了兵是探头缩脑 就知道人家做了准备了 这一次进绍花山 无疑于进了龙潭虎穴 说好了怎么都行 说不好就得吃个眼前窥 但是徐良 所经所见的事太多了 对此事毫不理会 安收庭兄 走进中平大厅 到厅房里头 分兵主落座 搂搂 搂 还没等冯奎章说话呢 蒋平先说话了 您就是大寨主 赤法 龙神 冯寨主 不错 正是本寨 好 咱们呢 打个天窗说亮的 有什么 咱们说什么 这一次我领人来到贵山 不为别的事 就为紫面金刚王顺 我听说王顺落到贵寨 大寨主把他保护起来 您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 那乃是国家的要饭 食恶不赦 就是上天入地 酸到耗子窟窿里头 你都把他抠出来 我们来就是为他来的 大寨主 你要是明白事儿的 能把紫面金刚王顺 交出来 对于贵山寨的事儿 都好商议 如果这件事情 办不到的话 可就麻烦了 封会章一听 这话软中硬 硬中软 叫之的讲评 不是个善茬子 话语之中 有三分亚人的气势 封会章挺不高兴 他把茬杯往前一推 四老爷 这个王顺 跟我没有交情 这一次呢 他是无处逃避 才来到我的绍花山 我出于对陆林人的义气 这次把他收留 当然了 你们说你们的理 他说他的理 他要报杀父之仇 被迫无奈 才做了糊涂事 我呢 在某些地方 比较同情他 不然的话 我就把他撵走了 按理说 各位来拜山 把事情说清楚 我应当把王顺 神捆车送 交给你的 但是我也有什么说什么 我公平 被您刚才说话的意思 说把他交住之后 山上的事好办 我请示明白 怎么个好办法 对我们 您打算怎么办 方大老爷 咱把话说清楚 我蒋平 无非是个四品 带刀 御前护卫 我的职责 就是赌盗捉贼 你们是朝廷的罪犯 占山为王 不受朝廷的约束 本身都犯法 这么大的事情 我怎么能做得了主呢 我们先把王顺 带回京城 按法治罪 至于少华山的事 怎么处理 我还要秦旨定夺 起码包的人得点个头 如果上面说了 你们是公道待王 一概赦免 那好了 你们还占你们的山 你还为你的王 跟我毫无干系 比如说朝廷震怒 认为你包匹王顺 犯了罪了 这事可就不好办了 我只能从中说好话 周旋周旋 减轻山寨的罪名 或者遣散少华山 让你等务农为业 当个安分守己的百姓 也可能 披肩带索 判几年徒刑 至于掉脑的事 我恐怕 还看不出来 你要叫我答复表态 只能是这么说 风奎章听完一阵冷笑 四爷 您出身是陆林 当初也做过打架 结舍的事 我想您会体会我们的心情 无缘无故 我们就自备其福 去认罪 恐怕没那么便宜吧 从我们战山那天开始 我们就没把这王法二字看中了 怕我们不干 干了我们不怕 脑袋钻到裤腰带上 混一天说一天 实在不行 掉脑袋到头来呗 恐怕你拿官府二字哈我们 用王法约束我们 不那么灵吧 四老爷这么办 您呢 来了 你是我的客人 先茶后酒 我好好招待 至于要王顺的事情 您给我个时间 我要好好考虑考虑 那得多长时间 三天吧 如果我考虑好了 弟兄们都乐意 我把王顺 给你送到指定地点 如果不送呢 要不送 那就是我不愿意了 那四老爷 你随便 乐意攻山攻山 乐意灭债灭债 假如把我少花山平了 那是我命运的安排 我也不做计较 不知你意下如何 这话刚说的 白云瑞 啪 一拍桌子就站起来 他这脾气跟他爹一样 就见云瑞 见没倒树 虎不冤争 风奎 放肆 知道我们什么人吗 我们是开封府的半差官 不是来祈求你 不是说跟你商量来的 我们就是要的紫面金刚王顺 你愿意给 也得给 不愿意给 也得给 三天的时间 我们等不了 现在你必须即刻答字 方叔安一听 把大脑子一步 对 说了一点不讲 冯斩中 这这回跟我那回来不一样 你别拿这几位跟我相比 你一瞪眼住他 捆起来 就捆起来 一瞪眼不得杀了 就想杀 这一回 门都没有啊 现在就表态 人 都给不给 我告诉你要不给 大概你也知道 外头围着二十万军队 吊炮 攻打你的少华山 我倒看 那时候你得怎么办 方叔安在旁边 这一溜放 风规章 没说什么 他身后这俩老头 急了眼 上官清跟上官伦 就见海马追封走 上官清 就蹦出来 姓白的 姓方的 你们少要大言欺人 方才我家总家债主说的对 我们占山为王的 早把性命豁出去了 什么叫王法 王法卖多钱一斤 我们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这颗脑袋七斤半 早的爷都腰上了 什么时候混丢了 什么时候说 有道是顺的好吃 横的难言 讲理怎么的都行 玩横的 我们不受 这颗大寨主和篇幅寨主 都在这呢 要王顺了 不给 不用等三天 现在我们就表态 白云瑞一瓶 咣一脚 把插机就踢飞了 心话 扣尔卡撒了 摔到地下 打了个分岁 云瑞一伸手 按崩荒 拽出金丝龙林 闪电屁 老匹夫 既然是你不给 你们就想拒谱 欧差 今天我就要当场抓贼 整个大平乱了 他 白云瑞一辆家伙 山寨的人能老是这样 金银铜铁拔的锤 把锤碰得当当之响 篇幅债途 甩大厂 好像胡蝶乱飞 各拽刀剑 把门厅全给堵了 仰看就是一场大战 蒋平 虚凉 照样在那坐着 连动也没动 蒋四爷心里有底啊 准知的这帮贼 叫虚张声势 你别看你们扎乎的兄 你们在心里都怕死了 四爷看吧 多时碾然一笑 哈哈哈哈 哎呀 家有牵口主事一人呢 我看还得听大寨主的吧 我说冯寨主 您的意思究竟如何呢 这个冯奎章啊 跟上官弟兄的想法还不一样 他这个人呢 顾虑比较多 因为这座山寨 他毕竟花费了多年的心血 一旦说翻了 官兵攻打少华山 到那时候欺负大势已去 所以他跟上官弟兄 想法不一致 蒋平一问他 他沉吟了片刻 这个 上官卿 还不给我退下 上官卿一听 没办法 退到冯奎章身后 冯奎章一旦那些篇幅寨主 大伙把刀剑收起来 哗 回归本队 空气当时缓和下来 死亡呀 咱这么办吧 要说怕 我不怕 起码 我脑袋在这顶着 我活到这般岁数了 死不足惜 尤其人呢 还怕鼻 鼻的一定程度 死算个什么呢 但是呢 我有点顾虑 顾虑我的名声 我赤法龙神 在江湖上 也咬这么一号 比如说 拿今天这事为例 大家传出去 有人说 冯奎章这人 很通情达理 官府来了 跟他商量之后 他把紫面金刚 王顺给献出去了 这样的人 可以做咱的楷模 如果有这种说法 还可以 假如有这种说法 说冯奎章空有七名 五有七十 平日直高气阳 玉士一筹莫展 开封府就来了四个人 往那一坐 就把他吓得 找不着北了 人家一要王顺 他乖乖就给掀出去了 如果要是有这种传言 我生不如洗子 我还活个什么滋味 可围了压住众人的口舌 怎么办呢 方才我想了个一举两全的主意 啊 那大寨主事下 您是什么好主意 我愿闻高乐 也谈不到高乐 您这把岁数了 我就不提了 唯独白眉大侠和玉面小达摩 这两位是隔着窗户 吹喇叭 名声在外啊 我呢 有一见识见识 二位的本领 要倒是千丫奴背手 一丫当行人吧 我还是次要的 主要我这些篇幅债主们 让大伙开开眼 我打算请二位当堂献议 有什么绝活呀 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 让大家做到心服口服佩服 然后把王顺给一献 您说这有多好 将来传出去 大伙说了 那是白眉大侠虚良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当堂献一换的 是不是我这脸也好看 大伙也服气 我认为这招是三全其美 但是我又不敢有劳二辈的大将 那就请四老爷试下 江平啊 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方面 心说这封奎张鬼脸子不少啊 找了这么一个借口 这我可就问问这俩孩子 能不能答应 江平扭回脸了 刚要说话 徐良乐了 四叔 方才大寨主说的太好了 事情啊 得来回的想 他说的一点都不假 如果我是总侠大寨主 我也可能提出这个要求 好顾全顾全两面 不然的话将来怎么降人啊 既然说要叫我跟我老兄的练两手 可以 我们练的不好 请大寨主担待 扭回头 徐良跟白云瑞傻的 白云瑞不干 但是徐良一跟他摇耳朵讲 成破厉害 云瑞不得不听 这才卷了点头 好吧 三个 听您的 白云瑞同意了 徐良就问 请问总侠大寨主 这叫我们两个人练两项 是自己练呢 还是有人奉陪啊 是怎么个练法呢 哎 徐三将军 我们不想奉陪 就想在旁边开个眼 瞅瞅你们练 你们把决意拿出来 所谓决意 就是你们会我们干不到的事 那才叫决意 是不是呢 比如说吃饭 你也会吃 我也会吃 那就没意思了 也不堪称决字 好了 屋中狭窄 到院里吧 那徐良的内心呢 那也高傲的 不得了 新说冯会章啊 说说对了 前压奴背手 一压荡行人 在这都是练武的 我练出一手绝活的 你不会 那你就得服气 其实这样也很好 你两方面闹翻了 拿刀动枪 杀七个仔八个 还是枪的多的多 说话之间 山上的人和来的人 全到院里了 冯会章招呼着 把椅子全搬到廊下 大家分东西两面落座 搂搂兵现场 你想这中平大厅 前面这个院子 十分宽阔 也迈说练义 就骑着马在这转圈 都不再碰着人 地下一扇是 轻飘石铺的刷屏 罗勒兵特为拿大扫处 把地友从心扫了一面 干干净净的 兵人架子也摆好了 宁公十所 应有尽有 等大家坐定之后 冯会章就说 三将军 时间紧迫 我看说练就练 我山上的篇幅寨主 大小头目全来了 这不都在我身后 让他们都开开 三将军 那就请练练吧 徐良站起来 正收拾衣服 白云瑞起来 三哥 我先来 您先等等 乐兄他 得拿手的绝活 知道 咱哥们绝活有的是 练出一手 他肯定不会 白云瑞多骄傲 胸有成拙 再看玉面小大摩 把英雄肠甩掉 按按扎筋 提提靴子 紧紧大带 活动活动四肢 围着院子 转了几圈 然后望下一哈腰 各位上眼 啪 啪啪啪啪啪啪 练了一趟 掌法 叫达摩三十六式 徐良啊 这头一次 看白云瑞自己练掌法 老心按条大指 我这个老兄弟是真能耐 这长法练的是炉火村青 果然受过名人传授高人的指教 将来我这老兄弟不可限量 现在这么个岁数 刚出世就这么大能耐 再过个十年八年的 那就是人中的前科 徐良发自内心 替兄弟高兴 讲平了 那就更崩堤了 摇头晃脑 看着云瑞 想起五弟白玉堂 又高兴又难过 方硕安跟他们还不一样 晃着大脑袋在旁边指教好 哼哼哼 太好了绝了 炉火村青登峰葬极 徐良最后瞪了他一眼 吓得方硕安一缩脖子 不敢吵吵了 再说冯会长 领着篇幅寨主 背手在这看着 冯会长也不住的点头 难怪白玉堂一出世 名阳天下 这掌法练得果然惊奇 但是又一想 白玉堂就想练一套打磨掌 就换王顺 你想的太简单了吧 这玩意儿炼得是不错 可不能叫决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会呢 只不过炼得没有你精罢了 这怎么能服得了人呢 他心里正想着 永锐把掌法练完了 刷一收招 气不长出 面不耕涩 冲着冯会长众人一抱拳 债主各位 方才我练了趟掌法 这可不是决意 无非是压压厂子 活动活动筋骨 冯会长这才明白 这是开场戏 不是压咒的 那决意还没拿出来呢 他心里不明白 白玉堂要练什么决意 就见玉面小大魔 跟冯会长说 从下站着 现在我要开始练决意了 但是麻烦麻烦你 给我准备几件东西 可以 你吩咐吧 都用什么 白玉堂要了两样东西 冯会长一听 是深感意外 白玉堂 要了一张八仙桌 一只蜡 冯会长真不理解 这玩意能练什么决意呢 我倒要看看 其中的奥妙 来啊 准备 楼楼兵答应一声 从屋里搬出一张八仙桌 按照白玉堂的意思 放在院里 放在院里当中 这蜡呢 是一根白蜡 牛油制造的 挺粗 把这蜡就搁到蜡台上 把它戳稳定了 云瑞告诉 把它点着 蜡火头点着了 偏干劲这天呢 还没风 所以这蜡火头 烧得挺正常 就像白玉堂 围着这八仙桌 转了几圈 这才跟两旁的人说 中尉啊 咱们是练武的 练武的 首先基本功 是练的拳脚 现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 广各式各样的拳脚 多达八百多套 听说练得最好的 有一种功夫 叫隔山打老牛 摆布神拳 无影掌 但是当今 还没听说 哪位会这种功夫 咱们呢 无非都是效法 还有一种功夫 叫八步打灯 就是离这灯八步远啊 一抬手 能把蜡火头打灭 在下不猜 我练一练 八步打灯之法 如果你哪一位练上来 我这就不叫决意 王顺从我这说不要了 白云瑞这么一说 连徐良都大吃一惊 啊 老兄的 你这是吹是真的 你会八步打灯 徐良是十分折服啊 连徐良也练不到这种程度 白云瑞这个人 向来不说玄话呀 他在四川峨眉山 跟白云剑客 下后人学的 云瑞把事情交代清楚之后 就见他 围着八仙桌 转来转去 先离这三步远 把左手一抬开 掌力发出来了 拉火头灭了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哇 好 这不算 把拉火头又点着了 云瑞退到第五步 身形的转圈 运足力量 把右手一抬 掌心 对准拉头 嘿 老头灭了 最后是八步 先用脚 把尺寸凉出来 就见云瑞 后背 对着这拉灯 往前迈了 拔大步 登登登登登登 冷不定一转身 叫黄龙转身 望下一塌腰 左臂背的后头 右掌一身 把掌心对准拉火头 干天叫力 喊力争 耶 咚 就见拉头 被掌力打灭 好啊 绝了 太好了 这种八步 打登之法 仅次于百步 神圈 无影掌 堪称 一绝 冯会章一看 心服口服 外戴佩服 这种 云瑞一抱拳 债主爷 我现吵了 刚才 廖献小记 请问各位 哪位能练上来 你们要跟我打的同样 我就不算决意 王顺 我不要了 封会章 封会章舔个脸皮 还问他 各位 哪位会练 哪位能练出来 再看这帮群贼 都像泄了气的皮球 全扁了 这玩牛可不是吹的 不会 封会章 站起了一抱拳 白将军 我服了 果然是决意 我们望尘莫及 领教了 领教了 云瑞乐乐呵呵 回归本队 往这一坐 心里这高兴劲 就崩堤了 徐良往前一凑合 老兄弟 高 真好 往后有了机会 你还得教过三哥呢 三哥 没说的 您若一要练 我教您不就得了吗 包到我身上 您别看 徐良没比练过 能不能练到这个程度 这玩意也难说 就从这简短的几句对话当中 徐良就发现云瑞 骨子里都透着一股骄傲 弟兄初次见面 不便深谈 在这场合 徐良能说他什么呢 只是笑而不答 老兄一看 兄弟练完了 该自己的了 徐良站起来了 大寨主 各位 刚才我老兄的 练的是八不打灯 咔成一绝呀 要教我练 一是不新鲜 二是我也不会 请把这个桌子 跟垃台拿走 老老兄把桌子搬走 垃台也拿走了 院里都空空荡荡 徐良 把金丝大魂刀拽出来了 我先下山丑 晾一趟刀吧 再看徐良刷 晾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往前一根部 往前一根部亮了个进步 做盘式 就练了一趟大魂金丝刀 练的是什么呢 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四路 一开始 一开始 徐良一朝一室 看得清清楚楚 没什么特殊 越练越快 越练越快 到了后来 光见刀光 不见人影 整个院子是被白雾缠绕 刮出阵阵的冷风 群贼一阵鼓掌喝彩 好刀吧 好刀吧 玉面小大魔在这坐着一看 也不住的点头 因为他也是使刀的 他也学过八卦万圣金刀 他一朝我三哥难怪成名啊 果然名不虚传 他练刀练到这种地步 我真比不了他 没人家身法快 没人家练得翘 在这方面 将来我得跟我三哥好好学学 群贼一瞅 望尘莫及 有很多人根本不懂这套道路 再看人家练这个翘劲 那上哪学去 冯奎章不住的点头 嗓子眼发刺眼 也生生还好 徐良练完呢 把刀刀一收 气不长出 面不更色 把大欢刀闯入刀鞘之内 各位 这不算 这叫活动活动筋骨 压一压场子而已 其实 亮刀谁不会 这不算什么特殊 今天呢 我也练点小玩意儿 大寨主 麻烦你也给我准备准备 好啊 三将军 您说了 都准备什么 你们这山上练弓箭 有金钱没有 金钱可没有 没有金钱 铜盆有没有 铜盆倒有 那大号的铜盆 给我准备一个 好了 铜盆呢 就是洗脸盆 挑了个没使用的 大罐的 三明刷量 交给徐良 徐良把这盆呢 扣到地上 用单手一按啪叉 把盆按扁呢 就成了个大铜片 然后 把金色大魂都抽出来 在盆的中间 抠了个眼 这眼有多大呀 就是比大手指头 能粗着三圈 就这么哭了眼 正好在中心六圆 另外 徐良 在这铜盆的上边 又招了俩眼 中人不明白 他鼓道什么 徐良颠了颠这盆 把眼都攥完了 告诉风会长 上面这俩眼 是拴绳子的地方 有啥没有 你把这铜盆 给我吊起来 高度 跟我这身量差不多 在八尺多 九尺以下 请给我吊好 人多好干活啊 楼楼兵 就在这院里 埋了两根杆子 横着又整了根高 用尺寸一粮 跟徐良差不多 就把这铜盆 吊到横杆上 中人这才明白 这跟武科场 比赛射箭的减法 差不多 大概拿这铜盆 当剑靶 就见徐良在下面 转了几圈 用手摸摸这盆 结实不结实 一切就绪之后 徐良把外衣脱了 各位 我有个小小的绰号 叫三手将 多比人凶 意思就是说 我打暗器 打得有两下子 好像比别人 多着一只手 多个胳膊 其实这种说法 有点过奖了 但是呢 我从小就喜欢练阿气 今天我练两个大伙看看 够不够决意 好 这裙子一听 都来了精神 都知道徐良 打暗器战一绝 究竟绝到什么程度 没看见过 连封徽章啊 也不住的点头 好 三将军 那就请你献议吧 我们可 我们可要一包 我们可要一包眼福 量了三将 量了三将六 在地上画个印 各位看见没看见 这是打阿气的标 这是打阿气的标准 我就从这地方开始发标 把我这头支标 从这眼打过去 大家看着啊 如果我这支标 要碰到铜锣上 发出声音 那就算彻底失败 这就不算决意 王说 我不要了 仇不报了 徐良练这头支标 如果有人下什么功夫 也能练到 这玩意 虽然少见 不算决意 就见徐良 来到三将六 这个记号这 冷不定一转身 把手一抖 一道白光 从这眼就穿过去了 一点都没碰到 大伙一看 你就打得真准 这不算绝的 徐良一抖手标出去了 脚尖点地 身子跟标 就射出去了 还没等标落地 就见老星 使了个亏星 点斗士一伸手 把标接住了 往那一站 气不长出 面不更色 这是绝活 太绝了 白云瑞点点头 我三个身子真快 好 这招练得干净利落 不过 我也能练得上来 只是我打标 打不准 将来有机会 跟我三哥学学 大伙认为徐良练完了 没有 这是投一下 徐良把标接住 然后又到地上画记号 这笔 各位 刚才是投一手 现在练第二手 请众位上演 徐良还使这支标 一兜手 啪去 又奔铜盆去了 就见这支标 穿过这眼儿 最绝对在什么地方 这支标的速度并不太快 这支标穿过一半去 后边还有一半 正好淡在这眼上 你说这伙伙怎么掌握的 稍微用力猛了 揉过去了 用力不足 一搭了头 掉地下 正好淡在这眼上 这支标 晃三晃 摇三摇 淡了个稳稳当当 这一招无数的功夫 叫凤凰雪窝 裙子一看 乐得都蹦起来 这比手摆的都稳的 这是真决意 高头了 云瑞一看是大吃了一惊 哎呀 就说三哥 我扶你了 老实说 我刚出世 听说你有名誉 我还挺嫉妒 我假如我这两下子不含糊 要这么看 从暗期这方面 我是望尘莫及啊 说练到这儿完了吗 没有 徐良还要练绝对呢 那支标在那眼那块 平着 徐良没理他 一伸手又拽出一支标了 各位上眼啊 看看我这支标 再看老师 你都想啪 这支标就出去了 怪事不 这支标的标签 正好顶前支标的标屁 他一声 把那支标给击落 但是这支标占了他的位置 仍然淡在这眼上没标 更绝了 这群贼啊 把手都拍破了 太好了 真是决意 不愧将三筹去 徐良把标捡起来 往怀中一带 谈笑风声 冲着冯奎章一抱拳 总下站住 你见笑了 方才料实小机 不能成决意 哪位能练 请方便吧 你要能练到我这个程度 王顺我不要了 群贼一听 我们就回炉另造 也练不到这种程度 想都不敢想 难怪徐良打标那么准 这帮比摆的还稳呢 山西宴徐良 在少华山巧练决意 这名声就更大 徐良一看谁都不练 问风会让 阶主 方才你说 让我跟我老兄弟 练两手决意 我们两个人 后着两匹 却练完了 请问 你还有什么夏文风姐没有 这个 高 实在是高 本寨 化妇前沿 我怎么说的 我就怎么做 现在就把 王顺给你们 来 把王顺提来 哎呦 这可到了紧张关头了 徐良归饿 喝着水在这等着 要没有 半顿饭的时间 八个楼楼兵 八名刀斧手 拖了一个人 再看此人法地 劈散着 拿绳子轻轻拢着 这人低着头 时间不大 到了一二零 楼楼兵 把他往地前 然后往左右一撤 把这人就露出来了 封会章一看 正是紫面金刚 王顺 他把桌子一拍 王顺 抬头 王顺把法柳的往后一摔 把这张紫脸抬起来 哎呦 白云瑞 这么一看 真像我三哥 怪不他叫 贾徐良 他真吓死 作恶多端 是十恶不赦呀 穿来跳去 跑到绍花山来 今儿我看你还往哪跑 冯会章心里 他挺不是滋味 总讲 这玩意有点不够义气 似的 但是为了保全自己 也讲述不起啊 人不为己 天诛地孽 到了现在 冯会章 只好你狠心 王顺 有件事 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你是国家的药犯 所作所为 十恶不赦 假如说 你要是别的事 本寨主可以保护你 因为你的案情太重 手段太残忍 我想保护你 也保护不了了 看见呗 开封府的官人来 要你来了 本寨 就得把你献出去 你现在 欢有何说 王顺 这小子也是个人物 那也是个尴尬 他准知道 自己得不了好下场 前些天 冯会章就派人把他软禁起来 又过了两天 不是软禁了 拿绳把他拴起来 王顺 就预感到事情不妙啊 嘿嘿 我错走了一步 我来到少华山 满以为 蒙混过关 没想到自逃落 但是后悔来不及了 今儿把他提到这 他一看 徐良在这 蒋平在这 他心情一番歌 完了 到了我的最后关头了 最小子把牙关一秒 心一横 誓死如归 这就上了这个蛮劲了 冯会章的花音刚落地 他喷 他站起来了 姓冯的 好 够意思 够朋友 你应该这么做 你不把我献出去 你惹不起开封府 怪自怪我王顺 有眼无珠 挫翻了眼皮了 拿着狗屎当英雄了 原当初我认为 扭这么一号 是个人物 可以跟我合作 没想到你是个窝囊废 怕死鬼 你拿我王顺 当了送礼的礼品了 事到如今我还有何说呀 你们随便吧 愿意杀 愿意寡 任凭自便 再过二十几年 还这么大个 来了 不过就是一点了 我死不明目 封徽章问他 你有什么闭不上眼的 嘿 我不服徐良 到任何时候 我也不分他 我这是绑着呢 如果徐良 能把我抓住 真把我制服了 那我服他 这算什么呢 我杀了自己人的当了 先把我捆上 拿我又大了礼品 我讲这事窝囊 刚刚说的 徐良站起来了 个绿球球 好了 我今天就叫你心服口服 来啊 把这解开 讲平静一浪 别解开啊 这小子身负决意啊 这一解给他跑了 咱不前功尽弃了吗 小梁子 但是 徐良话语出口 讲平在栏晚了 楼里边过去把伤给解开了 王顺这小子活动活动 胳膊 冲着徐良一笑 好了 请徐他 今天咱俩决意死活 你要真把我抓住 那我才服你呢 徐良点头 好了 真被兵认 冯会长也没想到这一手 让人把王顺的镖囊 假大混刀都拿来了 再看王顺 把刀拿过来 身子一摘位 什么原因 冯会长也怕他跑了 一天就给他一顿饭吃 而且这一顿饭 连三两都没有 他饿的 这大话 徐良看清楚 我说大寨主 你再行行方便吧 给他准备点吃的 你这玩意真破例 冯会长一想真行啊 这徐良真够人物 好了 又给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 这王顺也不客气 攀腿往院里 他一坐 刀往旁边一放 大口喝酒 是大口吃肉 十几口笑两声 神经都有点不正常 他吃完了之后 把酒杯啪 往地一摔 一摸嘴站起来 把头往嘴里的一标 刀捡起来 直奔徐良 其实徐良早做好准备了 叫怕的搞突然袭击 徐良在桌子后头转到前面 大换刀在手提着 果然不出所料 就见这小蛋地下 冷不定蹦起来 奔自己扑来 徐良往旁边一闪身 他刀就走空了 山西宴并不大话 想起死去的爹爹徐庆 想起大爷钻天属路方 二大爷彻底属憨张 真是气炸连干肺 磋碎口中牙 心中默默地祷告 爹爹 在天之灵别撒 现在我就拿凶手归案 开一摊摘心 给你们老哥几个报仇 想着这儿徐良 跟着王顺就站在一处 这王顺是有能的 但是跟徐良比 差着一截 他俩也不是没伸过手 在安乐公府 就见过一战了 王顺打不过徐良 何况今天这个处境 他就发疯也白给 十几个照片 让徐良刀里的夹脚 躺着一脚 正踹在小肚子上 王顺仰面摔倒 徐良没要他的命 起来 再来 哈哇 王顺蹦起来 轮高就多 十几个照片 叫徐良刀里夹拔着 啪 一个嘴巴的 打了一六活 起来 不发害打 简短接说 让徐良一口气 打了他十八个跟头 最后门牙也活动了 腮汪子也抖了 王顺不起来 好徐良啊 我他妈扶你了 你随便啊 徐良笑着点点头 亲自动手把他捆绑起来 少华山的群贼就开了锅了 一个个 甩大肠 亚赛 蝴蝶乱飞 各拉兵人 大寨主 打了 大寨主 打了 冯辉张 一瞪眼 把牙关一咬 心一横 先说徐良啊 白云瑞 我姓冯的跟你们拼了